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页 向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臣大义章探究 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伦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档案下载 摩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华泛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摩合只观体系庞大 是智者大师晚期对修行法门的集大臣之作 书中所设佛学基本知识众多 本文警就作者所关切的若干实践方法的问题及实践方法所观设的教理知识作探讨 下分九节 一 三种 指观 的知识意义之分析 摩合只观 为智者门人灌顶笔录成书 灌顶于小于卷一大于小于序言大于中指出智者于会私处习得三种 大臣指观法门 并未整理简述此三种 指观 的知识表述方式时及天台学理论表述之特殊形式 以下简述之 并提出对于这三种 指观 的知识意义的若干讨论 天台传南粤三种指观 一箭刺 二不定 三圆顿 皆是大臣 聚怨石乡 同名止观 剑则出前后身 如笔梯登 不定前后更护 如金刚宝治之日中 圆顿出后不二 如通者腾空 为三根性 说三法门 引三辟语 略说尽 更广说 剑出一知识相 识相难解 剑刺一行 先修归戒 翻邪向阵 指火血刀 达三善道 四修禅定 指欲散网 达色无色定道 四修无漏 指三戒欲 达涅盘道 四修慈悲 指余自正 达菩萨道 后修识相 指二边偏 达常驻道 是未出浅后身 见赐指观相 不定者 无别皆为 约前见后盾 更前更后 互浅互深 或是或礼 或指世界为第一亿 或指第一亿为为人 对至 或习官为止 或照指未官 顾名不定指观 圆顿者 出圆识相 造尽集中 无不真实 细圆法界 一念法界 一色一香 无非中道 几界即佛界 众生界亦然 因入皆如 无苦可舍 无明尘劳 即是菩提 无极可断 边斜皆中正 无道可修 生死即涅槃 无灭可正 无苦无极 故无世间 无道无灭 故无出世间 纯意识相 识相 识相外 更无别法 法性既然明止 既而常照明观 虽言出后 无耳无别 是明圆顿指观 小于卷一大于 以 灌顶提出知天台学的 见识指观 不定指观 圆顿指观 三种修行方法的知识系统 此三种指观在知识的内容上 其实也是反映出了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差别 见识指观 从知识的提供上有潜入身 对于修行正果的境界由低至高 凸显了由宇宙论的进入以言说功夫的特色 不定指观 对于修行法门的提出 强调不限于任何特定进入 其实正是针对本体的把握 因此正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形态 圆顿指观 总万静于一 实是功夫已有成就之境界展现的状态 所以 三种指观时非不同形态之指观知识架构 而是对于指观实践功夫进程上 针对修行主体自身的不同境界的知识呈现形态 三种指观其实同用于一人身上 剑刺指观 是从功夫出入至最高境界之所有阶段性法门的知识意义之说明 因此当然需要在修行阶次上就修行者自身不同的主体知能状态 做逐步深境的知识说明 这些不同的修正阶次的知识展现即是建立在宇宙论知识的基础上的说明 所谓宇宙论知识即是对于一切存有者的主体知能状态 做现象描述时的知识提供 现象的描述是在客观的知识上进行的 仅其可能的铺陈现象的知识以展现修行者在主体身心知能变化的种种阶次 因此我们说这种说明皆次的 见次只观即是由宇宙论知识以为功夫描述进入的修行知识系统 如其言 先修归界达三善道次修禅定达色无色定道次修无漏达涅盘道次修慈悲达菩萨道次修识相达常助道 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上的进程 而未必是真实的修正实况记录 真实的实践实况是任运自在随心而转的 因此即进入不定止观之知识架构 不定止观 其实是在见次止观的知识背景上提出 直接在进行修行活动的实践者的自由运用观点 此一自由运用之所以 可能实为当实践者以实相为其向进行修正功夫时 功夫之操作实为实践者自心之自作解脱的进程 此一进程可无言语可说 转为止观知识架构以为正说实时随手取来皆可言说 唯一真实实况即是主体境界的深境历程而已 主体有别 深境实况不一 知识描述的进程亦不一任何解说架构而进行 一切进程只以主体当下的身心状态未进度 顾言只言观皆不一定法 顾言 不定止观 不定止观 是主体的功夫活动的不一定法 切实实践的功夫实况 当功夫依循至成就境界时 那又是止观知识架构的另一番景象 此即进入 圆顿止观 知问题 亦是了 圆顿止观 实是在正物境界的状态描写 修正者以真物境圆容 处是皆道 以其处处皆是如法 即此如法之状态说有止观 实无止观 是为圆顿止观 依上所述 为为学者说修行法要即为 见次止观 知之实提供 就近修者之修行状态之描写即 不定止观 知一宗旨掌握而任运自在 对以正者之境界状态描写即 圆顿止观 知展现无碍 故而 圆顿止观 非修行法要 圆顿止观 是一以正者之境界展现 对于为正者而言 见次止观 是修行法要的知识说明 是修正者由粗入系的 接次进阶历程之展示架构 然而此一架构 实只是一知识构 却尚未真正实践修行 真修行法要者实 不定止观 不定止观 实真修正途中之进成实况 顾其言 为三根性 说三法门 二 五略 教具的理论意义 磨合止观 架构大分十部分 分别为 大义 市民 体相 设法 偏远 方便 正修 果报 起教 指规 这十部分的内容在 其数 大义 的小于卷一大于 即小于卷二 大于中 即以 五略 总说 磨合止观 知诸数目的 目的 即 大义 以下简述其言 并做若干作者个人理解上的讨论 解释者 事实章也 出世大义 囊括始终 观待出后 一缓难见 经挫为五 为发大心 修大行 赶大果 列大网 归大处 云合发大心 众生昏道 不自觉知 劝令醒悟 上求下话 云合行大行 虽复发心 望路不动 勇无达其 劝劳强精进 行似种三昧 云合感大果 虽不求犯天 犯天自应 称阳妙报 为月其心 云合 云合列大网 云合列大网 种种经论 开人眼目 而知此一笔 是亿非诸 文学未冷 乃至文赫未动 经荣通经论 解解出笼 云合归大处 法无始终 法无始终 法无通赛 若知法界 法界无始终 无通赛 豁然大朗 无碍自在 生起舞略 显于识广 云云 第四 未通列大网 诸经论 故 说是只观者 若人善用 只观观心 则内会明了 通达 见顿诸教 如破为成出 大千金卷 横煞佛法 依心忠小 若欲外溢众生 斗激社教者 随人堪认 称彼而说 乃至成佛 化物之时 或为法王 说顿见法 或为菩萨 或为身文 天 魔 人 鬼石法界象 对阳发起 或为佛所问 而广达顿见 或叩基问佛 佛达顿见法轮 此意志第九众当广说 设法中意略是 只归三德 既静若此 有何名字 有何名字 而可说是 不知何以名之 强名中道 石像 法身 非指非官等 义父强名 一切种智 平等大会 班若波罗密官等 义父强名 首能言定 大涅槃 不可思议 解脱 指等 当之种种相 种种说 种种神力 一一接入秘密藏中 何等是指规 指规何处 谁是指规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勇迹如空 是名指规 智地实众中 当广说也 智者大师自己将 磨合指观 中各章所述重点 再度归结为 五项简要的宗旨 为其 发大心 修大行 感大果 列大网 归大处 简言之 即是要求众生 应该下定决心 追求佛道 发大心 同时认真真实 修行成佛 修大行 从而获得成佛的果报 感大果 但是在整个修正过程中 对于来自经论知识的掌握理解 需要有圆融无碍的智慧 要能够透过经论知识的概念 分杂而掌握要领 而不被经论所限导致成就不足 列大网 最后要展现出成佛境界的 以无所得位究竟的境界 归大处 这其中的第四项集 列大网 的一项其实就是 摩合指观 全书真正在进行的工作 摩合指观 中之所述时 包罗佛教教理与修行之众多知识 并且都经智者大师将之综合吸纳于诸种言说系统之内 使众多经论的所说能超越文字的限制而彼此会通 这就是他所说的 列大网 的精神 实际上佛教经论的庞大分杂确实是人类知识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但是所说虽多中就仍是实践经验的表达所形成的知识概念系统 知识系统是一回事 实际修正是另一回事 修正者已修正成就即可检视一切经论所述之实况而不受个别概念系统的限制 每一套经论都会有它的问题意识 即使用概念 即主张重点 知识本身当然是一个复杂的事件 后学者因为经论中所在的不同表述脉络而各受其限 也同时限制其他经论的意志 这就是导致佛法教义生会难明的原因 更是影响修行人成就境界的因素 因此智者大师要列大网 要把被经论的奇异而产生的知识牢笼 予以戳破磨合止观 所重建的系统中更重视多种教理知识的统一融通 即阐明彼此的关系 目的即在此 当然 此一理论功成若非有智者这般的教理修正的成就境界 亦不得未知 智者事实上是在自己的智慧与正良的真实实之中 而列此大网的 智者列诸经论之大网而建构其自己的体系 此一体系其实又是一网 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智者论于 归大处 要指使所要强调的重点是 在真实实证的境界中 修正者最终都要超越一切语言明相的意义 直接呈现绝对自在的般若境界 而不是在任意家经论教义系统下的特殊境界的执着 最后要归止在成佛境界的圆容自在中 三 六级佛 说的理论意义 智者于 摩喝止观 小于卷一大于 大一章 知 五略 知第一项 发大心 中提出 六级佛说 六级佛 说及对众生成佛之事业 做了成佛进程的理论与实践的阶次说明 此六级为 理级 名字级 观形级 相似级 分真级 究竟级 以下级简述之 并进行作者的讨论 为此事顾 须知六级 为理级 名字级 观形级 相似级 分真级 究竟级 此六级者 始凡终 始凡顾处一切 终顾处慢大 云云 理级者 一念心即如来葬礼 如故即空 葬故即假 礼故即中 三智一心终具 不可思议 如上说三帝一帝 非三非一 一色一香 一切法 一切心 一父如是 是明理即是菩提心 一是理即止观 即即明止 即照明观 名字即者 理虽即是 日用不知 已为文三帝 全部识佛法 如牛羊眼不解方于 或从知识 或从经卷 文上所说 一时菩提 于名字中 通达解了 知一切法皆是佛法 事为名字即菩提 亦是名字止观 若为文时 处处持求 既得文以 攀密心习名止 但信法信 不信其诸名为观 观形即是者 若但文明口说 如从实木偶的成字 是从不知 是自 非自 既不通达 您是菩提 必须心观明了 理会相应 所行如所言 所言如所行 花手 云 言说多不行 我不以言说 但心行菩提 此心口相应 是观行菩提 士论 诗计 诗诺 诗文会聚足 如眼的日 照了魔癱 观形亦如是 虽未弃理 观行不息 如 守冷言 踪设的语 是名观行菩提 亦名观行止观 恒做此向明观 与想习明止云云 相似即是菩提者 以其于观于明 于止于迹 如秦摄灵的 明相似观会 一切世间置身产业 不相违背 所有思想酬量 皆是先佛经中所说 如六根清静中说 原浮无明明止 似中道会明观 云云 分真即者 因相似观力 入同轮位 出破无明见佛性 开宝藏显真如 明发心主 乃至等觉 无明为博 智慧传者 如从初日至十四日 月光垂圆暗垂静 若人应以佛身的度者 及八相成道 应以九法界深的度者 以普门视线 如经广说 是明分真菩提 亦明分真止观 分真至断 就静即即菩提者 等觉一转 入于妙觉 至光圆满 不复可增 明菩提果 大涅槃 大涅槃断 更无可断 明果果 等觉不通 唯佛能通 过途无道可说 故名就敬菩提 亦明就敬指观 礼集 语言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时一致 是众生皆可成佛的本体宇宙论的知识根据与保证 名字即 是人存有着对于佛法的理论与实践的知识的认识 对于成佛事业的所有观念的知晓 因仅仅是观念上的知晓 故而对于众生而言 亦只是在名字上识之佛道 而非在现实上已成佛道 观形集 相似集 分真集 就近集 是连续的四个修正阶段 观形集 强调知识之外必须实践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这就使得佛法教义不会只是一套与己无关的外在的知识概念系统 同时永远无法将其证实为真 一旦行者能开始实践 则一切经验中的时效集会真实呈现 并且是有明确的阶次可谓说明 如 相似集 分真集 知境界陈述者 作者以为 六集说 的观念中 实集 理集 与 观形集 两个概念中所要强调的重点是最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的 前者集 众生皆有佛性 知说之强调 后者集 学佛必须要实践 的强调 至于 名字集 只是将所有佛教经论教义的知识系统同合起来给予一个名字叫做 名字集 其实摩所说于佛教教义的整体 而 相似集 集 分真集 只是把原有的成佛历程中的阶次系统另外归分为此两阶而已 此在知识上实无心说 究竟集 集 成佛境 在知识上亦无心说 可谓 六集佛 说实是对 众生与佛之关系 而做的关系归类 并未增加传统教义的新知识 而是在传统知识中以 众生与佛关系 为一题再做众构式陈述 四 四种三昧的哲学问题分析 智者大师于 摩喝止观 小于卷二大于 五略 知第二项 修大行 的实践方法中提出 四种三昧 的知识体系 以下级简述其言 并做若干一理理解之讨论 二 劝敬四种三昧入菩萨位 说是只观者 夫欲灯妙位 非行不接 善解钻遥 提呼可获 法华 云 又见佛子修种种行 以求佛道 行法众多 略言其四 一 常做 二 常行 三 半行半座 四 非行非坐 通称三昧者,调直定也 大论,云,善心一处住不动,是明三昧 法界是一处,正观能住不动,四行为原观心,即原调直 故称三昧也 对于修行法要的知识,智者大师令以,常做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做三昧,非行非做三昧,四种三昧在做解说,其实也就是佛教功夫理论的全体了 其中前三项是以身体行作的形式而做出区分,但是就修行的身口意三页而言,作者以为,除了身宜的要求有别之外,口意的要求其实没有定规,亦无需定值 而实际上,身宜的要求亦非亦绝对的形式,故而或做,或行,或半做半行,或非做非行 此说时已说明作与行之身宜只是修行的形式,终极来说是没有定规的 虽然理论上是如此,但在实际修正活动中,却是需要一个身宜的形式以为意志锻炼的管道,或九十日一做或九十日一行 都是借由身宜的锻炼而强化意志的力量,从而使得修正的效果得以出现 身宜的锻炼是为要对抗业力的习性的,众生无始以来多造种种业,各业分成干扰心性与修行 如果光凭心性功夫以为修正之徒,则或因机缘不够多,或因念头不敏锐 以至措施诸种克其至圣的效果,不如直接以坐禅,经行等法进行锻炼 在身移形式的强力要求中同时进行心性的锻炼,如此便是修行法要可有功效之实际所在 五、观恶修法与性恶论的理论意义 智者大师在,摩喝止观,小于卷二大于之,五略,之第二,修大行,中谈道,非行非坐三昧,的时候,因为此依法门自由度高,故而需对恶事意有面对,要求众生及于恶事中行佛道, 这使得天台宗后来发展出佛不断性恶之说,此处我们将从智者对于即在恶事中行佛道的知识意义 予以厘清,以为天台性恶说之可能性及真正意义做说明 以下先简述其文 三、以随自意义,立诸恶事者 夫善恶无定,如诸必为恶,适度为善,人天报尽,还堕三图,以父是恶 何以故? 必,度聚非动出,体皆是恶 二、圣出苦,明知为善 二、圣虽善但能自度,非善人相 大论,云,宁起恶赖也干心,不生生闻辟之佛意,当之生死,涅槃,拒负是恶 六度菩萨,慈悲奸计,此乃称善 虽能奸计,如毒气注食,实则杀人,以父是恶 三圣同断,此乃称好,而不见别理,还属二边 无名畏土,以父是恶 别教为善,虽见别理,犹带方便,不能称理 大经,云,自此之前,我等皆明邪见人也,邪起非恶 为远法名为善 善顺食相名为道,被食相名非道 若达诸恶非恶,皆是食相,即行于非道,通达佛道 若于佛道生者,不消甘露,道成非道 如此论善恶,其意则通 如是观时,于尘无受者,于缘无作者,而于尘受根源,双照分明 幻化与空,即以法性,不相妨碍 所以者何? 若必爱法性,法性应破坏,若法性爱必,必应不得起 当之必及法性,必起及法性起,必习及法性习 无行经,云,贪欲及世道,会吃意如是 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 若人离贪欲,而更求菩提,譬如天与地 贪欲及菩提,静明,云,行于非道,通达佛道 一切众生,即菩提香,不可复得 即涅槃香,不可覆灭 为增上慢,说离迎怒痴,名为解脱 无增上慢者,说迎怒痴性,即是解脱 一切尘劳,是如来种 山海色位,无耳无别 即观诸恶不可思议理也 佛说贪欲及世道者,佛见基宜,知一种众生,底下薄符 绝不能于善中修道 若认其罪流转魔矣,令于贪欲修习止观 即不得止,故作此说 若有众生不宜于恶修止观者 佛说诸善,明知为道 佛据二说 如今云和喝善就恶 若其然者,辱则圣佛,功于佛前,着然违反 复赐,时节难起,王室所居,不得修善,令于恶中而习止观 如今无难无居,何亦纯用如药,独他会命 复赐,以显两路皆有能通,为难从显,善恶俱通,审击入壁 辱气善专恶,能通达飞道,何不倒涅水火,穿于山壁 世间显路上不能通,何况行恶而会震道,岂可得呼 以上文字,意指以明,以下展开相关哲学问题之讨论 其中之核心问题即是,佛教是,性恶论,吗? 这涉及对于善恶概念的定义 如果以成佛敬畏绝对圆容清净的境界来说的话 那么一切未成佛的众生其实都在染境之中 都可以,应介入,观察其存有状态 即观察其多生多世的一切善恶也染,因其皆有染 故意可说为恶,即一切众生除佛境界之外皆为,性恶 但是大乘佛法又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大乘其性论,又以,真如,生灭 二门说一切众生的生命历程 此意即为真如实相识 此意众生本来所具,因此众生皆具成佛之可能 因此佛教,人性论,又必须是,性善论,的 如此一来,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佛教,人性论,中的善恶问题 即众生在成佛位时,就其,应介入,结构中必然是在无明液染中的不同程度的恶性之中 但是他又始终具有真如实相或约本具之佛性 作为其的成佛之可能性 此一说法对照于现实情况而言时极清晰且合理 因此可说众生皆具有,恶业之素,也都具有 本善佛性,此是生命实况 于是佛教修行法门就要追求去恶从善的方法 使,应介入,中的恶业所染逐步化消 化消即解脱,化消静静即成佛 四圣地中的,有漏皆苦,时即皆恶,因恶而苦,故需修正,应知即,而行道,而入灭 入灭即涅盘即成佛境,此意隐身大小成成佛境意义知其意 此事另外的问题,赞不多论 就众生,应介入,中有恶染而言 要说这是,性恶,那也只是语言约定的说法而已 此赞不论 智者于,摩喝止观 中所要强调的是,众生需及于恶事中修善道 此事时可说,一切众生修善之行为都是在,应介入,有恶染的情境中的行为 同时修善的机缘也更是及在阅染的处境中 所以及在行恶事之时当下知其为恶而去恶从善 有恶可知而去恶行善即是修正之真实实况 否则恐亦无善可修 故曰,即贪欲而成佛道 这事救众生说 若救佛说,佛欲救度众生 需对众生之恶明白了然 此事一任之能力中是 此非佛再行恶,更非佛性有恶 又或佛在接近众生恶行之事中而观基似教导恶为善 与众生杂处,以众生生化身视现 因此佛有显现杂染香的本性能力 此一非佛再行恶,更非佛具性恶 只是佛有能力献杂染香而导化恶境中之众生 可谓佛不断救度众生之愿力 却不可谓佛不断性恶 佛即清净法身体 可有暴化多生以形因缘 其可谓佛有性恶之巨 此时概念混乱的说法 此外,众生有恶,却要求行善 虽在杂染着世中当机导善 亦不得为其所染之事及世善道 更不得及鼓励所染之事之为可行 所染之事只尚未进化 但另有机缘在 故人担着于其世之中而已 但在可导善去恶的其他机缘中 即需力求正道 因此,即贪欲即佛道 并非贪欲行是佛道 而是就在贪欲行的当下 见其为贪欲而即制止之而去恶 从善而行佛道才是正道 因此佛与恶事的真正关系 实为以下三项 劝请为恶之人修行佛法 皆尽为恶众生劝请修行 对于恶行恶事如实理解 故而佛始终非 性恶 本具者 至于众生则未具成佛本性 却实处恶染积聚之因缘中者 六,实圣观法之观 实境 的哲学问题分析 智者大师在对于 以往佛教众多经论的知识系统 做出各种分析重组之后 他也在第七章 正修止观 章中提出了他自己的修行经验的知识整理 此即是 实境 此 实境 是修行历程中将便利之诸事 对于实修者而言实为最真实的经验知识的提供 以下先简述其文字 开止观为十 一,应介入 二,烦恼 三,病患 四,夜香 五,摩世 六,禅定 七,诸见 八,增上慢 九,二圣 十,菩萨 此实境 通能复障 应再出者二一 一,现前 二,一经 大品 大品 云 身闻人 一四念 触行道 菩萨出观色乃至一切种智 张张皆耳 故不为经 又行人受身 谁不应入 重担现前 事故出观 后发一香 别畏刺耳 夫五因与四大合 若不照茶 不觉分池 如必舟顺水 宁之奔奔 若其回溯 使觉持流 既观因果 则动烦恼因 故次五因而论四分 大 也 四大是生病 三毒是心病 以其等故 情终不绝 经大分 聚观 冲击脉脏 故四舌偏起 至有幻生 无量诸也不可称计 善善为弱 不能另动 经修止观 见并不亏 动身死轮 或善蒙故动 恶坏故动 善是受报故动 恶来则报故动 故次并说业也 以恶动故恶欲灭 善动故善欲生 谋惧出境 作诸流难 或坏其道 故次也说谋 若过谋事 则功得身 或过去习因 或现在行力 诸禅尽起 或未或尽 或横或数 故次谋说禅 禅有观之 因身协会 亦观于法 辟起诸道 邪便猛利 故次禅说剑 若时剑未飞 习其望者贪田 力顿二聚不起 无智者未正涅槃 小臣亦有痕迹 四禅为四果 大臣亦有魔来语迹 并是未得位的 增上慢人 故次剑说慢 渐慢寂静 先是小席 因静而生 身子舍眼 及其事也 大品 云 横煞菩萨发大心 若依若二入菩萨位 多度二胜 故次慢说二胜 若一本愿 故不度空者诸方便道 菩萨境界及其也 大品 云 有菩萨 不久行六波罗密 若闻生法 及其诽谤 多敏离中 此是六度菩萨尔 通教方便 为亦有棒亦 入真道不棒也 别教初心之有生法 事则不棒 此等息是诸全善根 故次二臣后说也 此时种境 始自凡夫震报 终至圣人方便 应入一境 长自现前 若发不发 横得未观 与久境 发可未观 不发何所观 又八境去震道远 身家防护的归震者 二境去震道境 至此为时不律无关 薄修极震 小鱼卷五大鱼 此 时境 时是具体功夫进程中 将真实发生之种种历程 主体自身在行各种 只观三昧之功夫进程时 将有具体经验中的各种挑战 各种困境的产生 这是真实实践中的知识 智者大师将知悉 实境 以逐一介说 作者以为 此一部分即是 磨合指观 中最为珍贵的知识 因为这一部分的知识 除了是经典有据之外 更且是智者大师 亲身经历的修正知识 更重要的是 实践经验的知识 是一切佛教理论的真实依据 是一切佛教理论之所以成立的最终保证 同时也是使得修行者 依经验知识所述之历程 而在实修中谨慎应对 而终能成功的实质屏障 此 实境 实为所观之境 是任一种修行法门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修者观察于自己身心状态 变化历程的十种时有境界 分别为 应介入 烦恼 病患 夜象 模式 禅定 诸见 增上慢 二圣 菩萨 观 应介入 是传统为时学的基本知识 一切众生以 应介入 而成其业力直具 应介入 是分析一切有情众生的存在实况的基本分析架构 观 应介入 清晰之后则对于修正活动便有注意 有情众生如果时觉原名 则从一 应介入 即知己身之所有液染因缘 以及可能的修正历程 即最终正物的境界 但是人在修行历程中的众生却无此能力 因此依修行历程便观以下诸境这才是最真实有据的修行经验 观 烦恼 竟当然是修行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经验 众生皆苦 即为众生皆有烦恼 有已经直接冲击身心的烦恼 有经观 应介入 而知己过之烦恼 种种烦恼即是众生有过之明症 即是过去生生事是因无名之欲而造业的结果所致 业以恶事向己轻逼则有烦恼 有烦恼则应知其所愿 去欲对质 不可更有恶欲而更加重业力 如此则烦恼中不可断 然众生性欲佛法智慧或可去欲断恶 若非 则恐以仇恨称怒心更造心业 因此去烦恼之方法亦需讲究 如此才有层层转静的结果 观 病患 静 是就着修行过程中以心法之锻炼产生色法之影响 而有实之的历程色法因心法之改变而受冲击 而至色法意随而改变 改变过程中对修行者而言及为以并幻境显现 这是一个在修行经验中的真实事件 理论的重点及在清楚指出 佛教世界观中的身心一体的客观知识 身心实为一体同构的结构体 彼此互动影响 身体结构状态反映心理染境状态 心理染境程度应修行而有所改变之时 身体强弱状态及相应的反映出来 这一个改变的过程即是患病的现象 因此修行一定伴随致病 病痛的对致意识修行的接次 因此所有修行者应以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病患 致病患如同致心意识修行境界的课题 观、夜相、竟是修行功力更加强化后才能得见的境界 修行者若非牵动更大的身心诸夜的视力时不易觉察 或一般人没有佛教因果业力观念者则更无法理解 只有修行者在细微的事件流动过程中的顺逆诸境进行查四 才可以自己觉知自己的素是业力在现实修行经验中的助力与阻力因缘 有助力无需喜乐 有阻力无需愿对 一切已经是业力显现的结果 对于当下的境界提升没有关系 修行者只有活在当下提升境界才是修行的唯一真意 所以业力的牵引不得作为仗道的借口 业力是以最公平的力量 业力不是他人所施逼的恶行 也不是他人所施语的恩惠 业力是自己所造作的因缘 虽然他可能显现为他人的阻挠 清灵 观爱 护持等等 但是修行者如能以夜相近 细观之 四察之 时皆是自己的造业所致 以夜相近观修行历程 修行者将能知夜感夜 心平气和 勇猛精进 观 模式 竟是修行者主体的改变已经牵动整个客观世界的燃禁因缘时所会发生的干扰事件 修行主体自己的身心实况时又与整体世界的所有众生及国土同其一体 因此个别修行者的自我亲近的事件时有澄清法界的作用 法界受到澄清时法界中的种种众生及受撼动 所谓模式干扰时指明确的外力的反抗 此事已非修行者自己的业力的缘故 而是法界中其他众生的业力迁然的结果 众生皆因习性而惯常的坚持执着 经修行者以自己的正量将澄清世间种种暗恶之行进时 其他众生的习性活动即受撼动而至不能继续执着于原有的习性生活结构之中 因此便以种种方式干扰修行者的修行活动 只要修行者放弃改变自己的修行实践 那么诸外力因缘即无需应受牵动而跟着改变 此即模式发生的原因 模式即为阻扰修行者因自正量而侵法界的巨大力量 模式的出现异症显示修行者的动能更加强大 但是模式的干扰力量却也非比寻常 因此将对修行者产生更大的诱惑 这又是更为细微的心念意志控制的考验 可谓境界越高考验越烈 通常一般凡夫及在此处就会堕道 这是因为外力又引力量确实发生作用的结果 模式以恶力相向则坏人行善气势 模式以利爱又引实则乱人向道星辰 凡夫不知以为福报 尽情享受人间欲乐之时 殊不知正为模式干扰的结果 因此于模式 静观静起修 实为更严峻的修行考验 接下来观 禅定 诸见 增上慢 二圣 菩萨 诸境 实为真有实证之佛 教修行中人将经历的诸种 皆次及其困境 皆次以成就为说 亦得以困境为说 禅定 以后知 二圣 菩萨 皆未成就 但是过程中自亦有其困境 诸见 即 增上慢 即是困境的显现 此二境修行者不亦查之 若能查之 即已通过一境界皆次 七 一念三千 知世界结构图示问题 智者大师于 摩喝止观 小于卷五大于谈 时圣观法 知 观不思意境 中提出 一念三千的哲学观念 一念三千 时事要谈在修行法门中的 止观 方法 是一个主体的修行境界的观法 但在多数研究天台学的作品中 都会直接将知当作天台学的 行上学 世界观 因此 三千世界 成了天台学为佛教所提出的一个世界图示 然而作者已为它并非世界结构图示 三千世界 是由 十法界 三世间 十如是 所构成 若要说及世界结构图示 则 十法界 即是 十法界 正是十个层次不同的世界图示 三世间 则不是 十如是 亦非世界结构概念 以下先引述 十法界 文在分别进行讨论 一 观心事不可思议禁者 此境难说 先明思议禁 令不思议禁 亦显 思议法者 小臣一说 心生一切法 为六道因果 三界轮环 若去凡心圣 则气下上出 灰身灭智 乃是有座四地 盖思一法也 大臣一鸣 心生一切法 为十法界也 若观心事有 有善有恶 恶则三平 三图因果也 善则三平 修罗 人 天因果 观此六品 无常生灭 能观之心 亦念念不住 又能观所观 悉是原生 原生即空 并是二圣因果法也 若观此空有堕落二边 省空智有 而其大慈悲 入假化物 实无身假作身 实无空假说空 而化导之 即菩萨因果法也 观此法能度所度 皆是中道实相之法 毕竟清净 谁善谁恶 谁有谁无 谁度谁不度 一切法昔如是 是佛因果法也 此知实法 礼仪浅身 皆从心出 虽是大乘无量四地所设 由是思义之境 非经止观所观也 不可思义进者 如华言 云 心如公化师 造种种无因 一切世间中 莫不从心造 种种无因者 如前实法界无因也 法界者三意 实数是能一 法界实所一 能所合称 故言实法界 又此实法各各因各各果 不相混乱 故言实法界 又此实法依依当体 皆是法界 故言实实界 云云 小鱼卷五上大鱼 实法界 护俱之说 对修行中的人 存有者是极具意义的 它呈现了 对于任何一位存有者的当下 存在处境的上下转进的可能性 即在其一念心动之当下 它的生命积聚的历程 即已去向了不同的法界的境界 因此即在人存有者的生活世界中 各种法界的存有者的生命姿态 都同时显现 多采多姿 工人品味 即升降自己 生命即在现世间去向或染或近的进程中 由于众生念念不断 因此这一个升降的进程就永不止息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动机心思 因此就必须十分警觉 贪欲即畜生 傲慢即阿修罗 恶念即恶鬼 凶残即地狱 岂可不甚 以下简述 三世间 文 实法界通称因入界 其实不同 三图是有漏恶因介入 三善是有漏善因介入 二善是无漏因介入 菩萨是亦有漏亦无漏因介入 佛是非有漏非无漏因介入 世论 云 法无上者涅槃是 即非有漏非无漏法也 无量易经 云 佛无诸大因介入者 无前久因介入也 经言有者 有涅槃常住因介入也 大经 云 因灭无常色 获得常色 受想行时亦负如是 常乐重踏及积聚意 慈悲覆盖及因矣 以十种因介不同故 故名五因世间也 懒无因通称众生 众生不同 懒三图因 罪苦众生 懒人天因 受乐众生 懒无漏因 真胜众生 懒慈悲因 大事众生 懒常住因 尊及众生 大论 云 众生 无上者佛事 岂与凡下同 大经 云 哥罗罗时 名字易 乃至老时名字易 雅时名字易 乃至果时名字易易 直约易 其实时差别 旷时界众生 您的不易 故名众生 世间也 十种所居通称 国土世间者 地狱一是铁柱 畜生一的水空柱 修罗一海盼海底柱 人一的柱 天一宫殿柱 六度菩萨同人一的柱 通教菩萨或未尽同仁天一柱 断或尽者一方便土柱 别缘菩萨或未尽者同仁天方便等柱 断或尽者一时报土柱 如来一常济光土柱 人亡经 云 三贤十圣柱果报 为佛一人居净土 土土不同 故名国土世间也 此三十种世间西从心造 小鱼卷五上大鱼 三世间 十世世间之三种认世角度 要说世间 即是意宇宙论的问题意识之言说 旧宇宙论问题意识说 世间 时 世间 之中即有 客观世界 之物质结构之知识项目 也有 存有着 类别之知识项目 也有 存有着 知知能知知识项目 应介入 本就是旧者 存有着 而说及其知能状态的 众生 即存有着 其有种种类别 即说者诸 法界 而说的各种存有着类别 国土 即说诸法界之物质结构状态 所以 三世间 十世旧者 十法界 说其物质结构状态的 国土世间 旧者存有着类别 说其存处于何种法界中的 众生世间 旧者诸法界之各别 存有着说其生命知能状态的 五蕴世间 五蕴 展开来 即是 应介入 所以 三世间 并非客观的三个不同的宇宙论意义的 世界 而是对于十种不同的 世界 分说其中之国土意义 众生意义 及五蕴意义 之各为何者 以下隐 识如是 文 又十种五阴 依依各具识法 未如是相 性 体 力 作 阴 缘 果 报 本末就静等 先总是 后随类是 总是者 夫相以聚外 懒而可别 世论 云 亦知故名为相 如水火相亦 则亦可知 如人面色聚诸修否 懒外相及知其内 习孙 刘相显 曹公相隐 相者举身大哭 四海三分 百姓荼毒 若言有相 暗者不知 若言无相 战者动解 当随善相者 信人面外聚一切相也 心亦如是 聚一切相 众生相隐 弥勒相显 如来善知 故远近皆寂 不善观者 不信心 聚一切相 当随如实观者 信心聚一切相也 如是信者 信以聚内 总有三意 一不改明性 无行经 称不动性 性即不改意也 又性明性分 种类之意 分分不同 各个不可改 又性是实性 实性即理性 即实无过 即佛性亦明耳 不动性符空 种性符甲 实性符中 精明内性不可改 如竹中火性 虽不可见 不得言无 碎 人 甘草 便烧一切 心亦如是 聚一切无因性 虽不可见 不得言无 以至眼观 具一切性 如是体者 主职故民体 此时法界因 具用色心为体质也 如是力者 堪认力用也 如王力士 千万技能 并故为无 并差有用 心亦如是 具有诸力 烦恼病故 不能运动 如是观之 具一切力 如是作者 运未建立名作 若离心者 更魔所作 故知心 具一切作业 如是因者 昭果未因 亦明为业 使法界业 起自于心 但使有心 诸业俱足 顾名如是因也 如是缘者 缘名缘由 住业皆是缘异 无名爱等 能润于业 及心未缘也 如是果者 刻或未果 习因习毒于前 习果刻或于后 顾言如是果也 如是报者 愁应曰报 习因习果 通明为因 迁后是报 此报仇于因也 如是本末 就静等者 相为本 报为末 本末 息从原生 原生故空 本末皆空 此就空位等也 又香但有字 报意但有字 息甲师舍 此就甲名位等 又本末 互相表致 拦出香 表后报 独后报 知本相 如见师之父 见父之师 出后相在 此就甲论等也 又香无香 无香而香 非香非无香 报无报 无报而报 非报非无报 意意皆入如实之计 此就中论等也 小鱼卷 五上大鱼 实如是 是就着 有情众生 之在于 一特定存在 处境中的 情态 所做的 生命资讯 的解析 实如是 本非明确的 印度佛学的 知识范畴 他是 纠摩罗 十亿 精实的 构作 而精致者 大师的 提取 而为 知识的 范畴 二 他的 知识的 基础 仍是 因缘 果报的 观念 是佛教 教义中 对于 存有者的 存在 处境的 认识 理解 的 架构 由 因缘 果报 而 更展开 知识 各界 说 范畴 一念 三千 是一念 终具 知三千 因此 实如是 作为一念 终具 的 意义 仍是一念 中的 生命 资讯 的 解析 架构 分析 存有者 以 五蕴 说 若为分析 存有者 的 当下 状态 则 更 稀 分位 实如是 说 所以 实如是 亦非 宇宙 论 问题意识 里的 外在 客观 世界 此外 一直得 议题 的是 实如是 中 对于 相 的 解说 部分 智者 大师 将 众生 于 相 中 所 透露的 生命 资讯 与 人相 学 做了 结合 的 肯定 这 就使得 人相 学 在佛教 哲学 中 取得了 知识 根 据 这 是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向来 命相 树 树 之学 在 如道 哲学 中 都难以 找到 理论 挂搭 的基地 反而 是在 重视 生命 资讯 的 佛教 哲学 体系 中 获得 理论 的 根据 八 一念 三千 之 不 思 意 境界 问题 借而 一念 集聚 三千 此经 验之 真实 耶 虚 妄 耶 智者 大师 吕吕 强调 一念 三千 作为 一种 修行 只观 的 教法 是 一 不 思 意 境 此事 何意 以下 先简述 其文 随后 再进行 解说 夫一心 具十法界 一法界 又 具十法界 百法界 一界 具三十 种 世间 百法界 集 具 三千 种 世间 此 三千 再 一念 心 若 无 心 而已 界 而 有 心 集 具 三千 一不言 一心 在前 一切 法 在后 一不言 一切 法 在前 一心 在后 既 横 从四 具 生 三千 法 不可 得者 应 从 一念 心 灭 生 三千 法 耶 心 灭 上 不能 生 一法 云 何 能 生 三千 法 耶 若 从 心 一 灭 一 不 灭 生 三千 法 者 亦灭 亦不 灭 其性 相 为 犹如水 火 二 具 不利 云 何 能 生 三千 法 耶 若 为心 非 灭 非 不 灭 生 三千 法 者 非 灭 非 不 灭 非能 非 所 云 何 能 所 生 三千 法 耶 亦 纵 亦 亦 求 三千 法 不 可 得 非 纵 非 恒 求 三千 法 亦 不 可 得 言 语 道 断 心 形 触 灭 顾名 不 可 思 亦 尽 大 精 云 深深 不 可 说 深 不 深 不 可 说 不 深 深 不 可 说 不 深 不 深 不 可 说 即 此 亦 当之 第一 亦中 亦法 不 可 得 曠三千 法 世 地 中 亦 心 上 具 无 量 法 曠三千 耶 小 于 卷 五 上 大 于 若 得此 亦 具 不 可 说 具 可 说 若随便 以者 应言无名法 法性 深一切法 如免法 法心 则有一切 梦事 心与缘合 则三种 世间 三千 相性 皆 从心 起 一性 虽少 而不 无 无名 虽多 而不 有 何 者 只 亦为 多 多 非 多 只 多 唯一 亦非 少 顾名 此心 未 不思 亦 敬也 若 法性 无名 何 有一切 法 应 介入 等 即 是 俗 地 一切 介入 是 亦 法 界 即 是 真 地 非 亦非 一切 即 是 中 道 第一 亦 地 如 事 便利 一切 法 无 非 不 思 亦 亦 亦 若 亦 法 一切 法 即是 因缘 所 生 法 是 为 假 名 假 官 也 若 一切 法 即 亦 法 我 说 即 是 空 空 官 也 若 非 亦 非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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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先做概念确定,不思议,是不应思议,还是非观思议。 其实这要从两方面说,从功夫上说是不应思议,从境界上说是非观思议。 智者大师于介绍三千法时先说了三千法是可思议法,从而展开知识上的铺陈,于是借而一心集聚三千,此事实为提醒修行者万法为心,一切心念造作影响深远,业力千染无远伏界, 众生心时是于一大法界中互动千流的主体,所以唯物修心才是实法。 至于就三千法的知识界说而言,它是一个动态的本体宇宙论的说法,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图示, 而是主体的心实所显现的主体自己的心实世界,这个心实世界的知识提示目的是为了作为修正活动的知识背景, 而由于它是主观的心实世界,因此在修正活动中它将不能作为指定的世界图示, 它反而应该被舍离解消至于不思意尽中。 三千,可收可放,唯心是一,多不多还可以再多,少不少还应该更少,故而是不思意尽。 所以从,功夫,说实,三千世界的知识背景并不作用, 作用的是心具万法的心实进化的功夫, 心实进化活动中是以其向空境为目的的功夫, 因此事不可以思意尽,不应该思意,不得进行思意的知识性活动, 否则在思意性的活动中一切情实浅然将复造作, 因而失去清净效果。 若就,说,不思意,之所以是,不思意,是因为,不思意尽,时即, 佛境界,佛境界,之所以是,不思意知境界,时因,佛境界,是以,空观, 为意境,以,空,为境界,即,无思意知境界,空,以不可说,空,以非观言说, 空,即,时相,自身,空,即,成佛者境界,之如如展现之全体, 故无可言说,无可思意,非观思意。 九,四西谈说,的理论意义 智者于说,一念三千,法门之后亦提出,四西谈,教法, 再度阐释心与世界的关系,以下先简引其文。 为四西谈因缘也,虽四具铭记,慈悲怜悯于无名相中, 假名相说,或作世界,说心具一切法, 闻者欢喜,如言三界无别法,为是一心造,即其文也。 或说原生一切法,闻者欢喜,如言五欲令人堕恶道,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祷令的见佛,即其文也。 或言因缘共生一切法,闻者欢喜,如言水银和真经能图诸色相,即其文也。 或言离生一切法,闻者欢喜,如言十二因缘非佛座,非天,人,修罗座,其性自耳,即其文也。 此四具即世界西谈,说心生三千一切法也。 云和为人西谈。 如言佛法如海,为性能入,性则道原功德母,一切善法由之身,如但发三菩提心, 事则出家境界具足,闻者生性,即其文也。 或说原生一切法,如言若不知佛,当于无量节堕地欲苦,以见佛顾,的无根性,如从依兰出身沾潭,闻者生性, 或说何生一切法,如言心水澄清,诸相自现,慈善根立,见如此事,闻者生性,即其文也。 或说离生一切法,如言非内观的是智慧,乃至非内外观的是智慧,若有助者先一犯至小性上不可得, 旷舍邪入症,闻者生性,即其文也。 世卫为为人西谈,四句说心生三千一切法也。 云和对智西谈 说心至一切恶,如言的一心者,万邪灭以,即其文也。 或说缘至一切恶,如说的文无上大会名,心定如的不可动,即其文也。 或说因缘和合至一切恶,如言一分从私生,一分从诗的,即其文也。 或说离至一切恶,我做到场时,不得一切法,空权狂小而,又度于一切,即其文也。 世卫对智西谈,心破一切恶。 云和第一意西谈 心得见理如言心开一解,或然得道。 或说缘能见理,如言须于闻之,即的就近三菩提。 或说因缘和合得道如快马见边影,即的正路。 或说离能见理,如言无所得即是的意,是的无所得。 世明第一意四句见理,何况心生三千法也。 佛指静静,不再因缘共离,即是帝是第一意也。 又四句句皆可说,说因一事,缘一事,共一事,离一事。 若为盲人说辱,若被,若莫,若雪,若喝,盲文珠说极的解辱,即是帝是第一意地。 小鱼卷五上大鱼。 说,西坛,实集说,教法,是佛为广度众生提出的普遍性的修行法要,教法,这则是从理论到实践皆含设在内的一理。 以下讨论的重点不在,西坛,概念而在以,西坛,分为四项而说的理论意义。 首先,四西坛,为,世界西坛,为人西坛,对质西坛,第一意西坛,其中每一个,西坛,都以,自心,因缘,自心与因缘和,自心与因缘离,的四句式的言说种 进入而说各种修行的知识结构。 如果这四种主张各异的句式都是实相真理的显现,也都是修行所具的法门,那么这是不是矛盾呢? 医治者之意就是这是不矛盾的,这其实就是修行者在面对本体功夫的终极其向上因主体的知能染尽境界之差异而得有的不同境界的认识观点并具以为修行的依据。 自心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修行的外部认识,终极的认识终究都是班若空观一箱而已,关系只是一个说法,是一个导向修行的知识体点,体点主体的意志推动的念头,念头指向都仍是修行佛道的事业,因此心,缘,和,离四路命体 只是知识的表面形象,藉由四具的任何一具以适应任何层次的众生心时而教导修行,众生在某一具世中有一种心时知能染尽的程度,进行了这一程度的修行之后认识的境界自然会上扬, 然后就可能跳上另一层次的认识具世中继续其修正的活动,因此四具虽皆不同却皆可用,但是以众生之意当下应只在一具世中可领会,此意志者大师所希望的直接修行之要求, 并且以原容智慧而调识上岁,此,西坛,四具世的知识意义问题之解析 其次,西坛,以,世界西坛,为人西坛,对治西坛,第一意西坛,知西分为四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几种不同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研说进入, 每一,西坛,本身内部的四具世之差异是对于修行者认识境界的实质差异的西分,而,四西坛,的四种进入本身却是,叫法,的不同进入, 以及谈论修行知识的不同角度,进入虽有不同,知识却是相同的,宗旨也是相同的。 以下即将这四种知识言说角度所依据的问题亦是予以阐明。 其中,世界西坛,是,本体宇宙论,的说,为人西坛,是就者,人性论,的说,对治西坛,是就者,功夫论,的说,第一意西坛,是就者,境界论,的说, 四西坛,各四具世共十六具世,每一具世皆是作为提点修行的知识说明。 世界西坛,中的四具世是从世界世新所造,一元所造,一新元共造,一离新元而有此世界之三千法者,结论都是提供修行者去进行佛道修炼, 但是,知识的重点都是落在三千世界之诸法之如何而造知识上做说明的。 所以我们说,世界西坛,是从,本体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上去整理四具世的知识命题从而作为修行要求的知识依据的。 为人西坛,谈论善法智慧之学佛信心是由自信而得,意愿见佛而得,意愿自信见佛和和而得,意离心佛而自身信者,此事就, 人性论,问题中之善跟显现之所具问题而言说具性之后之应如实修行之事业的。 对至西坛,谈至恶之具是心智,是原智,是和和智,是离而至一切恶之事,所以是一个,功夫论哲学,的问题意识。 第一意义西坛,谈如何见理得到的问题,是心见理得到,原见理得到,和和见理得到,离而见理而得无所得。 从得道问题切入即是一,境界哲学,的问题意识的进入。 所以四种,西坛,都是修行教法,指其借由不同哲学主题而未分说。 最后,诸具是皆是修正之徒,十六具是一一道盲入名,不论俗地不论真地皆是成佛之道,如此意见得智者大师对诸佛教经论的终极意识的掌握之全面融通与透彻入理。 将,四西坛,知识系统运用于修正活动时,教导者及的随众生根性而相应提点,而修行者则应于入手一路直结上扬层层上进而至真俗圆融。 小节,磨合指观,所述观念众多,所设者学问题更多,本文仅就作者所理解部分进行探究,所疑问题上多。 以以上引文录自,中华电子佛点线上藏经格,HTTP冒号双斜线CCBSMTUFUTW斜线SBETA斜线Result斜线IndexHTN。 2. 参见,磨合指观,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画版第56集,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9月出版,页237。 3250-784-762 OK 9 Text 斜线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 15.50分14秒 GMT28-20343 F-1328 C, 495-114 BID 751180 003 HITS 578476,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5. 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 6.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6. 首页,向上,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大臣大义张探究,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6.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摩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大臣起性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7. 起性论完整版,伦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天台宗学派纲要,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7. 档案下载 8.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8. 华泛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8. 摘要 8. 本文讨论,金刚经,经文的哲理意义,提出,无相境界,作为,金刚经,经文的最核心哲学命题, 8. 说明,金刚经,是旧者成佛者心境展现时之心态而为言说,并说明,金刚经,经文中实时出现的三句意之意里格式, 8. 第一句意味之事上说出一命题,第二句意味操作功夫之要求,此一要求乃依据,无相境界,而作,不住身心,之功夫要求者,第三句未在经历了前一句的实作功夫之后,则主体即如实地承担了该命题的真实境界。 本文首先说明,金刚经,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与命题意涵,其次说明,无相境界,的种种知识意涵,最后并针对若干重要文本进行意理书解。 金刚经,金刚经,经文中明显否定一切相,一切果位,却又大谈功德,福德,经文作为佛所说法的内容,自是亦有所指,所指者何? 这正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本文以,无相境界,标题,即是指出,金刚经,经文命题的问题意识, 亦即是就者成佛者境界在展现境界时的主体心法状态之事为亦无相状态之主张而言说, 此一言说既是符合班若本体作为实践主体的实践其项,亦是班若本体作为主体展现的境界意涵,本文即将就者这样的理解进行陈述。 关键词,金刚经,功德无相境界佛菩萨。 一,前言。 金刚经,作为禅宗重要典籍及及民间佛教信仰活动中的重要经书, 当然是中国大臣佛教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佛经, 佛教民间信仰强调他的福报灵验,禅宗祖师关心他的修心方法, 这都是使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大放异彩的关键事件。 为何得以如此? 关键即在,金刚经,的义理形态问题上, 他所显现的是班若心法在成佛为境界上的展现, 即是佛教境界哲学的课题, 他在语句的表述上固然与一切佛经之所说皆是成对反, 然而这却正是班若心法的主体展现的境界状态, 他与佛教哲学的其他重要义理都是相通相容的。 更因为此,金刚经,忠感于大谈功德, 也得透过修行活动而实证功德, 因而在宗教活动中,一直受到信教者的依赖。 金刚经,经文中的佛所说法, 作为这个佛教知识体系发展历程中的结尾之说, 自有其自身之问题意识, 也就是有其自身相应之基本哲学问题, 但就着整个追求价值的知识系统而言, 却也必须相应一致于其他知识体系的命题意理, 因此虽有文字表面的意识冲突, 然其真正意理世界仍然必须是一致的, 本文即将展示这个意理系统的一致性, 从而更准确地解说, 金刚经,文字的真正意理。 本文之进行, 将首先理论性的将, 金刚经, 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与主要命题意识做一番整体的铺陈, 其次将说明, 无相境界, 的知识意涵, 最后将集经文意理的全解, 再一次明确化本文为, 金刚经, 所提出的命题意涵。 二, 研究方法。 本文将以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分析为入手, 一方面解说, 金刚经, 经文的理论意涵, 另方面说明, 金刚经, 意理在佛教哲学体系中的意涵定位, 工作目标在提出, 无相境界, 作为定位, 金刚经, 思想的最核心哲学命题。 金刚经, 经文作为佛最后所说之大成经典之一, 自然是预设着佛所曾言说之所有观念, 与知识, 佛所说者是一世界观, 一价值观, 一实践方法, 一理想境界者, 以及是提出一套关于世界真相的客观知识, 从而建立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念, 并且提出修正的功夫进入, 以及说明成佛者境界的主体状态, 如此一来, 这套关于实践价值的哲学知识体系便是安置在几层不同的基本哲学问题体系中的发言, 作者即以本体、宇宙、功夫、境界、四方架构论之, 以此一、基本哲学问题、架构作为分析佛教哲学知识体系 以及区分各经典所说内含义里的说明体系, 正有助于离清佛教哲学知识发展历程中的诸多不同知识系统的彼此关系。 三、金刚经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与主要命题意涵。 金刚经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即是境界哲学, 所谓境界哲学, 即是旧者修正的项目在身心的状态中说明其已经成就的状态, 这个状态的说明是对准实践主体的状态的说明。 这个状态的说明有身心两路, 分别依据着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普遍知识命题而论述, 宇宙论进入述说主体的身形相状以及所住国土世界的色法四大的情况。 本体论进入述说主体心境的自触态度, 以及主体对待一切社会世俗事件及修正尘图之种种经历的心理状态。 就《金刚经》的行文内容看来, 它主要是针对成佛者的本体论进入述说主体对待一切事件现象的心态, 以心态呈现这个境界, 即以主体自振兴进言说这个境界状态。 境界哲学, 作为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是述说主体的状态, 而主体又在进行修正活动, 活动中主体境界持续提升, 于是这种种阶段历程中的主体状态就都是境界哲学陈述的项目, 可以是述说初级境界、中级境界, 也当然可以是述说最高级的境界状态, 如凡夫、 阿罗汉、 生文、 圆觉、 菩萨、 佛等。 就佛教哲学的本体论而言, 佛教哲学是不主张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的, 不论是主体自身意或外在世界, 都没有永恒实在性, 都在一个沉住坏空的变化历程中, 所以现象界中一切事项其存有真性是空, 这是言说空观的初语。 本体论作为一个讨论佛教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 是要谈论作为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问题 以及这个终极意义本身的存有特性问题, 这个终极意义即是一个, 法,这个,法,的内涵是, 般若, 亦即是, 空, 这个法的存有特性则是, 金刚经, 此经正在谈论的重点问题。 空, 这个, 法, 的存有特性是各本体论的问题, 但是佛教本体论一如如道两家的本体论哲学一样, 是各主体的自正心境, 以及以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作为主体自身的生命追求目标, 从而以主体的实践来呈现这个终极意义, 因此这个, 法, 的存有特性就落实在主体的实践心境中来谈, 法, 本来只是一个意义, 法, 并非一个现象世界中的实有物, 法, 却是在修正主体完全显现, 法, 的实意识展现在修正主体的心境中, 因此修正主体的境界即是言说本体的存有特性的地盘, 成佛者的主体心境即是般若本体的存有特性, 本体论的存有特性问题在主体的展现境界中论说, 就宇宙论说, 天地万物中时无有一具体现象是这个, 法, 反而是天地万物的所有现象在修正者主体的对待中皆显现为是一个具备着这个, 法, 的终极意义的存有, 于是在成佛者心境中, 以般若空观这个法作为自正心境的内涵时, 这个主体对待一切事项的心态应为何者呢? 本体意涵既然是空, 对待心态就必然是, 一切无相, 无相, 是说, 境界, 无相境界, 是主体对待一切现象应有的智慧心境, 无相, 是主体境界的展现, 展现着主体彻底实现般若空会实在社会世俗及一切修正成途中的心理状态。 这个心态就是对着一切现象不尽行情时执着的无相心态, 非无现象, 亦非无现象的认知, 只是无对待现象的价值态度, 无对待现象的价值态度时主体自己就不会千禅杂染在业力因缘中, 这既是成佛者的境界字况, 这也可以是学佛者的最高功夫心法, 此一以境界为心法的功夫自是日后禅宗师弟子间的学习重点, 即唯一, 应魔所著而生其心, 的功夫, 此集, 金刚经, 经文所述命题的知识意涵。 四, 金刚经, 无相境界的知识内涵。 金刚经的知识表述重点有三, 其一位对于无相境界的陈述, 其二位对于无相境界作为功夫心法的实践方式之要求, 其三位对于金刚经功德的陈述。 首先, 对于无相境界的陈述, 即是一切相近是非相, 之陈述, 一切相近是非相, 本来就是般若观念之实义, 本来就是空观之实义, 此一, 一切相近是相近是非相, 存在不采执着。 不采执着, 资讯意义上知道现象, 但在感受活动中却能不执着于现象, 包括这个不执着的智慧也不应仅仅意识着不放, 因此, 因此, 金刚经, 经文中出现着大量的此类命题, 例如, 十无众生的灭度者, 无有定法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十无有法名阿罗汉, 如来摩所说, 如来不应以聚足色身见, 十无有众生如来度者,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坐如是观, 以上命题一级为, 金刚经, 知识内含之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 当我们说班若空观是佛教本体论哲学的最终命题时, 我们即是说佛教哲学体系中对于现象世界及一切事物的中心, 及意义判断是将之断是为, 空, 以及, 皆无永恒时存性, 非无此一现象, 事件, 以及感受, 而是此一现象, 事件, 以及感受的意义是空, 之所以是空, 是因为本来一切皆无, 并且虽然现在有了, 它也不会永存不灭, 因此心理上对于这一切事件, 现象, 以及感受的态度就不应执着, 此即, 诸法皆空, 命题所陈述的知识意义, 意味般若空观的真实意涵。 然而, 说, 诸法皆空, 只是说即诸法在意义上是空, 至于在知识上对于诸法人应有所说明, 说明诸法在现象上的存在实况, 此即是佛教哲学知识体系中的宇宙论知识部分, 万法为实, 即是此一问题意识下的知识主张, 三, 万法为实, 这一命题所负担的知识责任即是对于, 本来是无, 后来却有, 虽有而只赞有的现象, 事件, 以及感受, 种种等等之, 法, 做存在性问题的知识说明, 这个存在性的知识说明却将之说成了时, 依时而存在, 的存在, 即是, 万法为实, 之意, 此意及大臣有宗, 为实思想, 之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之定位, 万法既然是依时而存在, 于是关于万法之知识分类即得以作为意识活动的种种, 层面而分类, 如, 五位摆法, 四, 之知识架构之提出者, 或以实心主体的感知机转位分类, 如, 八十, 五, 观念之知识架构之提出者, 或以这整个现象知识之出现的哲学意义做区分, 如, 三字性, 六, 知识架构之提出者, 作者以上的陈述即是要说明佛教诸知识体系的知识定位, 这些知识项目并非就着同一问题而提出不同的哲学主张者, 如, 空宗, 知说空极, 有宗, 知说友极, 珍藏, 知说佛性者, 这些知识项目其实是针对整个价值追求活动的种种不同的知识面向进行知识的建构的。 般若, 教带终极判断问题, 以及是最具智慧的意义认识观点, 为时, 教带现象的组成, 以及是提供客观的世界观宇宙论知识架构, 说般若为空, 以及说为时为有知识, 并不须及在此空, 此有处进行意指之真辩, 说空是说意义, 说有是说现象, 现象是时因时而有一切法, 然而此时是时起于无名或未起于便既直于是主体, 与主体所活动的世界整个是自我构作的结果, 因而为之为意虚妄的境界亦可。 而此意义整体世界是意虚妄境界的认识即是意针对本体的认识, 即空的认识, 即一切现象的意义是空的认识。 以此观念为基础来谈修正活动时, 回复那个为起便既直, 为起无名心的本来状态, 即是修正方法的知识意义, 因而修正活动即是就着主体心时的一切自以为是的种种现象, 事件, 感受进行划除的工作, 划除时心所构作的种种情职, 种种情职因着无始以来的历程而形成强大的习惯性束缚, 划除时心情职即划除束缚, 划除束缚即解脱, 所以佛教哲学的修正活动意味意解脱意义的活动, 解脱此意修正主体于无始以来的种种时心虚忘情职的束缚, 回复意本来清净的状态。 此意本来清净的状态自身意味意哲学基本问题, 此即佛境界的哲学问题, 此即真常系诸经论所谈一题之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定位, 此意回复运动的理论可能性意味意基本哲学问题, 此即主体功夫的可能性问题, 此意问题一方面诉诸主体自身的存有性问题, 就人存有者而言即是人性论问题, 就佛教哲学所主张之众生皆有佛性而言即是佛性论问题。 佛性问题就在众生心实结构中的储藏一切种子的阿赖耶实概念中说明, 或以如来藏一说之或以心真如一说之, 或另立第九识阿摩罗识说明等, 此皆为其中有成佛之可能性者。 佛境界问题就在法界观念或涅槃观念等概念中做知识交代, 此一知识交代是在交代它的入涅槃, 变法界的存在性问题, 此一佛境界的存在性问题的知识交代说明了此一境界存在的实际情况, 这是一个更属于宇宙论静路的主体境界问题及对于主体的最高级存有状态的存在意义的知识陈述。 以上这些问题分别在诸种佛经中纷纷呈现, 然而,这一个宇宙论静路的境界哲学问题仍然不是金刚经经文所述的问题亦是金刚经经文中所处理的哲学问题是此一成佛者境界在展现时候的心态说明, 即此一佛境界在展现时的主体心实状态问题。 佛性存有者在展现自我时必然是全然彰显般若本体的心实活动状态者, 主体本来因为情境的执着而经历种种生命历程而受习性束缚于种种自我构作的执着心境中, 现今当一切自作束缚之心境全然解脱之后,主体的活动意义为何? 这是一个更属于本体论静路的佛境界哲学问题, 本体论论究一切为时所变的现象世界的终极真意, 现象世界的成立缘由由三性说说出现象世界的终极真意即此三性说中之原成实性由为时学的现象知识进入说之即此原成实性意, 由班若学的本体观念进入说即是一空性智慧当主体对准空性智慧而展现成佛者境界时, 主体的心实活动在做着怎样的活动呢? 此集,金刚经,经文的主要思路 无相境界,即是此一问题的答案 无相境界,即是主体在进行了划除心实执着之后的最智慧的自由任运的心实状态, 所谓自由即是不受现象,事件,感受的侵扰, 所谓侵扰即是主体自己对着现象,事件,感受进行认取的立场, 此一认取立场一出,主体即伴随着现象,事件,感受而束缚了自己, 使主体自己即很久地处在虚妄的现象世界中流转, 这一切的立场皆因主体的认取心力而构成, 撤销此一虚妄立场之后即应无任何认取心实, 无任何认取心实,即是一,无相境界,的心理状态, 无相境界,即是主体成佛境时的真正展现状态, 此一展现状态并非就着宇宙论知识意义说者存在的情况, 如涅槃观念或法界观念之所应说明着, 此一状态展现是就着主体作为一正在活动中的存有者的真实活动心态而说之展现者, 所以是一个本体论观念意义的境界状态之展现, 此一展现即是展现出主体之不对一切现象、事件、感受进行认取心的心态。 此一,无相境界,因此将一方面作为成佛者活动时的心态描绘而为佛教境界哲学的本体论进入的观念说明之一, 另一方面更是作为一切真实学佛者真正应该效习的学佛心态。 因此我们说, 金刚经, 所述重点一方面是本体论进入的境界哲学, 另一方面是境界哲学进入的功夫心法。 前者是叙述佛境界的心法状态, 后者是提供学佛者的最终最高级阶段的功夫心法。 两者总为, 金刚经, 经文所述之知识意义之重点。 这个知识重点的陈述为何如此重要? 关键即在佛教徒修正历程中的, 法障, 所谓, 法障, 即修法中的阶段性我值, 修法即是去除我值, 除去意我值的意成就之后又会对这个成就产生执着, 我值一出, 即负跌入认取新时中, 即负陷入虚妄世界之生命流转中, 修正者于修正途中的异果未及或喜感, 此一喜感亦出即为意我值心时, 事故总说为,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无有定法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实无有法名阿罗汉, 如来摩所说, 如来不应以聚足色身见, 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 一切有谓法如梦幻泡影, 如漏意如电, 应作如世观。 实际上旧者知识的脉络说, 一切果位确实发生, 因此确实有佛, 佛确实说法, 确实说法度众生, 确实有众生的灭度, 确实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佛确实有三十二相八十重好, 佛确实装严了国土, 菩萨确实有大功德, 然此种种皆是旧者知识来说, 知识事实, 但旧者事实知之来理解其展现于存有者的状态而言时, 一切正佛境界即只是一, 无相境界, 而已。 说, 无相境界, 只是就着主体对待生活经历的不认取之心态而说, 并非说一切现象, 事件, 即感受作用的不存在, 或不出现, 主体其实是依然处在种种纷纭扰嚷的现象, 事件, 感受中, 只是此一最高修正心法的操作者, 对境无相, 而已。 我们说修正功夫是其向者本体的心理活动, 此一其向是否极为有相? 事实不然。 佛教哲学本体论观念以盘若空性为终极意义, 其向本体及其向空性, 其向空性就是, 对境无相。 在从现象之事的进入言说, 现象中的一切相来自主体虚妄拾取的结果, 一切相指示主体自作之相, 修正活动正是撤销此些虚妄构作之相, 撤销虚妄之相而进入之清净之无相境界的活动却并非向着某项之活动, 反而是去向无相的活动。 因此, 金刚经, 经文可以说,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作如世观。 同时, 一切修正者皆在自己的有畏法的现象世界中自作撤销的对境无相的修正活动, 此即一无畏法的活动, 一切无畏法的活动却都在个别主体的有畏法历程中进行, 故而经文未知, 一切圣贤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作为成佛主体的境界展现时的心态作为, 也将同时作为修正者求学成佛时之功夫心法, 无畏法, 既是主体境界亦是主体功夫, 应其为佛之境界, 故其为学佛者之功夫, 此一功夫由, 应摩所住而生其心, 说, 简说之极, 不住身心, 功夫。 金刚经, 经文前段皆为宣扬佛自身之, 无相境界, 后段即为说明求正佛道正, 不住身心之修法。 并且此一修正心法更是为求, 最上臣佛道者之心法, 因其本就是以佛成自身之境界心法为其象的。 金刚经, 经文艺术说以, 金刚经, 经文所述方法进行修正者之修正佛德是最大的佛德, 此中有二亿。 其一为以, 无相境界, 为修心法要时, 主体自身心法中不能有丝毫功德福德之系念在, 如果有此系念, 即是坠入我之, 此其一一。 其二, 以, 无相境界, 修法之福德远大于其他一切功夫所能得者之福德, 这是因为求正佛道即是达至无一切我之心时构作之绝对清净境界者, 无相境界, 正是此一境界之本身, 故而以, 无相境界, 而修正是直达最高境界之修, 境界本身即是最高福德, 无此福德一念即是得此境界, 得此境界才是真福德。 故而依境界说, 要说无有福德, 依知是说, 要说大有福德。 《金刚经》, 经文中叙述, 《金刚经》, 即是佛法本身, 甚至即是佛之自灵, 此意为何? 佛以佛法而为佛, 佛法以盘若为忠义, 般若以, 无相境界, 为真实, 《金刚经》, 述说这个真实, 任何读诵, 受持, 为他人说者即的自身以佛境界而自灵, 所以修正者对于, 《金刚经》, 得即是为佛之灵在, 故而修者应理尽之, 事实上一切佛所说经皆为佛之灵在, 修正者时皆应理尽之。 《金刚经》, 经文中叙述说不得以色法见佛, 这是因为佛以, 无相境界, 自灵, 修正者意应以, 无相境界, 灵佛, 故而经文中述说, 若以色见我, 以阴身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佛非无形象, 佛非无阴身, 佛非不说法, 只当修正者以最上乘道求学佛心时, 而人执着以见佛, 听佛为侍者, 实为陷入有相执着之中, 自身复够作亦虚无知境界, 故而是, 人行邪道。 五, 《金刚经》, 经文义理书解。 以下将针对, 《金刚经》, 经文中涉及, 无相境界, 及, 不住身心, 相关义理之文具进行义理书解, 一方面作为前段知识命题的文本依据, 另方面对于若干重要知识命题作细节铺陈。 文选的考量以能阐述本文所关切的基本哲学问题为主, 并视作若干段落区别以便于讨论, 若于义理上已多有重负者即不再列入。 一, 菩萨应无灭度众生之心想。 佛告须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 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软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相, 若无相, 若非有相, 若非无相,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的灭度者。 何以故? 须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七, 菩萨之事业已灭度一切众生为事业, 灭度之即使之成佛, 此为大臣菩萨道精神, 亦为职责, 亦为功德, 亦为菩萨成佛之条件。 当然这几乎是一个无尽的历程, 但这也正是大臣精神可贵之处。 本文实质要求菩萨灭度一切众生, 却又对菩萨之心境要求其需进入, 时无众生的灭度, 之心境中, 此中有二亿, 其一位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说不说其灭度时不增不减, 此要求于菩萨应有之认识之一其二位菩萨之灭度事业时为菩萨成佛之本怀事业, 本来就该如此行止, 说与不说依然不增不减。 更有圣者, 菩萨既念灭度众生之卦心时为一多余之情直, 时为仗道之我慢心, 时为生起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之我之心, 故而菩萨不应做如是相, 此即, 金刚经, 无相境界, 之时矣。 此意为, 金刚经, 罪和心意, 后闻人将再树枝。 二, 菩萨应行不住相不失。 父次, 虚菩提, 菩萨于法, 应魔所住, 行于不失。 所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身, 相, 味, 处, 法不失。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Under score, Under score, Under score, 虚菩提, 虚菩提, 菩萨无住相不失, 福德义父如是不可思量。 虚菩提, 菩萨但应如所交住。 本文要求菩萨于行不失行时不应住相, 不失行即救度众生行, 住相即有心不失, 有私我心不失, 有我慢心不失, 有要求性的不失, 此种不失附堕情障, 故要求菩萨不应住相不失, 色身相为处法及诸相之凡称。 菩萨不住相不失即有真福德, 且福德不可思量, 此福德非情直之福德, 此福德时即佛境界之助位之时事, 佛果位时为最大之福德, 不住相行就度方可入佛位, 故不住相不失之福德不可思量。 三,如来不可以身相见。 虚菩提, 于亦云合,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不也, 世尊,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何以故, 如来所说身相, 即非身相。 佛告须菩提,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本文述说佛境界之存在性真, 此存在性真赋以主体本怀之心境未真, 本体论境路之境界言说是无相, 宇宙论境路之境界言说依然无相, 此佛教哲学于最高境界之佛位之统合本体论境路与宇宙论境路之存有性特征。 佛性存有之存有性真不可以形象北, 从宇宙论境路言之, 佛果位之四大色法不以定法未现, 从本体论境路说, 佛果位之心境不以任何心态未定位, 佛果位之存有性真既无身相亦无心相, 有相即有限定, 无相即全伏自由。 佛果位如此, 修正者于实佛活动时意应以此存有性真实佛, 故而不得以身相的见如来, 此即佛境界之存有性真之展现, 此意修正者之修心方法之奇象。 四、如来已无我相仁相众生享受者相畏无相境界。 须菩提摆佛言, 世尊, 婆有众生, 得文如是言说张句, 生实信部。 佛告须菩提, 莫作是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张句,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当知世人, 不予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 文士张句, 乃至依念身尽信者, 须菩提。 如来西之西见, 是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 何以故? 是诸众生, 无妇我相仁相众生相受者相, 无法相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相, 则者我仁众生受者, 若取法相, 急着我, 仁, 众生, 受者。 何以故? 若取非法相, 急着我仁众生受者。 是故,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是亦故, 如来常说如等比丘, 知我说法, 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本文述说, 无相境界, 知难能可贵, 以及, 无相境界, 知无相之矣。 无相境界, 实为主体修正之心境成就境界, 依据佛教轮回生命观而言, 此一存有特性之获得实为众生主体于长久生命历程中之善体善听善修而累积而得, 故而如因听闻此法而当下生性, 实为多生多结之善修正量而得者, 故而言其难能可贵。 当知是人, 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 无相境界, 即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者。 我相, 为思我想之情直, 人相, 为对立于思我想之人我区别二分之情直, 众生相, 为依于思我想而隔别于一切众生之小我想之情直, 受者相, 为思我执着于所住世国土之久住情想之执着, 此种种相皆为思我想之直者相, 一切, 相, 一切, 法相, 一切, 非法相, 皆依于此种种思我想之情直, 事故不应, 取法, 义不应, 取非法, 取法, 为思我于修正功德上之执着, 取非法, 复为一更细为之修正功德之执着, 无相境界, 即要求去一切向之执着, 因此修正成途中之一切境界功德皆次之法与非法相接应去除, 行一切行而不住一切相正事, 无相境界,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耶, 如来有所说法耶, 虚菩提, 如我解佛所说亦, 无有定法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非非法, 所以者何, 一切贤盛,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本文正面否定如来有,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之意即如来, 有所说法, 之意, 此时, 无相境界, 之标准意里表述格式, 从知识上说, 如来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之最高觉悟者, 从文化历史上说, 如来亦于一切经典说法度深, 说无此二事实为旧者如来境界展现时之自身心境心态之意说者, 此即为, 金刚经, 是境界哲学进入之说法格局者, 境界哲学是旧者主体自正境界而言说, 此境界之本体论意含及宇宙论意含者, 主体以其最高正量成为存有界最高原理字体, 主体心境的展现姿态为本体论所述, 主体存在的现象情况为宇宙论所述, 从本体论境路之般若空性而说, 一切法非可定之, 故而就如来所正之最高正量境界亦无从定之, 非时无此境, 而无此定之之时境, 故而为之, 一切甚弦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以无为法, 即展现般若空性之本体境界, 有差别, 即诸佛各有大事因缘, 随顺所结缘世界而行无量无边救度事业, 故然有无上正等正觉之境界成就, 然无有所成就境界之定相, 无有所说法意含之定言, 唯有一持续救度之永恒活动者在, 此,金刚经, 无相境界之最终要义, 六, 成佛为才是最终福德, 虚菩提, 于亦云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失, 是人所得福德, 您为多不,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何以故? 是福德, 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若富有人, 于此经中受持, 乃至四句记等, 为他人说, 其福甚比, 何以故? 虚菩提, 一切诸佛,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虚菩提, 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本文以, 无相境界, 知究竟义, 即诸佛成就佛为知究竟义, 既然是究竟义, 受持者为他人说者, 即是行此究竟义者, 行此究竟义者即是真行佛道者, 诸佛之初是, 诸佛成佛之法之成立, 皆立于此最终, 无相境界, 知义, 此义即知一切佛法, 却在功夫中不止一切佛法, 而于境界上时正展现一切佛法, 展现者即正佛者, 佛为当位最终福德, 故祈福不可圣祭。 七,阿罗汉等四圣果位义不应住的果位乡, 虚菩提, 余异云和, 虚陀还能做事念, 我得虚陀还果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虚陀还名为入流, 而魔所入, 不入色身香味处法, 世明虚陀还, 虚菩提, 余异云和, 思陀还能做事念, 我得思陀还果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思陀还名一往来, 而十五往来, 世故名思陀还, 虚菩提, 余异云和, 阿纳汗能做事念, 我得阿纳汗果不, 虚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阿纳汗, 若阿纳汗做事念, 不说虚菩提是乐阿兰纳行者, 以虚菩提时摩所行, 而明虚菩提是乐阿兰纳行, 本文旧者四圣果位之德位诸位而不执者的位诸位相说, 无相境界, 一切的位者于果位不应执着, 佛于无上正等正觉之果位皆已不能执着, 何况四圣果位, 的果位者如有执着即为于相执着, 与有相处执着即堕此果位, 由此可见一切果位无定言, 一切果位未皆仁是修正成途, 修复又修, 即便是成佛境, 亦不断就度事业, 故而一切涅槃亦时无涅槃, 非无正量, 而无相可执, 身相即执, 执即非正, 故而一切正量虽可从存在处赞说有正有位, 但于本体境界上说即是无正无位, 八, 如来支不住身心功夫, 佛告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习在然登佛所, 于法有所得不, 不也, 世尊, 如来在然登佛所, 于法时无所得, 须菩提, 于亦云合, 菩萨庄严佛土部,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庄严佛土者, 则非庄严, 世明庄严, 世故须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 应如是身清净心, 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香味处法身心,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本文以佛国为之, 无相境界, 说菩萨修行心法意应, 不注身心。 从知识境路言, 佛于然登佛所时有所得, 诸菩萨以其清净行意识庄严诸佛土, 但从主体心境言, 其般若空性智慧者, 应于一切相不住相身心, 故而言佛无所得即菩萨无庄严国土, 应一现有所得之心即有所庄严之心即为这相之行。 此一, 无相境界, 随即转位, 不注身心, 知功夫要求, 诸菩萨即被要求以, 不注身心, 修心, 即经文所述之,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此即本文所谓知主体的本体境界即为修正者的心法奇象。 九, 众身奉持, 金刚经, 有大福德。 虚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须弥山王, 于亦云河。 视身为大部。 虚菩提言, 盛大。 世尊。 何以故? 佛说非身, 是名大身。 虚菩提。 如恒河中所有沙树, 如是沙等恒河, 余亦云河。 是诸恒河沙, 名位多部。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但诸恒河河上多无数, 何况其杀。 虚菩提。 我经时言告辱,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七宝满耳所恒沙树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不失, 得福多部。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佛告虚菩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 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聚迹等, 为他人说, 而此福得, 甚浅福得。 副次, 虚菩提。 随说世经, 乃至四聚迹等, 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 人, 阿修罗皆应供养, 如佛塔妙。 何况有人, 竟能受持, 读诵。 虚菩提。 当知世人, 成就罪上第一稀有之法,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未有佛, 若尊重弟子。 而时, 虚菩提摆佛言, 世尊。 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虚菩提, 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密, 以是名字, 如当奉持。 所以这何? 虚菩提。 佛说般若波罗密, 即非般若波罗密, 是名般若波罗密。 本文重负宣说, 金刚经, 无相境界, 知功德广大, 甚至以是经为佛塔妙, 是经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只是以此经及佛本心本怀之中意, 并未受持, 读诵者即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者。 大臣中意即以盘若为本体, 即以无相畏境界, 并以不住为功夫, 行者行此当即是最上第一之法。 佛说般若波罗密, 即非般若波罗密, 是名般若波罗密, 者, 佛说以智慧道彼岸, 即为不住以智慧道彼岸, 是为展现以智慧道彼岸。 第一句为知识言说, 第二句为功夫要求, 第三句为境界展现。 此集, 金刚经, 文中不断出现三具意格式的意理结构, 以后诸句接同此意。 十, 金刚经, 三具意之意理格式。 虚菩提, 于意云合。 如来有所说法不? 虚菩提摆佛言, 世尊。 如来摩所说? 虚菩提, 于意云合。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成, 世卫多不? 虚菩提言, 甚多。 世尊。 虚菩提, 诸为成, 如来说非为成, 是名为成。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 虚菩提, 于意云合。 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 不也。 世尊。 不可以三十二相的见如来。 何以故? 如来说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 虚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恒合杀等生命不失, 若父有人, 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聚迹等, 为他人说, 其福甚多, 而时, 虚菩提文说世经, 生解义去, 替泪悲弃, 而白佛言, 稀有。 世尊。 佛说如是圣身经典, 我从习来所得慧眼, 未曾的文如是之经。 世尊, 若父有人, 得文是经,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当之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世尊。 世实相者, 则是非相, 世故如来说明实相。 世尊。 我经的文如是经典, 信解受持不足为难, 若当来是后五百岁, 其有众生的文是经, 信解受持, 世人则为第一稀有。 何以故? 此。 人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受者相。 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是非相。 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本文一多重复, 简述如下。 首先, 说为成, 说三十二相, 说十相皆以前述三句一格式说之, 第一句皆一般之是陈述, 第二句皆以不住身心功夫操作之, 第三句即真正的境界展现, 对于第一句的概念之是要做到第三句的真正境界展现, 这中间要经过以, 无相境界, 未进入的, 不住身心, 的功夫心法之实际体证。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知识是知识, 但是对知识之陈述即唯一者相, 以不住身心去此者相, 故言非此相, 无此相, 最后再收拾回无相境界中如实展现之, 此如实展现之时即得时当此名之意, 是为为尘三十二相, 十相, 此时尘佛境之最终心行境界, 行者行此, 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是人则为第一稀有。 十一, 如来不住身心之时正历程, 佛告虚菩提, 如是如是, 若父有人, 的文是经, 不经, 不不, 不畏, 当之是人, 甚为稀有。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来说第一波罗密, 即非第一波罗密, 是名第一波罗密。 虚菩提, 忍辱波罗密, 如来说非忍辱波罗密, 是名忍辱波罗密。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我习为歌利王歌节身体, 我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于往习, 节节之解时,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应身甜恨。 虚菩提, 又念过去于五百事, 做人辱先人, 于耳所事,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事故, 虚菩提。 菩萨应离一切相, 发阿入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应注色身心, 不应注深色相位处法身心, 应身摩索注心。 若心有注, 即为非注。 是故佛说菩萨心, 不应注色不失。 虚菩提。 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应如是不失。 如来说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 即非众生。 虚菩提。 如来是真语者, 识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虚菩提。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时无虚。 虚菩提。 若菩萨心注于法, 而行不失, 如人入暗, 则魔所见。 若菩萨心不注法, 而行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虚菩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独诵, 即为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世人, 惜见世人,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本文为佛位, 不住身心, 即无相境界, 知自述经历, 佛以自己的人辱行正利说之, 一切心行功夫皆不应者相, 并以此教是菩萨行者, 应行, 不住身心, 行, 并以再生说此为实法, 为罪就尽一法, 虚菩提。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并以菩萨行者, 已落入者相身心, 即离般若即入暗昧, 并说行者确实行此法时, 则佛必正见其将成就最上功德。 十二, 金刚经, 为发最上尘者说, 虚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中日分父以恒河沙等身不失, 后日分亦以恒沙等身不失,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解以身不失。 若负友人, 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其福甚彼。 何况书写, 受识, 读诵, 为人解说。 虚菩提。 以要言之, 事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如来未发大尘者说, 未发最上尘者说。 若有人能受持, 读诵, 广为人说, 如来西之世人, 西见世人, 皆得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如是人等, 则为何丹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何以故? 虚菩提。 若乐小法者, 者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 虚菩提。 在在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是间天, 人, 阿修罗所应供养。 当知此处, 则为是他, 皆应供敬, 作礼为绕, 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本文以有多亿重负, 然亦有心亦于此。 其中言于文是今生信心, 书写, 受持, 诵读, 为人解说诸事之功德之亦亦如前述, 令言是今一世为塔, 一宫敬, 作礼诸一亦如前述。 此中有心意者, 为是精卫, 如来为发大臣者说, 为发最上臣者说。 行此经者, 如是人等, 则为何丹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乐小法者, 这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 此意即为是经所宣说之功夫与境界, 才是最忠诚佛之功夫与境界, 此意未行持此经义者乃正最上臣境界者, 此意何于佛教哲学根本义之宣说者。 此意是就着佛境界之展现已为功夫而说之, 不助身心功夫, 即, 无相境界展现, 者。 真行经义者方位真赫丹如来事业之真行者, 真实见者。 十三, 行, 金刚经, 心法者即消罪业。 父赐, 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 读诵词经, 若为人清见, 是人先是罪业, 应堕恶道。 已经是人清见顾, 先是罪业, 则未消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须菩提。 我念过去无量阿森止节, 于然登佛前, 的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 西街供养成事, 无空过者。 若父有人, 于后末世, 能受持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分, 乃至算数辟喻所不能及。 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或有人闻, 心则狂乱, 胡疑不信。 须菩提。 当知试经亦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本文宣说行持此经功德不可思议, 果报不可思议, 所谓不可思议时就众生心迷而说不可思议, 若真知真解般若空性者, 试经亦无功德, 亦无福报, 试经不住功德, 不住福报, 试经集成佛本心, 佛心无心, 执意无相境界而已。 本文对于罪业亦有言说,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 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见, 是人先是罪业, 应堕恶道。 已经是人亲见故, 先是罪业, 则为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前言是经功德果报不可思议, 若有人行持此经却遭人清见, 时为考验真心行持之机缘, 行者应不住清见, 即无清见, 行者之所以遭人清见时因行者身心结腹有染不清所致, 当下体之极消业障, 然此依当下不住清见, 时亦真功夫真境界之展现者, 时亦非亦未知事业者, 时大丈夫之事业者, 时何丹如来家业之真行者之真菩萨行者, 时已住, 无相境界, 知如来种子者, 时无心于解脱, 无相于解脱, 不住于行, 金刚经, 行者之大成境界者, 时四, 金刚经, 心法及无我法, 须菩提,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无我法于远始佛教时即已宣说, 此义却是贯通大小成佛法之通义, 善体之, 不住身心, 功夫及, 无相境界, 时即此, 无我法, 因无我及无我之之相, 所以, 无为法, 实为一主体心形的修正功夫, 十五, 一切众身心如来西之, 佛告须菩提, 而所国土中, 所有众身若干种心, 如来西之, 何以故, 如来说诸心, 皆为非心, 是名为心, 所以这何, 须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本文言佛之一切世界, 一切众身诸种种心, 此意为何, 时众身心皆为虚妄弥直之心, 如来时之其虚妄诸相, 诸相非相识无虚知, 众身心一切虚妄, 而不可永恒实在地指持, 故而如来说诸心, 皆为非心, 是名为心, 所以这何, 须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本文实为破除众身心迷直染而说, 无论是直染中之任何一种, 皆是直染, 皆应去除, 十六, 以福德无故说的福德, 须菩提, 于亦云合, 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失, 世人以事因缘, 得福多不, 如是, 世尊, 此人以事因缘, 得福甚多, 须菩提, 若福德有时, 如来不说的福德多, 以福德无故, 如来说的福德多, 本文义里已如前述, 既肯定行持本经, 福德, 众多, 又以三具义众说, 福德, 深义, 必应去除的福德之心后, 方程真正具福德者, 十七, 如来不可以具足色身诸相见, 须菩提, 于亦云合, 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 何以故, 如来说具足色身, 即非具足色身, 是明具足色身, 须菩提, 于亦云合, 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 不也, 世尊, 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 何以故, 如来说诸相具足, 即非具足, 是明诸相具足, 佛非无, 色身, 只无定法, 色身, 佛非无, 诸相, 只无定法, 诸相, 说佛, 色身, 与, 诸相, 负以三具一说, 视为, 金刚经, 说法格式, 十八, 如来摩所说法, 须菩提, 辱物为如来做试念, 我当有所说法, 莫做试念, 何以故, 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 即为棒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 须菩提, 说法者, 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本文以三具一说, 如来说法, 知生意, 如来非无说法, 只行, 金刚经, 行者应不住佛说法, 若住佛说法, 时不解佛说法生意, 故为知棒佛, 说棒佛时为一强势要求, 要求行真大成行者, 应不住佛说法, 而应行佛说法, 更进而展现法意, 自住佛境界果位, 而非只停留在知识活动层次上应知而说佛有说法, 十九, 众生相亦无相, 而时, 会命须菩提摆佛言, 世尊, 佛有众生, 于未来世, 文说是法, 身性心部, 佛言, 须菩提, 比非众生, 非不众生, 何以故, 须菩提, 众生, 众生众生者, 如来说非众生, 世民众生, 须菩提摆佛言, 世尊,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无所得耶, 佛言, 如是, 如是, 须菩提, 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世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本文先说, 众生, 概念之三具意, 从知识上说上说众生时, 众生时是众生, 亦时有此众生, 然从般若空性言时, 一切众生因迷而生, 离乡即佛, 故而众生时非可恒久不变的助众生为, 众生时应以成佛道为生命事业, 故而说众生即不应执众生, 众生应行佛道成佛境方为真众生, 本文后文说无有得法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痛前述, 即不应执德法相方时有所得。 二十, 佛法是平等法, 父次, 虚菩提,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是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已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则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所言善法者, 如来说非善法, 是名善法, 本文说平等义, 平等义者一切诸佛众生平等之义, 众生本体是佛, 修正成途中不论染境不论皆次, 只要能以, 金刚经, 行者皆平等是之, 平等是之之时, 无我仍众生受者诸相, 离诸相即佛, 平等即佛心, 此, 金刚经, 功夫心法之另一表述, 此时一极难达成之功夫, 此时对至有正量境界果位的修正者之傲慢心者, 本文说平等义, 以又再述说善法三具义, 二十一, 如来不应以三十二相见,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 虚菩提言, 如是, 如是, 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 佛言, 虚菩提, 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 转伦圣王则是如来, 虚菩提, 阿弄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乳若做事念, 发阿弄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说诸法断灭, 莫做事念, 何以故, 发阿弄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与法不说断灭相, 本文说不应取, 法, 亦不应取, 非法, 从知识上说, 佛具三十二庄严相, 然从功夫上说, 修行者不应执佛所有相, 从境界上说佛义不住相伸直, 故而, 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此佛所说即知识义, 此事不取, 法, 法, 不应取, 然, 非法, 亦不应取, 故意不应说佛不具三十二相, 此事说法断灭相, 因为知识上佛实具三十二相, 只相无定相, 不需伸直, 故于境界中不说具三十二相, 并非知识上不具三十二相, 若于知识上说不具三十二相, 则是说法断灭相。 二十二, 菩萨不受福德, 虚菩提, 若菩萨以梦恒河沙等世界七宝, 持用不失, 若父友人,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 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 何以故, 虚菩提,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 虚菩提白佛言, 世尊, 云河菩萨不受福德, 虚菩提, 菩萨所作福德, 不应贪者, 是故说不受福德。 本文清楚明白的说明, 福德, 十一, 说, 不受福德, 是为, 不生执着, 以说福德者时身贪助者, 为真福德者应不住福德记, 故说不受福德, 知事上时具真福德, 只尽戒上不住余香, 故说不受。 二十三, 一切有谓法如梦幻泡影如漏意如电映作如世观, 虚菩提, 若有人言, 如来若来, 若去, 若做, 若我, 世人不解我所说意, 何以故, 如来者, 魔所从来, 亦魔所去, 故名如来, 佛说为沉重, 即非为沉重, 世民为沉重。 世尊, 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 则非世界, 世民世界。 虚菩提, 若有人已满无量, 阿森指世界七宝, 持用不失。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提心者, 持于此经, 至四巨迹等, 受持独诵, 为人眼说, 祈福圣彼。 云和为人眼说,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何以故。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世观。 末后诸文亦多重负, 如来无相, 故不可称树而为之来去坐卧。 说为尘, 说世界, 说诸相皆不应身心住职, 即皆以三具意断定之。 总之, 金刚经, 以, 无相境界, 斩佛本位, 说, 不住身心, 功夫, 最后以寄与说位,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世观。 7. 结语 本文对, 金刚经, 经文义理作知识意义之剖析, 理论的目的在于澄清, 金刚经, 特有文义格式之真正问题意识所在, 从而使得, 金刚经, 在整个佛教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理论地位与理论意义明白清楚, 金刚经, 是为实修而说之法, 一切佛说皆为实修, 然实修者应有智物之尽方有真修, 期望本文之一解, 确实对于实修者之智物有所澄清之用。 以本文为参加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之第六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而作, 会议日期为2002年5月4日及5日,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2年5月3日星期五。 2、本文作者为杜宝瑞, 华泛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1993年获台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专攻中国哲学, 并有个人网站, 杜宝瑞的中国哲学教室,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HFUE-TW斜线TWI斜线 3、劳斯光先生及任谓为史学说即是说明佛教哲学中的现象论部分, 参见劳斯光者, 新编中国哲学史, 第二卷, 第三章, 大臣教义, 为时之学, 台北三明书局, 1991年8月增定6版。 4、五位指,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形法, 五位法。 其中心法分位八, 心所有法分位五十一, 色法分位十一, 心不相应形法分位二十四, 无畏法分位六, 共畏百法。 五、八十指, 眼、耳、鼻、舌、身、意、莫纳、阿赖耶。 六、三字性指, 便记直, 依他起, 原成十。 七、文本影字, 金刚经, 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画版, 佛光出版社, 1996年8月出版。 以下文本皆依此注。 325、705、332OK9Text斜线HTML 29Friday,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大臣起性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首页, 向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臣大义章探究, 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直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臣起性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性论完整版,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档案下载。 大臣起性论, 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大纲, 摘要, 前言, 序论。 第一篇, 起性论, 制作的目的, 副讨论。 第二篇, 起性论, 论说的纲领, 副讨论。 第三篇, 起性论, 整个体系内容, 副讨论。 第一章, 作为本体的众身心的真如相及生灭相的诸种意涵。 第一节, 由众身心的真如相为进入整体的建构, 起性论, 自己的大臣思想。 一, 一, 心真如的意义。 二, 众身如何的或真如境界? 三, 真如相的如实空意之说明。 四, 真如相的如实不空意之说明, 副讨论。 第二节, 第二节, 由众身心的身灭相为进入整体的建构, 其性论, 自己的大臣思想。 一, 新生灭相的意义, 副讨论。 二, 新生灭相以其决意而有之成佛可能, 副讨论。 三, 新生灭相的不决意所显现的现象界状态。 四, 新生灭相的觉与不决意的同意关系。 五, 众身因生灭心作用而在现象界流转时的主体境界状态分析。 六, 从生灭法说众身在迷境界的粗细等次的问题。 第三节, 由熏习作用使众身在现象世界流转的主体境界结构说明。 第四节, 真如本体在熏习作用中对众身成佛作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副讨论。 第五节, 作为本体的新真如相的体相用问题。 一, 真如本体意的境界状态, 体。 二, 真如相意中之具有功德的意义问题, 相。 三, 真如用意中之成佛者如何显现其救度众身的作用问题, 用。 第六节, 第二节, 二, 圣物解佛法的原因与破除之道。 第三章, 众身修习佛法的各种种境路及其理论与实际上的各种问题。 第一节, 初等境界者从坚定信心入手。 第二节, 中等境界者由六种智慧法门入手。 第三节, 最高境界者以显示境界而震入佛果。 第四篇, 对于一般人再次说明如何建立学佛的信心与学佛的方式。 第一章, 四种信心。 第二章, 五种法门。 第一节, 不失修行功夫法门。 第二节, 持戒修行功夫法门。 第三节, 忍辱修行功夫法门。 第四节, 精进修行功夫法门。 第五节, 禅定智慧修行功夫法门。 第五篇, 对所有人说明以 其信论、 所述佛法修学的好处 复讨论。 节语 摘要 本文就 大乘其信论, 进行义理疏解, 以其作为佛教哲学理论体系之一员而疏解其义理之建构, 其以众生心为论术主旨, 实为以修行成佛问题作义理主轴, 其以众生心之真如生灭二门术说本体与现象世界的存在架构, 由众生真如主体意识之自作功夫而述说成佛境之中于可能, 其以心真如即佛愿力为众生成佛之保证, 实为大乘思想之众生成佛意开意理格局。 然其未能解决众生心由何而来及世界生灭因缘之如何持续问题, 此时佛教哲学应接续, 其信论, 而构作之理论问题。 作者以为众生心之初出现于事实意应只为佛法生之自作因缘, 因而以心真如为众生心本具之主体记静静, 而生灭心之斩转构作时意为众生历劫修正之契机而有, 众生历劫修正正显真如开显佛法奥秘而创造更多成佛因缘时意佛生本怀, 故有内因外缘之成佛保证, 而现象世界之存在有其有灭皆愿于众生心主体记之身灭忘法中而持续存在, 现象世界虽以众生心意识之构作而有, 却在众多众生心主体记之持续中而持续存在。 成佛者以其佛性本怀而有众生心之限起, 因为众生不成佛则其事业未成, 故佛以救度众生未誓愿, 此即由真如与生灭而得成众生与佛修行与正成现象与本体一路贯通之佛学体, 关键词, 关键词, 大臣起性论, 真如, 熏习, 生灭, 功德, 佛学, 众生心, 如来藏, 阿里耶。 前言, 起性论, 由修行主体说整体存在界的本体与现象, 由修行者境界说现象世界的种种意义结构, 并从而建立大乘佛法的简要的功夫意理格式, 一, 最终是为佛教宗教信仰建立简要理论系统, 系统中又有理论特色, 并非仅是一简明佛学概论。 本文将9, 其性论, 本身的理论章次进行一理说明, 并进而讨论其理论格式的方法论问题, 说明, 起性论, 形态的佛学意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理论意义, 讨论此一理论形态的成立可能之方法论意义。 本文标题, 大乘起性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是以作者所提之,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之基本哲学问题, 研究法, 二, 为诠释架构, 对, 其性论, 进行一理解析, 由于, 其性论, 是由众生心作为功夫主体, 经去染去境诸功夫历程以显心真如而成佛境界, 而为理想人格之达成。 因此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研究进入, 印证是, 其性论, 最适合之研究方式。 对于, 其性论, 一书之真伪问题, 历来学界讨论甚多, 三, 本文作者所采取的立场, 是以, 大乘其性论, 发生在中国佛学史上真正起重要理论创造作用的哲学者做, 其于思想史上的真伪问题非观义理真相, 其语为识诸学系统之痛意之变, 并不影响其对中华大臣诸宗派之理论前导作用, 哲学理论皆以其自身之创造性而为真理表述之一一形态, 其或有理论系统本身之内部意理一致性问题, 其亦有理论整体内含所呈现之意理形态问题, 作为有创造力的哲学体系, 本就不在思想史的传承中必要与谁相同相议, 思想史问题意是中之痛意之变有助于理解哲学理论的意义与传承关系, 但却与该理论之是否能为真理表述系统无关, 也与该理论如何成立有何缺失应如何补足等哲学观念问题无关。 本文以研究、其性论、理论意义为目标, 暂不及其于中国佛学史上的传承考辩。 就佛教哲学之论著而言, 一切佛学论著皆在宗教关怀的前提上进行明相施设及命题建构, 及理论架构语术与定义乃是为正说佛法真理而构作的, 而佛法真理却更是在修正功夫之轻正下的言语表述, 在清正的前提下, 言语施设虽各有其语义脉络及问题意识之差异, 然于中极义理之阐释上, 已与彼此融通。 其性论, 于中国大乘佛学之为实学诸经论已初步意界之后出现于中土, 历来对其性论与为实义理之同意辨证多有分争。 作者以为, 为实学有其独立之佛学问题意识, 其性论, 亦有其独立之佛学问题意识, 当代佛森学者太虚及应顺皆标出佛学三系说, 其性论, 实应顺所说之, 珍常为心系, 知论著, 四, 为实学思故非其本怀, 而未强调众生可成佛意, 未于众生心形功夫中可成佛, 成佛者成其佛法身之珍常境界者。 作者以为, 珍常系佛学基本问题即是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之建构。 佛学既然是作为人生指引之学, 其以理中及关怀乃为劝说修行成佛之标的, 因此对于修行成佛之实建诸事者当有一系列之理论直接探究之而建构之, 而为佛教哲学之完满完成者, 珍常系诸经论之言说方式及理论目标即皆为此一需要而作者, 其信论, 的理论目标一即在此, 就修正成佛而言, 哲学明相时皆为言说此修正经验之施设, 本来无此明相, 明相以彰显境界及论说可能为宗旨, 境界即已成显, 成佛即已可能, 明相即不应彼此有隔障, 明相之隔障自应设法消解, 求其可融通之理路而顺消解之, 而非在明相隔障上再作隔障, 此证离成佛要求越数越远矣, 中华禅宗学派后起于诸宗派伶俐之后, 非无其历史因缘故, 正为排斥以明相为佛学而陷入概念真直之学佛事业者, 当然哲学意理人应追究, 禅宗哲学及其信论, 哲学及在佛教基本教义系统之下建立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佛教义理形态者, 在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意识下的理论言说, 应当自有其理论地盘之可谓之事业在, 本文之作即为此一功夫境界哲学之意理形态建立言说章法, 或可谓佛教义学寻求更适切的理论言说方式。 工作方式 本论文之写作方式将一, 大乘其信论, 本身之刚次逐步解说, 解说以, 数意, 为主, 并非白话意解, 就全文所有文本进行分段意理说明, 其中之说明也当然是针对作者所认为的哲学问题意识而做的数意, 作者有自己关切的大乘佛学的理论问题, 本文之作, 也是作者一直以来在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观点发展, 在数意工作中所做的意理诠释本身已经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表述, 如果在观点表述之余还有应语深入讨论的哲学问题, 则以, 讨论, 的标题进行于后。 本文虽一, 其信论, 章节编次行文, 为于章节名称尽量以当代术语为之, 意指及在将传统佛学意理转化为一般理论命题术语, 实为推促佛教思想能有哲学化及当代化之表述方式之进程。 叙论 其信论, 制作的目的即是站在大乘佛法的意理基础上, 借由意理的解释, 劝说众生修习大乘法门, 从而获得理想的生命。 其进行内容有五部分, 一者, 因缘分, 为说, 其信论, 制作的目的。 二者, 利益分, 为说, 其信论, 论说的纲领。 三者, 解释分, 为说, 其信论, 整个体系内容。 四者, 修行信心分, 为对一般人再次说明如何建立学佛的信心与学佛的方式。 五者, 劝修利益分, 为对所有人说明修行, 其信论, 佛法的好处。 第一篇, 其信论, 制作的目的。 以下说, 因缘分。 五, 其信论, 自数造论的目的有八项。 第一, 为让人们远离痛苦获得快乐, 达至成佛境界, 但这又不是为了获得世俗价值的名利目的。 第二, 其信论, 的造论者要以这种不论注再次说明佛法的根本意涵, 使学佛者获得正确的认识, 不知犯错。 第三, 使一些本来已经具有良好平行的人能够更加了解大乘佛法的宗旨, 而更能达至人生的高级境界而不致堕落。 第四, 要让对于自己的人性没什么把握的人, 因为对于大乘佛法有了认识, 而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佛法, 而产生了学习的信念。 第五, 佛学世界观中认为每个众生都是有无穷的人性缺陷, 所以要及这一步论注提出许多不同的改善人性的方法, 一步一步地引导世人脱离人生的困境。 第六, 提出禅定与智慧观想的方法给一般凡夫及已经有了一些学佛成就的二圣中人针对各自根性的修习法门。 第七, 提出专念佛号的净土法门给予一切众生一个可以不会丧失学佛信心的简要法门的保证。 第八, 显示许多学佛的好处, 让所有人愿意学佛。 讨论 就上述第一个目的而言, 这是因为佛教哲学以苦说人生的情境, 离苦求乐是其终极目的, 但此苦此乐皆需在佛教世界观的定义下来认识, 并非一般世人所谓的苦乐。 并且, 人们在学习了一些好的思想行为之后, 时常会产生骄傲的心态, 从而又陷入了另一层次的痛苦之中, 所以又明白说这种功夫的目的不是会了获得世俗的名利。 我们认为, 这个目的正是可以显示大乘佛学作为哲学学门中的一支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形态特色, 其理论构作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 其面对的理论问题是由人生活动中彰显而出的, 是在求解生命困境之原因的问题意识下建构了对整体世界的认识体系, 建立之后获得生命真相的解答, 从而发动生命主体去进行改善生命情境的活动, 并在这种努力改进的活动过程中, 更能分辨各种层次阶段的生命问题, 而逐一地予以解消之。 这一个形态特色的说明是就大乘佛学的整体在整个哲学学门内的特色而言, 并非, 其性论, 在大乘佛学中的特色, 其性论, 正是要彰显大乘佛学作为哲学学门成员的本质而建构之论著, 因此在本文之讨论中, 我们除了讨论作为形上学问题意义的真如与佛性问题的探讨之外, 我们对于, 其性论, 论说内涵中涉及修行过程里的身心现象及克服之道的陈述, 也将当作佛教哲学的核心问题并语义方法论的检讨。 六, 以下说, 因缘分, 下的问答。 七, 起性论, 自问自答的说, 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佛教论著, 为什么还要制作这一部佛学论者呢? 起性论, 造论者说这是因为众人的人性品质在无始来的生命轮转中已经千差万别, 如果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以佛陀的超越智慧当然可以使听闻佛法者皆蒙其力, 但是佛陀已经不在世间了, 为了这许许多多心性品质各不相同的众人的需要, 便应该有一部专书, 掌握佛法的总体意义而且能够有精要的文字来阐述的作品, 来提供给世人作为学习的参考。 讨论 此处所论并无理论上特别的意义, 只是造论者造论心情的自我强化作用而已, 其中值得追究的是众生听闻佛陀说法而能开悟的可能性问题, 这在,其性论,自己的意义系统内正式讨论的主题, 我们在随后诸文中皆将论及之, 问题的关键及在众生心本具的真如法体之作用意义上。 第二篇, 《起性论》, 《起性论》, 《论说》的纲领。 以下说, 立一分。 八。 起性论, 既然是为, 大臣, 起性论, 便需说明大臣佛学的根本理论架构。 旧其本体说, 是众生心, 众生心有两个作用与认识的面相, 其一为真如香其二为生灭因缘相。 旧其内含说, 此本体本身一切法真如平等, 此及其, 体, 此本体本身包含一切对众生生命有利益的种种理想效用, 此及其, 相, 此本体可以产生一切向善的效力使众生成佛, 此及其, 用。 整篇论文便及是针对众生心的真如生灭两亿寒中的境界与修行功夫进行解说。 讨论, 起性论, 作为大乘佛学中的一部重要理论作品的特色便在于此, 此即是意义修行主体的功夫与境界的问题亦是未激调的哲学体系。 九, 起性论, 不从世界说众生, 反而由众生说世界, 众生且是一一个别存在主体, 任一个别主体皆是一世界的整体, 世界作为一整体的意义也只在众生心中有其意义, 从此一路集结由众生心之真如生灭二相以说整个理论内涵。 这一种形态的哲学体系, 直接略去世界存在的客观认知境路的问题, 并非针对整体存在介意思维其本体与现象的问题, 而是针对修行主体的身心境界来思维这个修行主体的存在情境问题, 并以这个问题为一切现象世界问题的解答, 时, 就此而言, 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本体论哲学问题所讨论的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问题 以便转化为众生生命的理想境界问题, 此及众生心的真如主体意义及成佛时的佛境界问题, 佛境界状态便是整体世界的根本终极意义, 亦根本理想意义, 仍存有着透过身心状态的改善而达至佛境界而使自己成佛, 而使对于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的探究问题, 获得了生命实践的完成, 完成在其不仅只是一个客观的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 而是成为主体的理想境界, 此及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本体论哲学问题在, 其性论,这样的佛学著作中, 明显地成为探究生命的终极意义的统一问题, 且意味追求理想人生境界问题的统一答案。 第三篇, 其性论, 整个体系内容。 以下说, 解释分, 十一, 针对, 其性论, 的宗旨, 造论者将展开三个讨论的主题, 第一个是把众生心为本体的认识架构中的真如与生灭二意的诸种意义予以打开, 第二个是就这样的意义打开之后, 对于大乘佛法接引众生的目的, 以及促使众生成佛的目的上, 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的认识而语直出, 并指引。 第三个是, 在众生心作为本体, 的整体世界的认识体系中, 指出如何进修学习的方法, 此即是一个功夫理论的建构。 以下分三章进行, 即, 作为本体的众生心的真如相及生灭相的诸种意义, 众生对于佛教哲学的误解而影响修行的各种形态, 众生修习佛法的各种种境路及其理论与实际上的各种问题。 第一章, 作为本体的众生心的真如相及生灭相的诸种意义。 以下说, 一心二门, 十二。 其性论, 以众生心的真如及生灭二相建立认识世界的两种境路, 只是就认识的脉络下所做的区分, 从任何一个境路进行时皆实为包设了另一境路的内涵, 从任一境路来认识整体时, 皆可掌握整体的意义。 讨论 其性论, 对于众生心之真如与生灭二相之区分, 其实是源于大乘佛学作为知识对象的特质而可有的思路模式。 首先, 其性论, 预设了成佛的可能, 此一可能内在于任何一个个体生命之中, 因此个体生命的品质结构中必须建立一个架构, 来融受这个成佛可能的理论需求, 此极众生心之心真如相之角色功能所负担的。 其次, 其性论, 必须说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命状态, 说明其生命状态的不完美意义, 并说明其完美意义的状态应为何。 还要说明应如何改进生命状态, 使其由不完美而趋向完美, 同时要说明这个改进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各种不同阶段的状况, 及其处理之道。 面对大乘佛学所关切的修正成佛问题而言, 如何使修行主体由不完美趋向完美的理论根据问题, 便是此中最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 其性论, 便由众生心的生灭意的认识面向来说它, 述说众生生命在一线向世界中生灭流转的主体结构状态, 及结构改变的方法, 此中亦是医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宇宙论问题, 此及其性论, 处理由众生在现象世界的生灭现象说众生生灭意的认识进入之思维缘由。 第一节, 由众生心的真如相为进入整体的建构, 其性论, 自己的大乘思想。 一, 心真如的意义。 以下说, 心真如, 的意义, 十三, 心真如这既是一个主体的境界, 又是整体的总原理, 它是一个以境界的状态说的存在的本体, 这一个主体境界的根本相状是一个纯粹的具理性思维能力的主体, 它不生不灭, 如如在其自身, 现象世界的一切显现不是它的真实本性, 不过是无明妄念的启动, 妄念只息时, 则又回复思维主体自身的如如不动的境界状态, 此即成佛意, 就这个境界状态而言, 是没有任何可描绘的相状, 故而不需给予任何的名言施设, 它只是一个具思维能力的主体自身。 2. 众生如何的或真如境界? 以下说众生如何, 随顺的入, 心真如。 14. 众生认识活动中的现象世界的一切事项皆是无始以来的心念构作, 有词认识, 如实观照, 不起念想不起情直即是自身在于真如, 并如境界之中。 此一自身在于真如境界之中之意才是一切现象世界的呈现之根本总相, 现象本来是无, 只是一个能显现现象的思维能力主体自身的境界, 在此境界之中, 对观现象, 则使现象之根本总相的已真实呈现, 此一呈现即显其空性之指, 显示现象世界一切事项是本来是空的本体总相, 这也才是最终真实的现象意涵。 又由于真如境界便是主体的本体境界, 当主体在于此一自身如如不动的境界之中时, 主体的能思维能观照的能力仍然活动不已, 仍然主动收摄所有它在主体的念想情直, 并一切明白, 且能设受条理, 故有不可思议的神妙作用, 能不断改善其他众生主体的存在情境, 使其去向真如, 是未无漏功德。 此即心真如相的如实空与如实不空之义。 三, 真如相的如实空义之说明。 以下说心真如之, 如实空, 义。 十五, 以空义说真如者, 经验现象的一切作用都是心念望染情直的作用, 都跟根本境界不相接应, 真如境界本就只是主体自身能思维观照的能力本身, 而不是现象对象的形状, 因而无有任何形状可畏, 远离一切以形状状数认识的作用, 真如极显, 此时其如如在其自己, 便亦不须再远离, 无空可说以, 故而空是对现象相的根本本体之位。 四, 真如相的如实不空义之说明。 以下说心真如之, 如实不空, 义。 十六, 真如境界在其自身之时, 不起情直念想, 主体只在一纯粹清明的思维形状之中, 此一形状真实而有, 此一形状与主体存在的根本总相是同一境界, 现象世界的一切事象的根本总相也只是这个境界, 就这个境界之真实存在而不言其空。 不仅如此, 此真如境即成佛境, 成佛者已度众生为本怀, 心种种方便, 造种种功德, 为众生成佛之外缘保证, 故真如境如实不空。 讨论 大乘佛学从一开始就不问现象世界的客观意义, 而是问生命现象的根本意义, 从生命现象的根本意义述说现象世界的呈现及其本质, 现象世界是在生命主体的情实念想下呈现, 故而其存在意的本质是主体的思绪构作物, 其本体义的本质则是根本空, 对主体生命而言的一些生命现象便是以主体自身的境界状态为其意义的总相。 十七, 主体的境界状态可以分为如如在其自身的主体能力本身, 此其真如相者, 另为其其念想情值的生命现象的零零总总者, 此其身灭相者。 真如相指为主体能力本身, 主体在即真如在, 主体不起情值则真如境界显, 真如境界显即为其非现象世界之任何情境状态, 故以空说之, 真如如实作用者不起情值是恒常的作用, 故为不空, 为其不空不如为其实存, 以不空亦有其亦故, 然为其不空是有语言失射的吊诡性, 故而更亦显其如实实存亦。 真如自己即是本体, 真如是现象世界的根本总相, 是以主体境界的真实相意味现象世界的本体意, 此其旧体而言, 旧体而言, 其体性亦含为空, 真如旧用而言者是其旧主体境界的如实呈现静下的作用, 此时之作用即成佛者之作用, 此时之作用即理想人格形状下的作用, 此时之作用一切在于一理想境界之中, 一切作用呈现理想意, 此其以功德说之, 说功德即说作用静置理想境, 即说主体在理想状态中之作用, 是主体之作用, 是主体之在真如静下之作用, 真如是主体静, 真如之作用是成佛主体的任运作用, 故说未功德, 说功德是说作用皆具理想性, 无论对主体自己或对其他主体而言, 一切现象是借主体自己或其他主体之构作, 故理想作用是主体即之间之作用, 是主体对自己或主体对其他主体的理想的作用, 是主体在真如境界下的相应于空意的本体功夫, 从本体发动之功夫皆是理想之作用, 是功德行, 是如实实具之作用, 此其常义。 第二节, 由众生心的生灭香味进入整体的建构, 其信论, 自己的大乘思想。 新生灭香的意义。 以下说, 新生灭, 以 十八 新的主体能力自身它的本质意义是空, 以及对于一切现象不起情直, 此其新真如香, 因为对于现象染法不相应故, 故是清静的主体, 新的主体是依能力自身, 它是有作用力的, 并且此一作用能力之一切作用都仍然在于主体自身之内, 因之收射一切作用不增不减, 即便染法作用亦然。 染法作用亦在于主体自身之内, 现象世界已作为主体设受对象的身份而认知, 现象世界一切事项便都在于主体体质之中, 主体有此一收射现象世界一切事项之作用能力, 主体是为一大宝藏, 内含万千现象, 万千现象皆如如收拾于主体体质之中, 主体之此一作用以, 如来藏, 概念说之, 意即, 阿里耶时, 之意, 主体在情实执着下的一切念想构作是为现象世界的零零总总, 现象世界的一切事项皆以作为主体感知能力使取对象的身份而在于主体体质之内, 即为主体所设受者, 亦为主体所生起者, 此一设受生起作用有染意有静意, 染意者意, 不觉, 作用说之, 静意者意, 觉, 之作用说之, 讨论 心真如之作用有静体自身之作用, 也有静体对染源之作用, 静体自身之作用即在其境界之自己呈显, 此为佛性自身之显现, 其对染源之作用未使染去境, 故事功德不思义妙法, 其一切作用皆在真如镜中之作用, 即是成佛者之作用, 即是主体在于佛境界之作用, 就众生存在境界而言, 众生皆已在染源之境中, 众生真如本体固存永存, 主体心之作用能力长存不灭, 主体曾以无名妄念起情时想而辗转牵连, 陷入现象世界之纠缠之中, 依其染灼程度而有各种层次境界之差异, 然其真如本体的主体能力仍然恒常存在并作用, 并收射主体在染源中之一切构作, 故而此生灭现象之一切事项乃及在于不生不灭的真如本体之中, 故而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 生灭现象亦是主体境内自身之事, 从生灭现象亦可述说宇宙学中之种种课题, 亦可述说本体学中之种种课题, 从生灭法中亦有真如相可见可知, 可为心真如相乃心作用之本体学进入之全是, 而心生灭相可谓为心作用之宇宙学进入之全是, 本体学宇宙学皆为行上学皆为对整体存在界之总原理之论说, 皆为哲学基本问题, 指其在大乘佛学义理世界内是以主体心之作用为整体存在界之场域, 故而以主体心之真如相说本体学, 以主体心之生灭相说宇宙学, 真如与生灭不依不易, 皆主体心中之事相, 为境界有别固分而说之, 说到透彻皆总而说之。 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者合合于主体境界之上下念转中而已。 心生灭相以其绝意而有之成佛可能。 以下说众生在生灭状态下的绝意与不绝意。 十九 众生灭在无始迷染境界中时并非不具真如佛性, 只要离念去染, 当下主体即的或清净, 即等真如, 即使主体所自身设受之一切现象世界当下清净, 此一境界便在一切现象世界之中, 其实现象世界本就只在一心之中, 此时一心之境界以法身清净说之, 即主体在离念清净中便尽所设受之现象世界一切事象, 此时主体之境以有清净之思为续作, 说谓本觉, 本觉者主体清净作用相, 本觉者主体在于真如本体作用态中, 此一作用态即思为意识在清净境中之态, 主体在于此清净态中之状态乃一切主体必然可有之状态, 因为此一状态不过就是真如本体的在众生生灭态中之成显, 真如本不离生灾, 故而此一清净之态以本觉说之。 以下说, 始觉, 以 二十 此一本觉状态乃本有故有必然有之态, 此态不必然成显, 成显时主体自身所设受之染源意不必然已静静无余, 此一本觉太乃作为意可能之前在作用力, 其一旦开始作用于辗转在染源之主体中时即未始觉, 即在染源中之主体有了去染囚禁的意识清醒, 此一清醒当然即对悦者终极清净而去向着, 故始觉者即同本觉, 同者以始觉去向本觉静者而言同。 然众生仍在各种不同染着层次阶段中, 众生之所以有染着乃众生自己忘起无名之结果, 此为不觉, 不觉是自己忘起染灼, 是自己在清净本体状态下的自作忘实的构作结果, 不觉依本觉而有, 非本觉生不觉, 乃不觉自身, 不觉得以自身乃本觉之主体能力本来存在, 而始无名忘起故, 不觉虽起, 已有本觉在, 故意有促使清净的作用力量, 故而有始觉之可能, 始觉依不觉而自起, 非不觉生始觉, 始觉自信而起故, 始觉同于本觉依于本觉而起。 以下说, 不觉, 相似觉, 随分觉, 究竟觉。 21. 始觉虽起, 始觉乃主体之作用态, 主体乃在于各自尽染程度差异的状态中, 故始觉虽觉而上不觉, 只其上位转主体染着态至完全清净态中, 故依始觉作用力而逐向去向清净, 此依去向清净是以主体境界染着程度而逐步上扬, 故而有在凡夫之不觉境界, 在二圣之相似觉境界, 在法身菩萨之随分觉境界, 在菩萨的境境界之旧境觉境界。 此皆本觉本体以觉性作用对质众生迷染情境向清净处提起之各个不同阶段。 以下说, 觉, 与, 不觉, 乃同一觉体。 22. 众生故有心真如香, 然从无始以来即在无明夜时中流转, 而有生命现象的深注易灭诸相, 每一个个体生命皆在其中七情六欲不断翻转, 是非名利魔所不真, 其实此诸相皆未妄想, 皆非生命现象的终极本质意义, 众生处于此等境界, 即为已不觉境界中之生命, 故不明为觉, 其实诸相虚妄, 皆本来无相, 同于觉体, 亦非有始觉作用之必须。 以下说本觉作用之, 至尽相, 即, 不思意业相。 23. 由于主体的本觉作用横存, 在其面对不觉无明生灭诸相的翻转之时, 本觉作用以其实存故人作用于众生心时之中, 就其有所作用而言义得分别二相, 此二相乃随染分别, 非本觉受染, 乃本觉作用于染时而就其作用意说此二相。 其一致敬相其二不思意业相。 致敬相者, 众生以本觉清静心去念还静, 灭一切不觉作用时静, 而显真如法体之致相者。 不思意业相者, 以其致敬作用转染未静, 随染随扫相应于决心, 而利益自己与众生, 而得多种福报功德者。 以下说觉体之, 如时空静, 因熏习静, 法初离静, 原熏习静, 以 二十四 由于本觉具有如此去染去静之作用, 从抽象分析而言, 其作为真如本体之觉性本质意内意的 有四种性真意意可说, 其依如时空静, 其二应熏习静, 其三法初离静, 其四元熏习静。 此四, 静, 亦时亦, 相, 亦, 亦者言其本来是空无相可取, 本来亦不需觉照作用亦。 二者言其本来极具觉照能力意, 只要有无明星时作用辗转, 无论何种世间相撞皆已有此本觉觉照能力主体作用在意。 三者言其觉照作用使众生去染去静意, 此在染静众生即在苦中众生, 佛教哲学对众生命现象的本质认定是一苦相之生命意, 故去染出离者即离苦作用意。 四者在去染历程中实实心起使众生自修善法随其苦受是其尽致之作用意。 讨论 其性论, 以心生灭相中由不觉而生生灭诸法说现象世界之缘起之说者, 则将无明与不觉为一, 而却说不觉是依本觉而有, 然非本觉生起不觉, 只不觉自己而起者, 此说似将导出, 众生无始以来即在于本觉中却必然兴起无明而, 而经历节修善方正佛境之结果。 此一现象历程不能以众生生命现象出现之时日说起, 因众生若无无明作用则即离时空相矣, 故无时间之起点之可说者, 因现象世界本就只在众生心时中有其意义而, 于是我们几乎可以说, 其信论系统的佛教哲学以以众生心时于无始中忽然无明念起而使自身身心进入无穷染着力程中, 并以众生心心之真如体之自体相用作用而有必然可以绝照之而去染成佛之保证, 关键旨在成佛历程中之机缘把握与退转与否的问题了。 新生灭香的不觉意所显现的现象界状态。 以下讨论众生在生灭状态下之不觉意。 25. 言心生灭香者即言众生在于现象世界中境界者, 众生在于现象世界中者意指众生在于自身之迷染境界意者, 在此境界中有本觉作用在, 因众生心本以真如体为其本质意, 为众生自起不觉作用, 此不觉之作用之其乃只因众生有觉性能力主体在, 此觉性能力主体本来清静无有相状, 众生不知其不生不灭而望其生灭, 众生若能不起生灭则亦无须强调此不生不灭之觉性主体能力之自在者, 以其本来无相顾。 以下说, 不觉, 以下之三种相即应有境界而生之六种相意。 26. 就众生生灭心意而言, 即就众生在于不觉迷境中之境界而言, 可分析其有三种性真相状, 亦为无明夜相, 二位能见相, 三位境界相。 一位此不觉生灭迷境以无明念起在于夜中顾言其为不觉意之无明夜相。 二位心生灭相中持续指取能见诸虚妄境界之作用而言其为不觉意之能见相。 三位就此能见作用所对之虚妄境界意为一心实结构中是言其为不觉意之境界相。 当境界限起, 即当众生在于生灭远起诸染法因缘历程中时, 众生生命现象依其主体作用情态又可息分以下六项, 其一致相, 指众生心时面对自造之境界又产生有所认识取舍之分别心之作用相, 其二相续相, 面对自造之境界即面对现象世界, 现象世界依于主体心时活动而呈现, 现象世界持续不灭, 其实是主体心时持续在生灭心的染法因缘中持续造作之故, 故有持续相。 其三指取相, 面对境界之来来往往, 以众生在迷不绝其苦顾, 而有情之时取之作用相。 其四即明子相, 现象世界零零总总, 生灭心以不绝顾望现实从中且构作分别施设名言之作用相, 其五其夜相, 众生生灭心在境界中以有情之即再入年转造各种业更入迷境之业障相。 其六夜系苦相, 一夜即苦顾, 为众生不绝其苦, 忽而有绝, 感其争苦相。 以上诸相皆是众生生灭心时之妄直自取之故, 以不绝在迷而受诸相, 是不绝之相。 新生灭相的觉与不觉意的同意关系。 以下说觉与不觉之痛相意相。 二十七, 就同一众生心之现象世界而言, 现象世界依于新生灭法之不觉作用而起, 不觉作用已有觉性主体而有其作用, 觉性主体本来无相, 不觉作用所起之诸种种相皆是妄相, 众生心本来真如, 本来即在涅槃境界之中, 故不觉作用所起之诸相时亦非相, 以其非时相亦故, 其非时相亦故其相之时亦人为真如性相, 以其时相亦亦为真如相故说觉与不觉时同一觉, 同于其主体时相亦中。 其虽同于主体时相, 唯因以其不觉而造种种业故而各个差别相状不断续起, 以其人处不觉情之中而为其本觉不显异于觉性而言其意。 众生因生灭新作用而在现象界流转时的主体境界状态分析。 以下说, 生灭因缘, 知, 心, 意, 意识。 二十八 现象世界非真实有, 唯因众生心生灭象之不觉作用而有, 虽有而非识, 虽非识而识同本觉识相, 就此非识之现象世界诸相之相续流转而言, 皆收射于众生, 心, 之主体状态内来展现, 即, 阿里耶十, 意之意, 阿里耶十之意乃就众生以心生灭法作用收射一切现象境界于主体心内意而说谓阿里耶十意者。 此时之众生心乃一在迷境之不觉作用态中, 其以心生灭作用意味用, 以无始无明不觉而起, 而有能见能现能取境界其念相续诸主体之作用, 以主体之诸无明作用说为主体之意, 者, 此意之意兮之有无, 即业时, 转时, 现时, 至时, 相续时, 诸意之意, 皆现象世界之所以存在相续的所依, 以是更知现象世界乃一心生灭作用而有, 心灭则现象世界亦灭。 现象世界乃一心意而有, 现象世界及心意作用之对象, 心意作用之对象及意识, 故意识及心意作用自造之境界, 自造之自分别之故意明, 分离时分别事时。 以下说为什么只有成佛者能知无明熏习所起诸时。 二十九 现象世界之时意识指众生心意之意识, 众生有心意作用有作用对象而相续作用之时, 时对此诸意识境界对象摩索时之, 若有时知及知其虚妄相及不执着及无此意识无此境界因而无此现象世界, 因此只当众生已经完全去除意识执着而正佛境之时才有对于意识所构境界现象的真实时之, 此时知之之之乃知其含藏于阿里耶识之一切事项之一望而起之种种历程与结构, 成佛历程即此一阿里耶识之种种望向之逐一清净之历程, 即于逐一清净中逐一时之, 当其中正佛境时则全体并现一切正之, 此意识之之故非二圣即菩萨能知, 当即唯佛能知。 以下说生灭心在染中之六种情状分析。 三十 心在染境之时即生灭作用境斩之历程, 此历程中之心境界皆已染而有, 若能去此染心境界即能逐步正清净境界, 此在染境之心生灭状态可有六种层次, 由粗至细层层层向内息分之, 最粗相者为直相应染, 心境, 只在一切境界皆已抱诸现前时生灭心之之者于诸境界造种种业之相, 此境之染心得一身闻读觉二圣智慧之发动, 而得或对佛法之信仰信念而解脱之。 四粗者为不断相应染, 心境诸染实践形成之计, 以有相应意识作用而使诸染境持续坚实之心作用, 可依信佛堵成之力, 逐是方便舍离, 或静心清净境界而得解脱之。 在四粗者为分别致相应染, 心境, 指心时活动逐渐形成意识对象之际的分别作用心时, 可以持戒清净离构作用力之发动, 而得或不分别对象是相应式的无相方便境界而解脱之。 从此以上的染心修正功夫转入对质更细微的染心境界, 依系者为现色不相应染, 心境, 只有无明现色之作用而尚未有心时情直之作用与之相应之细微染心境界状态, 得以智慧力作用而得或极色离色之色自在的境界而解脱之。 在象更内一层之细微染心作用位, 能见心不相应染, 心境界, 只由无明作用而激起之主体能见心时之能力之初发动之际而不与任何对象有接应相应之染心境界状态, 依主体明觉察照之智慧力不寻无明方向作用而自在不动之作用而得心自在境界而解脱之。 最后最细微的染心境界者及新生灭法中的不觉作用之, 根本业不相应染, 心境界, 其有本觉故有不觉, 以有无明故有业力, 为于不觉及知本觉, 四观无明, 不起业力, 而如如真实不动, 故而正佛境界而解脱之。 六, 从生灭法说众生在迷境界的粗细等次的问题。 以下说新生灭向之粗细问题。 三十一, 以上染心境界以与主体心意相应不相应而分为粗染与细染, 与染心相应则意味为执着加身而为粗淨, 与染心不相应则意味为执着为身而为细淨, 以粗细不同之境界层次之区分意的即作为众生修正境界之西分, 由粗至细即为由凡夫至二圣至菩萨至成佛者境界之西分之以。 主体心是恒存的, 指其心境液染之或粗或细而有境界之上下, 能去其染, 由粗至细, 即为成佛修正之历程。 第三节, 由熏习作用使众生在现象世界流转的主体境界结构说明。 以下说熏习作用中之真如, 无明, 夜时, 六成之作用意。 三十二, 在现象世界之众生, 皆有成佛之可能, 然其人在生灭世界中, 乃以其主体心意识境界而为身降之作用, 此身降作用以心意识静染状之改变而为身降, 此改变作用即因熏习利固, 熏习利依真如无明两路分别皆有作用, 以众生心在静染身降中而有一切现象世界诸事象, 对此可以心熏习作用息分为四项事项, 即真如, 无明, 夜时, 六成, 四者。 真如为去静之本因, 无明为求染之本因, 夜时为妄心作用之主体, 六成为妄心所相应之境界。 在现象世界中之众生其实意为众生在染心旺时境界, 众生虽在染心旺时境界但不离真如之本心主体, 真如实意作用于众生在染心境界之时, 真如意熏习众生, 此为对无明有尽用, 此为真如有染香, 实非真如有染而未真如在众生心在染心意识境界时, 仁如如真实的发动去静作用力固。 无明起妄心取妄境界得六成现象世界一切诸事, 无明作用以妄心力强而执着辗转意不断熏习, 众生遂辗转流落于现象世界的虚妄痛苦之中, 其中妄境界、妄心、无明之诸熏习有二种粗细业果, 细者为无明根本业之苦果, 指二圣菩萨所受之苦, 粗者为分别事实之诸现象世界爱, 取,有诸实苦之境, 为凡夫所受者。 虽有如此之熏习之苦, 唯因有真如心之恒常作用力在故, 故人有净法熏习之恒常作用在而得出离诸苦。 第四节, 真如本体在熏习作用中对众生成佛作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真如熏习有自体相熏习即用熏习二意, 以下说真如自体相熏习意。 三十三 真如自体相熏习意味真如畏意能作用之主体作用静, 它是一个能恒常的自作静心作用的能力, 能心种种善法, 做种种功德, 成种种不思义事业, 故而能使众生心在生灭染境中随时能自发信心愿意文学佛法。 以下说众生受真如熏习仍有差别之意。 三十四 既然真如作用很长, 为何众生依真如熏习作用而仍有进展速度不等的相状呢? 此事仍须从无名熏习力作用处说, 众生心之生灭法仍为众生自作之业, 此众生主体性自由异者, 因主体性自由, 故造业不等而有众多分歧, 此众多分歧染源境界众生自身不能实之, 故而众生依于真如心之熏习作用之时, 皆是在于众生不同层次境界的染法因缘下的熏习, 故而修正有迟速, 不能等一同期。 以下说真如自体熏习之内因外原意。 三十五 真如善法熏习作用乃对至众生于心生灭状态中, 其成佛力成虚依于各种因缘方有究竟, 现象世界是众生心时变现之虚妄境界, 众生心时之现象世界中富有众生意有诸佛, 现象世界之其他众生与诸佛, 之与众生主体互动之种种因缘意 依于众生主体心时静染差异而有自作之差异, 众生于去染求静之真如熏习历程中需有种种互动因缘, 亦为众生主体真如熏习作用本因, 亦为众生心时中之其他诸佛对至众生之外力因缘, 此内因外缘同时聚作方有成佛之根本可能。 讨论 诸佛护持之真如熏习作用非是根本因而是外力助缘, 此外力助缘依于诸佛发愿念力亦未已必然存在之持续作用力, 其内因真如熏习作用力亦因真如本体乃众生很有自由之动力而亦未已必然存在之势力, 此真如熏习之内因外缘二力之作用乃保证众生心于生灭忘时境界中之必然可以成佛之因缘, 此内因外缘皆本来存在,皆众生缺已不可之成佛保证, 而众生时不缺之内因以众生心真如相乃把体恒存之作用力, 外缘以诸佛誓愿力故意为亦持续作用于诸众生之外力, 此外力使与众生心真如法体字体相应, 从本以来即是众生字体亲近本体, 所以众生本来是佛,诸佛本来即已救度众生为佛本怀, 所以弥染于现象世界之众生心实本来即佛, 故而众生于去染求尽力尘中之诸内因外缘一皆众生本来本具之自体本性, 众生于成佛力尘中本来即实时受勋于自体真如即诸佛互持之, 以上说真如自体相熏习, 以下说真如用熏习之差别缘及平等缘义。 三十六 真如用熏习相义及众生外缘之力, 指其受于诸佛菩萨感召之外缘者, 其有差别缘有平等缘两种外缘。 差别外缘指其依于自体染着情境而由诸佛以各种硬深度化之, 使其善根舍离诸染或素的度, 或酒的度, 或自勇猛精进, 或自正道助人者。 平等外缘指众生依于诸佛自正其道士愿度众之愿力同受佛力必得互持之平等见佛之外缘。 以下说真如熏习之相应不相应义。 三十七 以上真如自体及用熏习诸意, 使诸众生依于熏习而有境界提升之作用而有境界之差异, 意为不相应境界意味以相应境界。 此境界之差异以上未正清净本性, 未得无分别心境界与真如自体相应, 未得心自在作用与真如用相应, 此二种不相应未在真如熏习之成佛力成中之诸凡夫二圣出发意菩萨之不相应境界。 另有以得无分别心得灭无名而与真如自体相应及与诸佛智慧境界相应之相应境界。 以下说真如熏习不断意。 三十八 最后真如熏习作用正佛晋后则染法熏习即不复作用, 即无明业力之造作虽未无始以来之熏习力作用故, 为即正佛后即停止熏习, 而真如作用却仍恒常作用, 以其恒常作用而有诸佛不退转境界, 以其恒常作用不断之正量护持佛法永久注视而作用于众生心中。 讨论 诸佛无始以来自存永存, 其以因缘作用力故变现众生心, 众生本来是佛, 因无明熏习故再弥不绝, 依真如熏习故立皆成佛。 第五节, 作为本体的心真如相的体相用问题。 真如本体意的境界状态。 以下说真如自体相亲近意。 三十九, 真如是众生心的体、性, 其无相, 其为主体能力境界自身, 无时间先后相, 无空间上下四方相, 永恒常存。 众生心之真如相可谓众生成佛之具, 众生去无明染而呈现心真如相时即为成佛, 此成佛竟有各种清净相意, 以诸清净相意而畏畏如来藏, 如来法身。 真如相意中之具有功德的意义问题。 以下说真如为何有诸功德意。 四十, 说功德即说真如、相、意, 为什么心真如相即是主体清净境界而又可说未具有种种功德相呢? 说功德相即是说心真如体相用意中之相意者, 此相以众生依无明染而当下转染去静作用中之静相, 此静相即诸种种功德相, 此去静作用意心真如作用而作起, 故意识真如相, 众生在生命现象的诸力尘中的妄然乃有如恒河沙之术, 众生以心真如自体起去静作用而正清净相即有如恒河沙术, 故心真如功德相有如恒河沙术。 真如用意中之成佛者如何显现其旧度众生的作用问题? 以下说诸佛度众之真如用意。 四十一 说真如之用意即说众生心在真如自体全然呈现之实之成佛境中说之真如用意者, 说真如用即说佛的作为, 佛的作为即为自心清净真如呈现实之作为, 佛的作用即以旧度众生为其作用。 佛者众生心之无无明心意是作用而指心真如清净作用之境界者, 在佛之真如心清净作用之观照下, 一切他在众生心之染尽因缘粒粒分明, 然而一切他在众生心之本体仍为真如体性与佛同体, 故成佛者不以之为他在众生而以之为己身清净利作用之对象, 故意为去染囚禁作用之施射对象, 使以众生即我, 成佛者以成就众生成佛为成佛作用意, 故而成佛者必发愿救度众生, 实为成佛者自正其境之作用。 成佛尽时即众生心中之真如心之自体相用之作用境界, 成佛者即以以法身便在一切处, 为是法身, 无有现象世界之一切境界, 时即众生心中之真如心, 佛度众生时众生真如自体相用呈现而自就度, 众生各依真如心体作用现种种功德妙境而为由佛救度故说为真如之用, 故真如用者虽说是佛救度众生之作用, 时即众生真如其限之自就度之用, 众生心真如乃把体恒存即以大如来藏意故为之为佛, 佛以众生心真如自体相用作用意而为救度众生。 佛之救度即众生真如之用, 四十二。 以下说佛度众时之应报生意。 四十三。 众生见佛救度时即见众生自心真如自体相用之自度, 佛即法身至性便在一切而为众生心之真如体相用, 众生所见之佛相以众生自己之染境差别而有差别, 凡夫二圣有粗相之分别是时, 故其所见之佛者为其应生, 随于凡夫二圣境界差别一人各个不同, 诸菩萨以其细相之夜时, 的见报生, 相好庄严。 诸菩萨以其菩萨的随去染去境之完全真如显现之时亦无有色相可见。 以下说佛境界知智色问题。 四十四。 真如法身即佛境界, 此境界无有然心故无色相, 然能现色, 以色性即至至性即色异故, 色性即至未说色相虚妄本至即真, 至性即色未说真如至即法身而法身便在异故, 未色。 成佛者真如自在随众身心时静染随顺视线, 即为佛已救度众身之随顺视线作用意。 第六节, 众身由心生灭向至真如相的作用说明。 以下说由生灭门入真如门意。 四十五。 众身由真如自体相用作用力发动即从心生灭相入心真如香, 即将众身在无始以来由无名熏悉辗转之珠种种叶随力消解, 一切现象境界为是色受想行使五蕴基据假合而有, 若能如实观察之心体无念及的话消一切五蕴基据之虚妄境界而使众身心腹入真如境中而依竭力皆而终成佛。 讨讨论 其性论, 基本理论部分以述说完成, 即一般哲学问题中的形上学思想部分, 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二, 其意为众身心之如何而有, 四十六。 其二位现象世界之如何持续。 此二问题十亿同一问题, 即整体存在界之存在结构即其意义问题。 佛教哲学以解决人生存在意义为终极问题, 以述说理想人格之达成为终极解答, 其解答中以现象世界为人而有, 且是虚妄, 应回归心真如境界中, 只习生命主体在现象世界中的轮回流转。 此一故使生命主体的终极理想境界问题获得解答, 现象世界对个人意义的存在问题意的说明。 然而现象世界中的其他生命主体即成佛者的生命主体即大家共在的, 世间、问题却尚未追究, 以及生命主体自己本身之如何而有的问题意味说明, 就此而言, 我们或可视作推想如下。 首先, 整体存在界应设定有一共同且唯一的根源, 此应即其佛法身概念者, 其为成佛者以理行身份之存在者, 就其为最高预设之中即存在而言, 其以因缘所需故, 变现出与其同体的众身心, 众身心乃在佛法身为成就更多成佛者之因缘设想下而变现出之生命主体, 故而其心真如与佛同境, 其本来是佛故, 此生命主体以其身灭作用自己产生心意时而有轮回历劫之生命历程, 从宗教修行之角度言, 此生命轮回历程时即为其成佛历程而有之必然历程, 众身即在此无明生灭缘起中发心向佛, 而成就其修行事业, 佛陀本怀即为这此一众身修行事业而兴起着众身心之生灭作用即其无明阅染诸事, 当然众身之心真如即佛度是旧众之内因外缘意使众身有成佛之保证, 当众身心之生起乃起于佛本怀, 而现象世界之存在乃存在于众身心意时中时, 则整体存在界的存在结构与意义问题及或意统一之解答, 此即统一于佛法身中, 是故法身变在, 变在众身心中, 变在由众身所变现的现象世界中, 现象世界作为一客观外在世界, 其存在于持续, 固然在于单一众身心意识之持续作用时中, 它更存在于所有众身的持续时中, 指其现象界的感知情状将各因不同众身而有不同结取相状, 当然现象世界更是存在于佛本怀中, 它作为佛已成佛因缘所构作众身之生命活动场域对象一人收射佛之本怀之中, 总之, 众身心因佛欲充实完满佛境界而造作而有, 众身心之无名缘起乃为其还灭真如而成佛之必要历成, 一切世间以无量无边之众身心意识之作用持续而存在, 当然也因而有坏灭之可能, 佛法身以义理行身份自无始以来即已存在, 并永恒存在, 佛法身是整体存在界之最终总根源, 四十七 第二章 众身对于大乘思想的误解而影响修行的各种形态 第一节 一般凡夫自己对佛法误解的五种观念与破除之道 以下说五种人我见者 四十八 众身于学佛历程中, 对于佛法之认识, 会因执着自我意识而生种种错误理解观念, 其一未以为如来法身是一个存在意义下的大虚空相, 实则如来法身不是一个存在意的虚空世界, 众身心已妄然无明生一切现象世界, 众身心已真如作用而破旺去真, 真如是如来藏, 如来藏是以众身心清净而含藏现象世界而说之境界, 并不是一个虚空的存在世界, 世界现象是妄心作用的假现象, 真如不是这个假现象的载体, 真如是破除这个假现象的本质境界, 这个本质境界已自在作用力故有色可现亦不现于色, 色法的现象世界亦是真如启用时的随顺境界, 但真如不是一个虚空的现象世界, 如来藏是使一切现象世界依然发现起又依静法消灭的新时主体, 是众身心意识活动的场域, 本身是一静智相者。 第二种物解位已真如涅槃之性即仅仅是空, 实则空性确实是真如之体性, 唯因真如空性对身灭染尽其尽致作用之时即身种种相用功德, 此时真如即不仅只是空意, 说不是空意是说其作用真实, 非无作用, 作用时有, 法体恒存, 指其体性是空, 不可因其体性是空说其无作用空。 第三种物解释已如来藏是寒藏万法故以为如来藏一字体有色心诸法之诸种相状差别, 实则如来藏以心真如作用去生灭心染法时而依对质对象随顺差别, 并非真如心自身有差别色相。 第四种物解释已众生心于生灭流转中许多力成生死来去之故说如来藏自体具有现象世界之生死诸世之真实。 实则如来藏只有以心真如生诸境法而除众生苦离生死海之清净作用, 至于众生之生死流转乃众生人在心生灭法之无名妄染之历程之中, 使与如来藏清净作用全部相应。 第五种物解释已众生生命有生死现象 而众生依如来藏而有其生死故以为如来藏意有中净之实。 佛境界即是依众生心之真如成显之境界, 真如成显之既无前后既无生死相, 成佛之后即是亦清净真如心便在众生心中, 以众生无边故,真如无边,故无中净之时。 第二节,二圣误解佛法的原因与破除之道。 以下说,法我见,四十九。 如来为众生说法, 以说无我为主,众生应只有我, 而对佛法有以上五种误解, 然而二圣虽有所解却不究竟, 见五蕴积聚不时故有生死畏惧心, 以畏惧生死而求入涅槃, 时亦未对涅槃义之误解。 实则涅槃是即是众生心之真如境界, 其法体恒存无有中净, 而真如境界时众生心之本来境界, 众生本来涅槃固, 因此去染求境去向涅槃指示 回复众生心真如境界之本然, 并非仅是畏惧生死之庇护所。 生死是虚妄想, 但以业力不减固, 生死亦虚消解之, 然不虚畏惧, 亦不虚逃避, 至真如境则超越生死。 第三章, 众生修习佛法的各种境路 及其理论与实际上的各种问题。 以下说, 分别发去道相, 五识。 大乘佛法的根本作用即是 教令众生去向佛道, 就成佛者境界而言即是 诸皆尽成佛者境界的菩萨们的努力方向, 这些努力即是发动其众生心中的作用力, 而去向佛道, 悉知有三, 一者幸成就发心, 二者解形发心, 三者正发心。 此意众生由低位境界向高位境界上升的修正历程。 以下说, 幸成就发心, 五十一。 第一节, 初等境界者从坚定信心入手。 初等境界之菩萨信心未定, 曰, 不定聚众生, 但已有种种善行, 经各种方法, 忠于信心成就, 月二圣境界, 成就信心, 诸如来种中。 如果有一般众生, 亦欲求上佛道, 唯因信心不足, 或进或退, 则堕二圣地。 月二圣镇定据菩萨之发心有三种意, 一者之心, 为直接呈现心真如香而力求上尽之心。 二者身心, 为愿行一切善行而求上佛道之心。 三者大悲心, 为发心愿以佛境界者本怀愿救度一切众生之心。 既然法界一相, 佛体无二, 那么众生在求成佛境界之时, 为何不就是只直接呈现真如, 永猛精进即可, 为何还要发种种心形种种善行以求证佛境? 实则众生在无始以来无明染法 以造种种恶生种种业, 一切善行皆为方便对质之法, 非真如心不得净化种种恶业, 为无明熏习利益持续熏习故, 故种种善法方便其头对质方有成半之时效。 这种种善法方便意的再说为四种方便法。 一者行根本方便, 二者止方便, 三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 四者大愿平等方便。 方便, 者对众生心求上佛道之功夫法门者, 功夫法门以其对准问题却有时效助力固 曰为方便, 行根本方便, 者, 行真如实至之观照法当下进心正空之功夫方式者, 以执政真如未根本法故。 至方便, 者, 对治恶元之法, 以发忏悔惭愧心作为对治众生于无始来所造作之种种恶事之境法功夫, 佛法平等故, 因果不失故, 恶业不退故, 必以同等恶果消业故, 为及求上佛道, 不等恶业来临自心惭愧忏悔先受其苦而消恶果之功夫方法。 发起善根增长方便, 者, 行一切善行清净佛法僧, 办一切善事的佛助力之功夫方法, 此法为增长进化力量强化真如熏习作用者, 亦于清净境界之增长历程中同时消化业障, 因善行一级针对恶业习染之对治而作之勉强行, 在勉强行中即消恶业。 大愿平等方便, 者, 以成佛者本怀之事业为修行佛法者之进行, 所谓行佛之行事也, 佛者以法身便在入众生真如法体之中促众生行佛道之愿力者, 因此菩萨求证佛道义以救度一切众生为应行之事也。 菩萨者一人有诸有漏之夜, 故而其成伴佛境亦须立一一节而成佛, 唯有大愿力在, 能发永猛心不堕二圣的而正佛境界。 第二节, 中等境界者有六种智慧法门入手。 以下说, 解行发心, 五十二。 以达信心不退的菩萨境界者能在求上佛境界, 其可行之功夫有六种智慧功夫形态, 此境界之菩萨对佛法以身性不退便能随顺于智慧理解境界中做出六种智慧修行方法, 因之真如法体不有贪香而能随顺行不失智慧法门, 因之真如法体没有欲望故之随顺修习持戒智慧法门, 因之真如法体没有情绪没有苦恼故之不必坚持世俗形象而随顺修习忍辱智慧法门, 因之真如法体见动不惜没有止赞之事故之修习勇猛精进智慧法门, 因之真如法体自在如实没有因风其浪之不定情境故之修习禅定智慧法门, 因之真如法体自体相用真实如如故之修习般若智慧法门。 第三节,最高境界者已显示境界而正入佛果。 以下说,正发心,五十三。 菩萨修行六种智慧法门而使心性主体更趋清净只剩为系夜时在, 此时之修行功夫即为直接已成佛者所办事项为其修正方式, 即为直接在就近菩萨境界的所做之事,即境界即功夫者。 真如境界是没有一切现象世界之诸识者, 现象世界因众生心无名忘起而有诸心意识之境界, 真如心已转诸染心意识之作用而正真如法身而远离一切染心意识诸境界, 而至真如清净境界之中。 境界有二意义者染心意识现象境界, 此呆真如转时之对象而说境界。 二者心真如法身智慧境界, 此境界无相可谓亦可谓无此境界。 以修解行发心菩萨, 最后最高级修正功夫即为发佛本怀之功夫, 除供养诸佛以外妇佑救度众生, 以种种方便方式开导种种众生,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佛以众生真如本性未同体固, 众生不成佛及菩萨现象世界不清净, 唯有菩萨维系意识中之现象世界中之所有众生心意识意皆同正清净之时才有佛境界之最终正成之事, 众生本来是佛, 佛与佛同体清净, 有众生心意识不清净即成佛者救度是愿未尽成, 于是最后境界之菩萨已救度众生是种种方便相自正佛相而正佛敬畏修行功夫。 以下说菩萨发心相中之三种维系心相。 菩萨此境界之发心相者以及维系有三种相说其心境, 一者真心, 不做任何分别实用之心, 二者方便心, 为救度众生一种种圆形种种善形方便心, 三者夜时心, 尚未正至清净佛境而有之自体维系夜时心。 以下说, 一切种智, 五十五。 菩萨修正圆满之时即有一切种智, 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然而菩萨成就最高境界即断无明无有心想缘和能有一切种智。 实则心真如尽是心不起望时之境, 非心不作用之境, 心去一切染现一切净之时即自体照现一切妄法有大智慧。 无量方便作用法门, 能对无量众生染心意识之境界而随顺查之而视现相应法门令的开悟。 众生心于染心意识境界之时时不能查知己身心意识之染灼状态, 唯有高一层次境界的菩萨才可时之。 众生染心于清净作用过程中意以更清净境界时之心意识状态对过去再染心意识境界状态了然时之。 众生成佛之时即不仅对己身于过去无量节中之种种造业因缘了然时之。 更因众生心体自体真如乃法身同体异故, 故而成佛者对上在弥染中之众生心意识之情状态能时之, 既能时之即有对智之法, 既以正成菩萨最高境界即需救度众生, 即以一切种智行种种方便救度众生。 诸佛既然以为细业时释现一切处利益众生, 为何世间众生多不得见, 时依众生流于心意识境界之染着状态而自作障碧不能见者。 第四篇, 对于一般人再次说明如何建立学佛的信心与学佛的方式。 以上第三篇, 解释分, 以下第四篇, 修行信心分。 第一章, 四种信心。 以下说, 修行信心, 五十六。 在对大乘佛法的真实意理的详细解说之后, 应该要再度劝说众生来相信佛法。 相信佛法中的四个重点, 其一为心, 真如, 法为世间, 根本, 真相应乐清净之。 其二位, 佛, 有无量功德定就众生众生应常清净之求正佛静, 其三为佛, 法, 为真实真理若能奉行定有大利益应常修行之, 其四位, 僧, 为正在修行之善之事应清净之学如实行。 第二章, 五种法门。 以下说, 修行五门, 五十七。 除了劝说众生相信佛法之外, 还有五种修行法门应请众生如实修行, 即不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只观五种, 禅定为止, 智慧未观, 禅定智慧何为一种? 第一节, 不施修行功夫法门。 师门, 者, 以无始来无明造作皆成我法二职, 在职受禅, 不得解脱, 以心意识力量束缚众生辗转轮回, 不施法门借由与他在众生心意识互动, 卸除法我二职, 自获解脱, 当其他众生有所需求于我所拥有之财物者, 舍之, 当他人有所恐惧为不者, 助之, 当他人有智慧困顿者, 告知之, 且不以告知的受他人恭敬之我之为此告知之目的, 若祈求恭敬, 则附入执着造业辗转轮回, 一切不失为畏去障自立, 增长菩提智慧, 开显真如法性。 第二节, 持戒修行功夫法门, 戒门, 者, 一切现象是戒有种种可遇可乐之事, 时戒我法二职之无名熏习造业因缘, 修行者皆应舍之, 故以随事进而来之时而戒之, 就出家众而言, 应减少外物又或机缘, 以离群济居及修苦行, 不应轻忽如来境界。 第三节, 忍辱修行功夫法门, 忍门, 者, 一切外人所加诸于己之价值评论, 皆为种种因缘果报之必然来去, 不应其念相应呆之, 以随来随扫, 越是情节严重的恶语相向, 越是正道助力因缘, 越是恭敬有家之礼赞, 越是仗道因缘, 以意激起名利贪念心故, 应忍之不予回应, 方式善法。 第四节, 经敬修行功夫法门。 敬门, 者, 未除确立结诸苦, 应勤修功德, 远离诸苦, 于修行中, 因诸业障现前障碍信心之时, 更应发大誓愿, 勇猛精进, 礼拜诸佛, 诚心忏悔, 常不修费, 以免障碍成熟善业消退。 第五节, 禅定智慧修行功夫法门。 以下说只观修行功夫法门。 五十八, 禅定智慧修行法门即止观法门, 此止观何谓一门, 以动静二相亦相顾。 止门, 者论于坐禅的方法与其所可能发生的问题即解决之道, 关门, 者以理性智慧生活的学佛方式。 止者止习一切心意识所染之珠现象世界一切种种相撞对心意识所起之无名熏习力者, 观者观察因缘生灭现象一切染法本来是空而生智慧心灭一切仗者。 此二门同时休息以关注止以止行观见见成熟的大利益。 坐时修止念想皆习心若持散当即设助, 此心意识时做经验中事, 做起随顺修观, 于一切行中念念四福, 如此将使意识逐渐猛力, 消浮烦恼, 随其力根增长, 见体法界一大缘起我与众生。 众生与佛皆一体事项在于一众生心中, 此时的生更大智慧, 得有大功德转众生痴迷故。 于止观功夫休息过程中, 必发智慧的大利益, 唯因无名熏习业力尚未宵禁, 于境界中意起邪职, 于心意识中意见诸意乡, 于能力中意生辩才, 种种事项皆负起人我法直激起贪念诸事, 此时应人正观心意识, 知其一切种种皆仍虚妄现象而不受诱染, 否则堕入未得中及佛境之外道分为中障碍成佛功德。 于修习止观境尘中所必然升起的生命现象中之种种变化, 乃生命结构变化中是, 修行者应贪念执着, 其种种名利好胜心, 皆非真正真如境界, 修行者以自我查四己心念头之染之而语致止, 否则即入外道境界。 止观法门精勤修习者只要能不起傲慢执着其必得种种利益, 为诸佛护念, 不受恐怖, 不受祸乱, 远离毁谤, 没有疑惑, 信心增长, 远离忧悔, 舍弃骄傲, 没有烦恼, 不受惊动。 此止观法门乃止观并修, 若人修止气观, 亦其懈怠, 违见自己, 不见众生, 不欲助人, 非大惩罚, 此时应在勤修智慧关门, 从中见出世间一切意乐之事皆非真实, 一切众生皆受无始来苦, 且不觉知, 如此而生大智慧发大事愿行种种善行功得度, 一切众生未念, 依于此念此行而方有真正终极成佛境界之可以弃及者, 须知只观二门必缺疑不可, 因众生业障本不坏失, 为除灭静静, 方得不退转, 否则于一切境界中皆有无名熏习障道因缘, 随时都有堕落之可能。 修行者于此一世界修正佛法之时, 若畏惧信心不够, 不能持续, 则有净土法门, 专意念佛, 得生该世界, 实践诸佛, 令信心不退故。 第五篇, 对所有人说明以起信论所述佛法修学的好处。 以下说, 劝修立一分, 五十九。 大乘法门已尽说如上, 如有众生遇习佛法, 则依此论必成正果, 如有众生的闻此论不深切诺, 则必未能发扬佛法之大境界人物, 假使有人于一吨饭时间的长度认真思考此论所述之佛法, 则其功德过于以异佛法不失于三千大千世界中人者, 假使有人于一日一夜中实行此论之所述诸善法, 则其功德称说不尽, 若有众生毁谤此论, 则其罪业苦果将今无量劫。 此论所述正义, 一切如来依成正觉, 一切菩萨缘入佛制,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皆以此论正义而得成佛, 是故众生应勤修学。 讨论 为何修习, 大乘其信论, 佛法会有如此多的大利益? 说利益者是非利益, 只是回归生命真相而已, 生命主体在无明阅染中之一切构作 其实皆是虚妄构作, 因其虚妄, 现象世界中的诸欲乐知识 其实皆有背后的无穷苦果, 只众生于熏习尽忠而不自觉, 如能得闻佛法, 知虚与识, 而能改变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而能由你转悟, 开始修习, 则终有成佛之可能, 在成佛历程中, 现象世界之虚妄相将逐一消灭, 虚妄现象中之任何福报时皆一人虚妄, 无论有多少利益皆非真利益, 皆将还灭, 在其还灭境中所见之真境界才是真利益, 当使者与虚者对照之时, 任何功德皆显现无穷广大相, 虚相境界无论多么庞大一人只是虚相, 一念心入真如胜过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相。 大臣其性论, 正是教导世人由你转悟之论著, 有能真心了悟者, 其对生命之价值起事可以计数之量, 故而利益无边。 结语 本文就, 其性论, 全文进行了作者自己的理解与诠释, 建构了作者自己的, 其性论, 哲学问题意识及其解答, 尚未对佛学史上各家, 其性论, 医学讨论之观点进行比较, 此时作者自已于中国哲学史及佛学史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工作, 虽有挂一漏万之师, 却亦为一大缘起中之必要历程, 仅述如上。 注释 01, 关于大臣之为大臣者, 参见应顺言, 佛法中最究竟的, 就称为大臣法。 大体来说, 凡是发菩提心, 修菩萨行, 自立立他, 以正的佛果位究竟目的, 这就是大臣法。 大臣即是以臣佛为目的而发心去修学的。 大臣起信论讲记, 台北正文出版社, 1992年2月修订一版, 夜时。 02, 参见卓著,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北京华文出版社, 及, 基本哲学问题, 北京华文出版社出版中, 或参见作者网站, 小于杜宝瑞的中国哲学教士大于http 号双斜线或分hfuedutw斜线 0.i斜线 03, 参见应顺者, 大臣起信论讲记, 台北正文出版社, 1992年2月修订一版, 小于权论大于, 即消闸妇事议, 大臣起信论, 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6年8月出版, 小于提解大于, 即劳斯光者, 新编中国哲学史, 二, 小于大臣起信论之真伟问题大于台北三明书局, 1991年8月增定六版, 即唐军译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台湾学生书局, 1980年修订四版, 小于第十章第一节大臣起信论之时代与其宗趣及内容大于, 04, 参见应顺言, 太须大师分大臣为三宗, 即法相为十宗, 法性空会宗, 法界原觉宗。 我在印度之佛教, 称之为虚妄为实论, 信空为明论, 珍常为心论内容与大师所说相近, 台家的通, 别, 原贤家的法相, 破相, 法性, 也相近。 本论是属于法界原觉宗, 或珍常为心论的。 佛法是否为心论, 这是另一回事, 但本论, 彻底彻尾的是为心论, 是绝对为心论, 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本论所说的, 众生心, 寒舍的, 生起的生灭杂染, 而本质是不生不灭的, 清净的, 所以为心而又是珍常的, 与无者系的虚妄为实学不同, 应顺着, 大臣其信论讲记, 台北正文出版社, 1992年2月修订一版, 页一四。 05, 参见, 大臣其信论, 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6年8月出版, 消闸复事议, 页四四。 由于本文作为一篇单篇论文之篇幅所现, 全文中将无法引出原文文本, 为使读者查阅对比方便, 本文将以佛光出版社版本之, 大臣其信论, 为原文出处对照本, 以下各段落注释之原文出处将皆以本书段落页次畏句。 06, 关于大臣思想是谈修行理论的学问, 参见应顺言, 信仰佛法, 修学佛法, 是作为规范身心的修持法, 是为了实现自心的清静与自在。 所信所学的, 不是身心以外的什么神明的崇拜, 而是确信自, 己身, 心的可从修至已到达完满的自在。 大臣法, 修行成佛的法门, 要我们信的学的, 就是我们的自心, 以及从自心为根本立场去理解一切。 能这样的信解修学, 就是信解修学大臣。 所以, 大臣就是众生心, 信是信自己的心, 正也是正这个自心。 大臣, 却是这样的众是自心, 大臣起信, 是信得以众生心为本的法门。 中国的禅者与天台, 显守各家, 都推重本论, 就因为本论是从实践的观点, 而开示与我们关切的自心法门。 应顺着, 大臣起信论讲记, 台北正文出版社, 1992年2月修订一版, 页一三。 07, 佛光版, 大臣起信论, 页四七, 四八。 08, 页五零。 09, 旧, 起信论, 是谈主体修行的理论建构问题, 劳斯光先生为, 旧, 心, 作为一切法之本说, 心, 即最高主体性, 弥觉染境, 皆不外此, 心, 于是此, 心, 不仅能观一切法, 且实生一切法。 就此, 心, 即, 众生心, 说, 则最高主体性并非外在于当前之自觉, 故此处即含有, 甚凡直通, 之以, 每一个体之自觉, 皆通往最高主体性, 此在众生皆同。 诗意与中国先情如学之心性论较近, 与印度之种性观念则大大不同意。 劳斯光哲, 新编中国哲学史, 二, 小于大臣起性论之真伪问题大于台北三明书局, 1991年8月增定6版, 页278, 此时众生心与佛法身接轨之功夫理论与形上学问题交涉之意。 诗, 这样的一理形态, 应顺以其极维心论体系说之。 参见其言, 本论是属于法界原觉宗, 或珍藏维心论的。 佛法是否维心论, 这是另一回事, 但本论, 彻底彻尾的是维心论, 是绝对维心论, 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本论所说的, 众生心, 寒舍的, 生起的生灭杂染, 而本质是不生不灭的, 清净的, 所以为心而又是珍藏的, 与无者系的虚妄为实学不同。 页14, 即, 本论是珍藏为心系的, 所说的心, 比为实学还要强化。 心, 众生心, 不但含射了色, 而且统有理性与事项, 即无畏与有畏。 页21, 即, 理性与事项, 精神与物质, 都含射在一心, 众生心理, 这是绝对的维心论, 页22, 11, 页55, 12, 页55, 13, 页57, 58, 14, 页58, 15, 页62, 16, 页62, 17, 本文以珍如位移境界一之说法意见于劳斯光先生之论著中, 参见其言, 此点, 不空, 亦即就, 真心, 最高主体, 而言, 此, 真心, 有完整之主体性, 故常境而明, 不空, 但此主体性非对象, 故说, 无有相可取, 乃主体清正之境界, 而非一观念, 故说, 理念, 又说, 为正相应, 正, 即, 清正, 以别于取向之认知, 叶二八二, 为作者更标境界哲学为基本哲学问题, 并以之为权势架构, 十八, 叶六四, 十九, 叶七一, 二十, 叶七一, 二十一, 叶七一, 二十二, 叶七二, 二十三, 叶七二, 二十四, 叶七三, 二十五, 叶八二, 二十六, 叶八二, 二十七, 叶八七, 二十八, 叶九三, 二十九, 叶九五, 三十, 叶九五, 三十一, 叶一零五, 一零六, 三十二, 叶一零二, 叶一零三, 叶一零四, 三十三, 叶一零四, 三十四, 叶一二二, 三十五, 叶一二二, 三十六, 叶一二三, 三十七, 叶一二四, 三十八,也一二四 三十九,也一二七,一三一 四十,也一三一 四十一,也一三七 四十二,就度一时,大臣启性论, 这论乃为众生修行启性之目的而论著者, 此一堂君一先生言说如下, 大臣启性论所言成佛因缘, 乃继许此众生有如来藏位成佛正因, 使人有以性其自立,又有诸佛菩萨之慈悲护念, 使人坚信此诸佛菩萨之他立者, 坚持二性,即能启大臣之大性, 此与质疑之是法华, 正在断以其性,与成为时论之言善心所, 以性为首,其旨意正同。 然此书以此大臣其性为书名, 兼以有法能其磨喝眼, 即大臣,性根,为总论之地一句, 则其从其性之意,更为昭显而。 唐军译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台湾学生书局, 1980年修订四版, 页二四五, 四十三,页一三七,一三八。 四十四,页一三八。 四十五,页一四三。 四十六, 其性论, 以众生心作用论说现象世界, 就佛教哲学一般之说法是归于无名作用而启示的现象世界, 此即引发现象世界如何持续的问题, 特别是在众生成佛后, 或众多众生心及众多无名作用之交互间之现象世界之存在结构及现象呈现问题, 此皆佛教哲学的形上学问题, 是哲学基本问题中必作答复之问题, 此问题是非功夫活动问题, 然以理未明如何实修, 问题亦是到那里理论建构就必须解决到那里, 此问题劳斯光先生亦曾提出参见其言, 以上所论, 就阿里耶识或生灭心言及直寇当前之自觉意试讲, 此中主体性未纯粹未显现, 故有不觉意, 但非无主体性, 故有觉意, 而不觉之状态即主体为无名所复必之状态, 然则, 无名, 何来? 此在佛教理论中, 含有座正面交代者, 然其意自是为, 无名, 意主体自身所生, 但风水之欲, 则似使人以为无名在心外, 有粉在水外, 此意一切为实理论用比喻时不能免之与并也。 劳斯光者, 新编中国哲学史, 二, 小于大臣其性论之真伪问题大于台北三明书局, 1991年8月增定六版。 页二八五 四十七, 关于, 其性论, 于成佛可能性问题的理论建构, 时涉及异形上学问题的解答, 此意唐君毅先生曾论述如下, 此所特显之异运, 事先肯定此意真如心或本觉之真实, 而后更依之以起修, 以有始觉就尽觉而还证此本觉。 故此大臣其性论之先立此意意众生皆有此本觉或心真如, 为其成佛与修行知识之本, 乃令成意思想录像。 此意思录, 乃以意行上学位先, 修行功夫论位后, 而不同于班若宗志以, 乃以观照班若知功夫或止观知功夫位先, 而由之以显诸法时相或法性者。 然此意行上学之所以能建立, 则又时需人对其修行功夫之究竟处, 加以一选想, 与更进一步反省其如何可能, 方的建立。 否则此只为一读断论之行上学也。 在人之成佛处看人之生命心灵, 必是亦无限而变法界而永恒常住, 不生灭之生命心灵。 必须为人之所以能成常住不坏之佛之根据, 在人之本有此同于如来平等法身之心真如为佛性, 然后使此成佛之事为真实可能, 而易须行而上学的先建立此心真如或本觉, 而易须行而以仁之成佛, 指示觉其本觉或心真如, 由始觉至究竟觉之事也。 唐军译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台湾学生书局, 1980年修订四版, 页二无一、二无二。 此译作者将众生心真如己等同佛境, 更以众生心之始出乃佛本怀而说众生成佛之可能, 此即易行上学的答复。 48, 页147, 页148, 页149, 页152, 页158, 页158, 页165, 53, 页170, 页144, 页170, 页155, 页171, 页165, 页175, 页178, 页179, 页184, 页185, 页186, 页192, 页193, 页194, 页195, 页198, 页199, 页192, 页2269, 2015.50分15秒 GMT27203451转2DB6 495114B693C0003 HITS5111702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华言宗法界 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首页 向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臣大义章探究 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 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华言宗 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哲学 决起于天台之后 就佛学知识体系在印度及中国随唐创造其而言 若不算教 外别传的禅宗而言 则华言哲学可谓佛学古典教理体系的最后一家创造系统 其作为创造 信义理系统在于依华言经而开显的法界缘起观之哲学 宇宙学知识体系 而有别于同位哲学 宇宙学中小乘佛学的十二因缘论 即为十宗的万法为十之阿赖耶缘起 和大臣起信论的如 来藏缘起 以及密宗的的水火封空十六大缘起 其差别之要点 在于当各教义体系纷纷在 缘起信空的佛学宇宙观之基本立场上发展 其各自示意的缘起宇宙学解释系统时 华言哲学 独能把握佛化世界重重无尽的 华言信海之浩瀚宇宙相 而可从最广大的世界观眼光中来谱 成此宇宙学的缘起说 并不类于十二因缘说之指数 及宇宙世界相续发展之条件 亦不类 于阿赖耶时及如来藏石之指 交代缘起事件的十藏海之冉净 亦及其去冉求净之行门亦 更不 类六大缘起之在处理 缘起世界之元素构成亦 法界缘起乃在如如给与无尽世界一切事相相 入相及知识状上说出无尽世界互为缘起之 无尽缘起义 且收涉前述诸缘起之义理于法界观 法之中 此法界缘起之说 在华言之事体系之中 乃最核心之理论 且是以多次不同形式之内 含表达于华言历代祖师之著作中 法界 是华言诸祖展开论述的基本概念 在法界观法中 其实是含所有华言观点下的佛学教义问题的理解纲领 因此佛学教义中诸重要核心观念诸 如斑若学 唯实学 叛教理论等皆在法界观法的能入所入分别 染法缘起进 法缘起分别 及各类法界分门之讨论中 收摄入法界观法之华言学中了 是华言宗哲学在法界观法之理 解纲领下整体的含设了佛陀说法之所有要目 是以法界观法来作为表达华言佛学的形式体 立即内容义理之概念 至于法界源起观之义理本身 作为华言哲学最核心观点内容 是从杜顺初组提出修正 误入的观心法要开始 在其真空观 理事无碍观 周辨寒荣观 三观之误入华言最高境界一 真法界的观法开始 直至四组成观 大师建立理法界 是法界 理事无碍法界 是事无碍法 界之四法界说指 即以完整的建构完成法界源起之哲学 宇宙学理论面貌 此依法界源起之 理论洞见乃发觉于华言精华 藏世界品中所述之重重无尽世界观之意解上 此重重无尽之华 藏世界乃又皆在佛陀一心发用中得摄入无余 实言之是佛注于华言三昧中才得误入而开显 出来的 是在佛以无量节修正误入成无上正等正觉 而后才能辨入辨之此一真法界之无量重 别相设互入之华藏世界真相 故是依佛阵入境界之实状才能开显出来的 是佛以佛性之真 时才有华言性海之开显而起的哲学 宇宙学世界观 是佛性之真时才有性海之推演 是故一 于华藏世界而起的法界缘其观 时即正是依余佛性之真时而推演的华言性起哲学 故法界 缘其说又即是佛性性起之学 佛陀著世乃因一大事因缘而来 为令娑婆世界众生开世误入佛化世界甚深为妙境界海 佛陀特于此事误入此途 并在其悟道之后的第一次说法 即以华言经曝衍佛学一礼 一方面皆是华藏性海世界观之真相 一方面皆是立皆次第之成佛修行法门 使我们知道如何做 成佛修行之内在观解 也知道成佛修行过程中在心解与行政上必然面对的华藏世界真相 并即在心解与行政的修行观物中 依华藏世界之结处理解而后可得相及相入之重重世界的事 借观理解 亦正在此一理解中可因世界真实之见之掌握而即刻领悟世界在相入相及中及已 以同一原理而互为缘起的一世存有着 且此一缘起的世界观世在华藏世界无尽量广大泛育 得互一世存中而形容的 是故事以特殊的世界之良的无尽缘起 然而此一缘起的得之幼 须是在佛陀证悟的道之后 以其自身清正之境界推演才能得获 故事以佛之性在佛之境眼佛 知法才有此无尽缘起的世界观之出现于是 而此世界观也因而是带着入佛之观心法门 佛 正之境界 众生之国土 上下回向之菩萨行等能痛存之内涵的世界 此世界即在华言历代 祖师所开创解权之理法界 世法界 理世无碍法界 世世无碍法界之四法界解释体系上 因华言诸祖皆以法界构说世界之范域 故此世界之无尽缘起的知识学体系 即可转化为法 借缘起之学说一涵 在佛学系统内部而言 华言哲学之书甚处在于以法界观法收摄所有佛学重要意理 即 以法界缘起说甚善于其他诸门之缘起说 然而 若就哲学系统而言 华言学之成立更有其 特殊成立之条件有待肯定 首先 华藏世界之观点的提出 当然是基于其宗教背进而来的 然而作为在哲学理论中的世界观之意而言 我们必须给出其成立的理由 即使还是宗教 信的也仍然有其意义 更近而言 发蒙于华藏世界观而建立的法界缘起观 方东美仙身位 其为超本体论者 此当即是立基于宗教活动而后之超 觉悟入之超 亦是超于人存有者感触 能力之超 更是超越一般哲学知识力 眼光之超 然就其人是哲学宇宙学主题中视而言 其 不可摆脱成立条件之查考之近人士依然 先就缘起说言 十二因缘论提出的是一套宇宙生发过程的解释模型 以十二支的过程 来解释世界中诸式的理论类型而言 只要其能相当程度的具备解释力 即可承认其在该程度 上的效力 剩下来的问题只是效力高下 即值得推广与否 此已非重点 重点应在 一面无 明星起之基础问题 简单的问题是 人为什么会有一面无名 如果不能说明此来源 十二 因缘说即无有成立 为时学之阿赖耶缘起可针对此作弱 干说明 其实即是给此一念无明星 知基础说明 为时学是从凡胜众生之在存有世界中对外沟通的感通能力角度去说明存有界 之结构构极其成立基础 是知识学进入之本体论 存有是为时所变的命题又是一种宇宙学的规 定 至少基于佛之清正可给予理据 然亦可基于所有存有者皆是基于对外感通能力才有存 有界存在的证据力之确定之事实来说明为时的道理 在为时的观点下 根 成 敬之重层 架构称起了存有界之结构图 凡胜众生各以其能力限度中之感通条件来生存于其所认识之 世界 也因此有佛陀所见而人所不见之滑藏世界出现之缘由 在此继续推论即可的感通能 立即此时及存有之本体基础及宇宙存有之来源的命题可出现 故而为时便以阿赖耶实染 或进法缘起之说界定存有之根源 一级扩生了十二因缘说一念无名缘起的来源基础 但 视为时理论的问题并未结束 阿赖耶 圣或阿摩罗 本身是一个存有者之实能还是所有存 有者之实能还是唯一的那个最高存有者之实能呢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处理 十一能之故与 能通一亿一能之故与所合一 即个别存有者各与其他存有者在同位皆知能境上因内容之相 同而融通为以共聚之能境 并同一的作为存有界之存在依据 即造共益之境 并且依能力 之皆别而有上境之能者可收射下境之能者之境的实况 即杂多之凡界众生为时所共造之事 界可以在唯一且最高之圣者之能中所完全感知 而收射寒聚而成其为时所辨之存有界 故而 可有佛已入某三昧之境而感召诸天神佛 共振某佛理之时事之可能 接下来又因十一能之故 与所合一 所适时所造 故最终极之全感者及最后之存有界造作者 华藏世界即为佛所辨 在 亦为佛所全时 亦为佛信佛身而已 此时此佛身一之华藏世界已不是六大元起之元素 学所可推及的 但就佛时所及之各境各界存有而言 因其皆在佛时之任运之中 故而法 戒缘起关中之各个法界其时便可以及是各个时境 又因佛自身之任运 各法界之作为佛时 知境者便即可在时运中容流交错相及相入 而造就其互为一事互为缘起之法界缘起之实况 义的用于由修正关门进驻解释法界关乡的推进进路 渡顺三关不救是佛时之关门 不救 即时之所而得所关之法界已 并即时之所而得所之之所而正法界互 为缘起之法界缘起说 然上述之正其实人只在佛学内部一理设定上之自正 根本问题还存在佛所正之真实确 定性问题上 可贵的是 佛陀留下了丰富的修正法门 即便是法界缘起关之意里也有华言 大德设置的关心法门可依法修行 当然 在宗教领域内的知识体系不可避免没有可力极限 是的证据 但是也并不就是没有清正的门路 问题是在受教者能不能依法清正 而此依依 法可清正之进路 其实就是保证宗教命题可被公开确认的根据 故而我们必须回归佛教修正 通法之性解行正的路途上去 由性入解由解入行由行入正 再由正更进而行由再行更进而 解由再解更进而再性 如此层层深入层层转进而中正最高之能所最高之进而得佛菩萨地位 此法已是最后最直接也最唯一之正入佛境的方法了 此一实践的进路之哲学理论其实也 非唯一而是东方多数哲学体系的通乡 也是我们唯一能为佛学知识体系护法的门路了 1996 326 176 425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21秒 GMT 28 203 403 转2 B 129 495 114 C 422 140003 Heights 6 176 425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郭向哲学创作的理论意义 首页 向上 绿泽中心的老字诠释进路 庄子修养 留效感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书评 从人生哲学的进路是论庄子思想中的道论气论与功夫理论 庄子其物论的命题解析与理论架构 庄子外篇中的如道义理辩证 列子的功夫哲学 如道互补价值观念的方法论探究 和上公祝老的哲学体系之方法论问题探究 严君平老子只归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检讨 王毕义学的知识意义 王毕老学的方法论探究 陪伪宠有论对贵无说批判的义理辩证 王毕哲学的方法论探究 为竞选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郭向哲学创作的理论意义 如道两家伦理议题的知识定位 档案下载 档案下载 投稿版 郭向哲学创作的理论意义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摘要 本文讨论郭向哲学的创作意义 郭向借由助庄而创造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这一个哲学上的创作的理论意义为何 是继承还是错解 是创造一套新的系统还是固有新意但不成系统 本文之作 首先从当代学界研究观点作整理及繁省 首先就理论外源的著书问题 为人问题 目的动机问题的讨论开始 总结学界一般的成果 指出就著书问题而言 郭向助庄固有吸收向秀意见之处多已 但人应视为是他自己创作的系统 就为人问题而言则不能决定 但这个问题影响对他的理论的判读方向 就这做动机问题亦不能决定 但从理论效果而言 逼者所采取的是批判的立场 认为他是为既得利益阶级美化行为 形象的理论构作 其次讨论理论上的问题 总结学界的讨论成果 逼者已为 第一郭向助庄是不准确的 其二郭向是持否定道体的立场的 其三是郭向是不能有功夫修养论的 其四郭向不能有系统性的境界哲学 但确实是提出一套主观心境的选想之学 第五郭向哲学是唯心还是唯物的问题 道不甚重要 看针对不同的问题 两说皆可 反省完当代意见之后 本文接着直接对郭向作文本诠释 以讨论他的无道体的存有论哲学 以及他对境界问题 宇宙论及本体论及功夫论问题的意见 作为讨论前述几项议题的文本依据 关键词 郭向庄子从有论悬明之境基本论 大纲 一、前言 二、郭向哲学的当代诠释意见 一、郭向柱庄的外源问题之当代诠释意见 二、郭向柱庄的理论问题之当代诠释意见 三、郭向存有论的创造性系统 四、郭向在境界问题上的意见 五、郭向在宇宙论、本体论、与功夫论问题上的意见 六、结论 一、前言 本文讨论郭向哲学的理论意义 针对郭向注装之创作系统 讨论这个系统的理论意义 本文之研究 首先将从当代各家讨论观点的反省开始 指出当代学者大致共有的郭向哲学形态定位 并视作同意辩论 而功夫论及境界论是直接就着主体的实践活动而说的理论 过去以来 学界多以本体论位郭向及位竞选学理论创作的形态 本文之讨论 则将本体论问题做出两类的区分 其一为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其二为抽象思辨的存有论 价值意识的本体论是 本体这个词汇在大多数传统中国哲学作品中的本来意义 亦即是如道佛各家的善 无畏 空等意 而对于 天道理性心 等存有类像概念进行存有性特征的讨论 则是本体论讨论的另一路 即是笔者已抽象思辨的存有论称之的问题 这一路其实是老字开端的 老字道论中所讨论的问题有一部分 即是对于道体的存有性特征的讨论 即其说道体之为万物之母 万物之宗等说法者 老字论道的另一部分则是 道体的价值意涵及相关的本体功夫论指 即其论于无畏 有无相生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及玄德 玄同诸义者 这一部分笔者仍以本体论称之 这是针对价值意涵的讨论 在当代哲学的概念使用中 这两种问题都叫做本体论 也都叫做存有论 为使讨论明确 比者赞以讨论道体的存有性特征问题为抽象思辨的 存有论 而以讨论人意 逍遥 苦 空等价值意识问题为 本体论 就郭向哲学的本体论而言 其实多是起于对于道体的存有特征问题的讨论 如道体是有还是无的问题 而非道体是人意 还是无味的问题 因此其实就是本文所定义的存有论问题 抽象思辨的存有论是不涉及价值的 但并不是没有预设价值本体 只是本体论谈价值观念的本身 而存有论谈这个价值本体的种种存有特征的问题 然而郭向在价值上是反价值主义者 这并不是因为他讨论的问题是存有论问题 就会是反价值论的 而是因为他在存有论问题的讨论上 正式取消那个作为价值依据的道体 因此就不可能有价值问题的讨论了 哲学史上对作为价值依据的本体的讨论 是在对价值意识的讨论之后提出的 因此本体确实是作为价值的依据 本体自己也就是最高价值以及价值的总义 郭向取消了这个本体 以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本体 这即是取消价值的思维 这也就同时取消了功夫的依据 因此也就没有了功夫论之可说者 如果孩人提出什么功夫论的命题的话 那一定是不需要做什么损之又损 下学上达 逆绝体振 求放心的功夫活动的理论 因此 郭向只是提出一套对生活意境的主观观照的说法 充满了抽象的悬想 却没有价值提升的意义 对于郭向庄学的研究 笔者的基本立场是 郭向庄学是一新的创造 但是这个系统很有问题 本文集是站在批评的角度看郭向哲学的 然而 哲学史上对郭向的诠释却褒不一 面对这个现象 刘孝赶教授从诠释学研究的角度说 褒褒不一的两种评价背后实际上隐含了两类完全不同的批评标准 一个是忠于原文或者合乎原文文理的标准 另一个标准是注视着本身思想的心意和玄妙 两种评价标准是客观的存在两个标准 或两种标准的存在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的 在先秦以后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以经典注视的形式创造新理论 建构新体系是主要形式 至少对于多数最重要的哲学家是如此 以两种标准的角度来看 郭向、庄子柱 在思想创造和建构方面成绩卓著 在回归文本、尊重历史方面则明显不足 从两种定向的角度来看 郭向、庄子柱 所体现之权势活动显然以独标心意 自我表达为依规 而不以真正揭示装身之指为宗旨 以任何创造系统不论它是借由经典权势还是独立发言 只要它有系统一致的创造性成果 它就是值得肯定赞扬的哲学体系 但是比这对于郭向之创造性系统所受到的赞扬意见 却不以为然 重点有二 其一是有些对郭向学的肯定性意见 是以为这就是对庄子系统的正确解读 这样的肯定无疑的连庄子的原意都予以否定了 这样的意见是比者要反对的 其二是对于新创造的郭向学思想的肯定 这就是肯定郭向学本身 而这也是比者不以为然的 因为比者认为郭向哲学并不是一套可以自立自足 行之有效 且成一完整体系之哲学 王中江教授就是这样的出发点 如果我们再承认人与自然 社会与自然具有关联性的同时 还承认人与自然 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二分性 那么就不能完全以名叫为自然 至少从修养论和功夫论的意义上说是如此 而 比者便是认为郭向之学固然自成一家之言 且前后态度立场一致 故有荣惯性诠释及跨文本诠释之成就 三 但是郭向所言说的整个思想是一套不能成立的哲学 特别是其中的功夫论就是无法建立的 这一点在后文中将展开说明 王中江教授诱言 我们的问题是 郭向通过他的颠覆性而建立起来的哲学 在其自身内部存在着致命性的缺陷 这首先在他精精乐道的作为他的哲学核心的性分论上暴露了出来 其次 郭向在忠诚注释庄子的表白和他实际的注释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缝合的巨大鸿沟 观察郭向对庄子的诠释就可以发现 在根本上当然不是在所有方面 他是堂而皇之的通过庄子的文本来表达与庄子相反的思想 但郭向自以为的意 他非常自负于他对庄子的注解 一些评论者不仅称到他的注释 而且也被他的哲学所左右而失去了发现问题的可能 4 当郭向自己宣称其说正式对庄子学的正确解释的时候 源于后人的研究多数认定郭向之权势是错误的时候 郭向之庄学作为庄子学之权势而言便不应该还予以赞扬了 更重要的是 作为假借庄学而创造新说的郭向学本身 笔者也认为他有着无法建构系统的困境 以及无法回应几项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重大缺失 本文企图降之揭露 这就是本文写作的主旨 以下的讨论将先从当代学界对郭向哲学评价的整理与反省说起 然后再进行郭向文本诠释 首先提出存有论问题的讨论 说明郭向哲学的创造性意见 接着讨论郭向在境界哲学问题上的意见 以及郭向在宇宙论、本体论及功夫论问题上的意见 及其理论定位 二、对郭向哲学的当代诠释意见之整理与反省 郭向哲学的最高成就当然是在于他的庄子住 然而许多数当代学者认为郭向错解了庄子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郭向发挥了庄子的深意 所解即是庄子之意 但即便是这些肯定郭向庄学的学者 依然会指出若干郭向之解并非庄子原意 依据笔者自己的立场 郭向确实是错解了庄子 错解之处即是创造了他自己的系统 当然郭向也不至于通偏皆是错解 没有错解的地方就是庄子住 有错解的地方就是郭向创造的哲学系统 这个创造系统最重要的是存有论上对 道体存在的否定性意见 这就使得他的系统在实践哲学的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 境界论上都提不出有积极意义的理论表述 这就是本文最重要的讨论立场 不过 在讨论这些理论性问题之前 学界一般对郭向哲学 还有几个外源的问题会先行界定 总数各家学者对郭向的研究 重点在以下几个地方 第一 著书的问题 第二 为人的问题 第三 理论目的或者树动机的问题 一 郭向著庄的外源问题之当代全是意见 第一个问题就是郭向与向秀的作者问题 学界多半认为郭向既有借用但更有自己的构作 在过去著作全部盛讲究的时代而言 郭向著庄差不多是极向秀之著以及其他人之著加上自己的创作的庄子极著 庄耀郎先生即说 郭向确实有实用向秀的注解 但更有他自己的创作 因此所谓郭向注装其实就是郭向 向秀之共同注装 5. 冯友兰先生则为郭向注装 其实就是一部庄子集注 但虽然是集注 却是一部有自己的哲学创作意见在其中的集注 其言 总的看起来 郭向的庄子柱 有许多部分都是从当时别家的庄子柱 抄来的 他的庄子柱 用后来的说法应该称为庄子集注 但是郭向并不是乱抄 他有他自己的见解 有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他柱 庄子 并不是为柱而柱 而世界 庄子 这部书发挥他自己的哲学见解 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6. 汤一介先生说 郭向尽管是沿着向秀 已如到位移的路线所发展的 但他提出的 由外宏内的心理论却与向秀不同 因此说郭向的庄子柱是对向秀的庄子柱是数而广之是合乎实际的 第二 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说明 向秀思想使证使望毕 和宴的 贵无 众 自然 金向秀的 认自然之理 与 劫之以理 的调和如到二家过渡性理论发展到郭向的 妙堂 及 山林 明教 及 自然 的合一论 这可以说是为静玄学发展的顶峰 郭向的 庄子柱 无疑在许多地方吸收了向秀的 庄子柱 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之点 我们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郭向的庄子柱 确实在向秀的庄子柱 基础上有重要发展 以此说郭柱是向柱的 数而广之 七 汤一介先生及冯友兰先生的意见是基于详细比对研究之后的结果 虽然向秀著本已不存 但却发现其实有很多保存在其他著作中的向秀著庄的文字在郭向本中已遭改定 而所改过的意见就正是具有郭向哲学创作特色的部分 因此我们大约可以获得郭向著庄的定见如下 既然郭向确实有自己的见解 因此即便著庄中有成字向秀或他人的文字 但既已为郭向所消化吸收 则都应该算是郭向的思想了 虽然不能否认郭向著庄中的向秀原有的文字是向秀的创作 但就形成一套系统 以说一套新哲学而言 郭向著庄就是郭向的哲学创作 郭向要自己负起著作的责任 也因此郭向作为一位哲学家的身份亦是无疑的 第二个问题 郭向的为人是有操守之士还是轻薄坚硬之徒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 郭向的为人是有问题的 因此汤一介先生指出他的形象是 根据这些材料 可以看出郭向虽为玄学清谈大师 但他不但热心追求名誉和权势 而且运用其权势作威作福 为敬明是口谈玄远 自诩放达 然往往是名利中人 其言行不依弱势 实为当时之士风 8.汤先生算是对郭向提出严厉的人格指控了 但庄药郎先生则为郭向缓夹 郭向从贤居到出世 是他一生中的大转变 历经司徒团 皇门侍郎 玉州牧长使 太传主部等官职 仕途顺遂 本传上说他 圣剑轻尾 任职当权 勋酌内外 明是传 也说他任太傅主部之壮事 任士用事 轻动义服 若从对他处世任职的描述 勋酌 轻动 言之 则和他闲居时轻谈所表现的 如玄和泄水 助而不洁 成章甚甚 观之 似乎可以揣摩出郭向生命的风貌 因此 他是幻的姿态给予一般人的印象 是作风强势的 以至于有人不以为然 敬书 记西传 就记载说 东海王月得以宗臣遂职朝政 委任协定 宠树兼党 致使前常使潘涛 从事中郎必秒 逐步郭向等操弄天权 行赏游己 这段记载把郭向叛卫协定兼党 原因是他 操弄天权 欣赏游己 但是也有论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由于当时政治权力斗争 不同阵营的公结与十位足以彩性 本来历史的真相就不容易明白 况且文献 旦且文献不足真 尘难以有限的资料语于春秋之褒贬 至少在他的著作中 未必是如此居心 9. 这一公案确实难以清断 笔者并不从事思想史研究 因此不在这个问题上断言 但是这个问题确是一个与郭向哲学创作形象有关的问题 关键并不是为人的好坏是否会影响理论的优劣 事实上纯就理论优劣而言 郭向的理论无论如何是强私利变的产品 故而是极有实力的 问题的关键是在为人的形象应该与理论的形态有其一致 因此 以为郭向为人有差失者 便会对郭向的理论目的提出批评 认为他是为合理化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做的 而以为郭向为人正直者 则认为郭向理论有其贡献 正是哲学史发展阶段上的重要环节 甚至对当代学术都有参考价值 当代哲学家穆宗三先生就从郭向注装中 集取了重要的养分以充实心儒学 本文对为人问题不下定见 可以谈的是从理论系统的完备性言 郭向哲学是否全面 还是如学界所批评的 只是唯一特定阶级而服务的系统 第三个问题是郭向注书的目的动机问题 他的理论是为门阀士族做开通 还是为调和如道而建构 也就是说郭向理论的建构动机 是不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做合理化的说明 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及汤一介先生 都是批评郭向的冯友兰先生言 郭向的这种说法 是门阀士族的阶级意识的反应 门阀士族是封建贵族 是封建社会中的的主阶级当权派 他们当然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合理的 他们要是世代代的维持下去 但是他们又自命清高 具有悬远的精神境界 庙堂山林兼而有之 玄学就是为士族的这种希望 用辩明犀礼的方法做出理论的根据 郭向的庄子柱是玄学的代表作 他是最大的玄学家 也是氏族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10.汤一介先生说 如果在本章开头我们说 庄舟的哲学是要否定战国时期的变化者 的现实社会是为奴隶制度唱晚歌 而郭向的哲学是要肯定为尽时期已经定型了的社会 现实为门伐士族的统治歌颂 还是抽象的 比较没有内容的 那么通过郭向和庄舟哲学上初步的比较 应该可以说这个结论是比较具体了 有内容了 庄舟要否定他所处的现实社会 论证现实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 因此需要虚构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以便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得以安身立命 郭向要肯定他生活着的社会现实 论证现实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因此需要虚构一个现实世界的模式 以便门伐士族能在现实社会中逍遥独化 郭向的哲学实际上取消了 有位和无位的分别 取消了方外和方内的对立 取消了人位和本性的不同 最后又取消了本体之无 而只承认有是唯一的存在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把庄周的超现实拉回到现实来 认为现实的就是超现实的 所以成天地之阵就是顺万物之性 欲六气之变就是由变化之图 一切对立取消了这样最现实的东西 也就是最超然的东西 最神圣的东西 最合理的东西 因而对门伐士族来说 这就无往不利了 十一 冯友兰先生的话已经很露骨了 而汤先生的话更为严厉 可以说汤先生对 郭相理论的效果竟然是 为统治者服务的事实是相当反感的 其实以郭相所处的时代 以及郭相自己一生的经历 郭相的理论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是很合理的 笔者就是以这样的角度看 郭相哲学 至于郭相哲作之心理动机 是不是为了门伐士族的纵乐而构作 此事可不下定论 因为这毕竟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 这也只能就理论的效果说 而不能就著作的动机说 关键即在郭相理论的明确结果就是使得豪门大族 以及在朝主政者取得了不需努力及能安住现实的理由 这确实不能说是庄子的本意 更不能与儒家的刚健精神有所契合 而恰恰是与既得利益集团不为人民谋福祉的心态一致 因此逼者采取批判的态度来理解郭相 这作的动机 但若不从心理动机上谈郭相的哲学 而只从儒道关系与明教及自然问题上 则郭相确实是一味调和儒道 沟通明教与自然的理论构作者 冯友兰先生于中年所者 真元六书 终极大力称赞郭相在理论上的贡献 其言 相郭对于先情道家哲学底修正 其要点在于取消有与无的对立 取消天与人的对立 统一方内与方外的对立 十二 相郭的努力 就是在于使原来到家的寄聊恍惚之说 成为社俗盖世之谈 将方内与方外 统一起来 他们已有很大地成就 但其成就 仍有可批评之处 玄学家及欲统一 高明与中庸的对立 但照他们所讲的 高明与中庸 还是两行 不是一行 对于他们所讲的 还需要在下一转语 禅宗的使命 就是在下此一转语 十三 冯友兰站在 真元六书 特有的形上学建构的思路上 说郭向之作统一了许多对立的立场 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建构极有贡献 只是禅宗及宋明成珠之学有其更高的贡献而已 冯友兰的意见 暂不需深入讨论 但对于郭向沟通如道思想的定位 确硬属实 汤一介先生对郭向哲学 谈明交与自然关系及如道沟通问题上表示 为静玄学从王和贵吾的众 自然金像秀的认 自然之理与节之以理的调和 如道二家过渡性理论 发展到郭向的庙堂及山林明教 及自然的合一论 这可以说是为静玄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就是说郭向哲学是为静玄学发展的高峰 其所以如此 就因为郭向的思想体系能比较更好的 适应为静时期当权的门阀士族的根本要求 十四 为静玄学本来是老 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尽管他企图其一孔 老 调和 自然 和 明教 甚至把孔子抬高到老 庄之上 但他毕竟仍以老 庄思想为骨架 因此 郭向柱 庄子 这次不仅要撇开庄周某些原意来容纳周 孔 明教 更主要的是必须给儒家 明教 以新的内容来适应玄学体系的需要 所谓 新内容 并不全新 它是老 庄 自然无味 的变种 十五 郭向的 庄子柱 中不少地方运用这种方法 形式上肯定孔秋思想 实际上是宣扬老庄思想 然而儒家和道家本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 很难用一种母子语以包括 但郭向意欲调和之 这就不能不超出孔 老之上 而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了 十六 郭向的玄学心只用 庄子柱序 中的话来说 就是 明内圣外王之道 其所要明的要点有 由外以弘内 或说即世间而出世间 则可不费 明教 而得和 自然 无心而认乎自化 或说 无心而顺有 则 不自用心 对任何事都不在意 而应物和俗 如果说 由外以弘内 是郭向心目中的圣人的最高境界 那么 无心而认乎自化 则是圣人达到这一境界的根本手段 顾无心而认乎自化 无心而认乎自化 就成为 明教 通向 自然 或 自然 寓于 明教 之间的桥梁 从 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郭向的所谓 内圣 外王之道 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新思想 在当时的条件下 他可以说是解决了玄学家 所要解决的难题 他既可继承老 庄 自然无畏 的思想 又可不费周 恐 道德教化 知识功 这当然是门法士族所欢迎的 郭向论证这种新思想的方法就是 济言初译 十七 汤先生的说法等于是郭向制作了一个条和如道 却也因此是不如不道的系统 若从结果而不从动机上来看 一般而言学界都以郭向沟通如道 以及调和明交与自然来定位其学 但究竟在理论上可不可能 逼者以为 郭向其实就是建构了一套新哲学 而他既非任意形态的儒家哲学 亦非装子形态的道家哲学 他就是郭向哲学 至于他究竟是什么 以下论之 二 郭向哲学的理论问题之当代全是意见 以上关于郭向哲学的著作 为人 及动机等外源问题 都尚不是郭向哲学的理论主张问题 就郭向哲学的理论本身而言 更有几个重大问题 在当代学界的讨论中上不一致 其一是郭向注装准不准确的问题 其二是郭向是否有否定道体的立场 其三是郭向有否功夫修养论的问题 其四 郭向是否有一境界哲学 第五 郭向哲学是唯心还是唯物的问题 第一 郭向注装准不准确 前文已说郭向是创造性的诠释装学 但是创造仍需基于诠释 可以有心意而未创造 但不能有错解而未否定 因此郭向有没有错解装子 便是一关键问题 汤一介先生对郭向错解装子 识意甚重 郭向自己曾提出他人注解装子 有错误的地方若干 但是汤先生及名言 这些郭向所说的他人之注解 其实才是装子的正解 而郭向更正厚的注解 却是他自己计言出意的发挥 而且是不正确的 其言 总括以上八条注释 我们大体可以得到以下三条结论 第一郭向批评救助 实际是改造 庄子建立他的玄学心体系 使之适应当时其一如道 调和 自然 与 明教 的需要 因此 这八条注解几乎都是表面上批评 救助 而实际上是改造了庄周的原意 郭向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 自然 与 明教 以维护门法士族的统治 又适合这个统治集团的口味 如果不改造庄周的原意 就不能 不费明教 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了庄周的思想 就不能 认自然 所以郭向给儒家推崇的摇 顺 汤 武穿上老 装的道袍 并加以肯定 第二 这八条批评 救助 的解释 或者可以说 它们大体又包括了郭向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 及其 重有 观点 盖郭向哲学从 无不能生有 而 有自有 出发 提出 物知性 为 自身 自足 安命 因而 至天下 应是 任物知性 而为 是 以不至 至 外天下而至 能实现 以不至 至 的事 圣人 具有 不费 名教而 认自然 的 圣人 则 应为 帝王 第三 郭向 认为 凡是能 便明 犀礼 的学说 虽不能 经国 体制 真 却也有 其存在 的 价值 郭向 哲学 虽是为 当时 门伐 士族 服务 的 哲学 但就其采用的方法和它的内容说 也是一种思辨哲学 带有很强的 辨明 犀礼 的特点 这八条柱在批评 救助 时 采用了对概念 命题进行分析的方法 庄子柱 最后提出这一方法论问题 在中国哲学上是有重要意义 的 总之 郭向批评救助的八条 他不是随意挑选的 而是有意安排的 他企图通过这八条注解 表明他和庄周的思想有所不同 并陈述其玄学新体系的基本内容 十八 关于郭向错解庄子的问题 当然是要在所有的庄子注文中一一 讨论才能议定 本文后半段的几节即将做出文本数解的 讨论 此处真正 此处景以 汤一介先生的意见 位笔者的基本立场 此外 汤先生在此处指出的 郭向哲学 具有的思辨性特征 正是笔者提出的存有论哲学讨论的基本特征 存有论哲学就是对概念进行抽象思辨的辨析 并不直接涉及价值判断 郭向学之所以否定价值 是基于他在存有论讨论中取消道体所导致的 至于说郭向错解庄子而言 事实上当代学者中有这样立场的学者是位数众多的 如方东美先生说 向秀和郭向却有一个特点 他们在住庄子的时候 并不是真的在住庄子 而是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 结果拿庄子来住自己 这一点是很令人发笑的 19.留校感先生一云 如果我们深入阅读郭向的注释 就会发现郭向借着注释的形式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 为其如此 郭向才能凭借注释而取得哲学家的资格 20.说是错解就是说郭向讲了一些不是庄子意思的话 并且都是很重要意见 在郭向借由错解装子而形成他自己的重要哲学创造上 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是当代讨论中上有争议的项目 第二 郭向是否否定了道体的存在 这一点大多数学者都是主张郭向否定了道体 而笔者认为 郭向自己也就是这个意志 汤一介先生言 郭向的这一观点 从哲学上说他看到了存在的永恒性 注意到了只能有一个实体而不能有两个实体 特别是他论证 有是唯一的存在所用的方法对人们是有启发的 第一 取消了道和天的实体性 从道家说 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的 道都包含有实体的含义 而郭向明确提出 物所由而行 甲明曰道 所以道魔所不在 而所在皆无 否定了道的实体性 同时郭向又提出 天也者万物之总名 因而天且不能自有 况能有物灾 这样天也不能作为一单独的实体 而存在了 由于取消了 道和天的实体性 进而论证了 有是唯一存在的实体 21 郭向其实没有区分 他说的天 道的道体意是指宇宙发生论中的存在使缘 还是存有论中的普遍原理 重点是郭向否定了总体性原理 一的道体 以及可以上通总体性原理的个体性存在原理 而只保留个体存在 于是个体存在也就没有神魔原理可言了 可以说的就只是他自己的现况而已 因此我们说郭向是否定了道体 但是庄药郎先生却认为 郭向虽然否定了道体 却在自然的无畏意中人保留了本体论的思考 其言 因为他否定有意超越的主宰或所谓这物主的存有 最后将此解释存在的根据问题还给存在本身 然而郭向是否就完全没有本体论的思考呢 他所提出的自然的理念恰好使他的理论出现了困境 因为如果自然一亿具足普遍性等前述之形式条件 则虽然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 但本体的思考依然无法取消 只是将本体的内容规定成 自然 罢了 如此 则郭向和王毕在旋理思维上所不同的 旨在于郭向以 自然 替代了王毕的 无 所以 可以推得的结论是 郭向的反形上学表述 只落在反对造物主的观念 以及 有生于无 的论点上 其他合贵无论者并无不同 因为自然 固然可以就散开的万物延误之自己如此 但是也可以总提的说 万物以自然为正 如此 自然 则成为一理的存有 虽然 自然 不可以落入言权 但由郭向的理路分析之 人具有本体论的意味是无法否认的 二十二 固言格说郭向之否定形上学并不彻底 自然固然可以及万物之自耳而言 但也可以上题而为万物存在之理 二十三 庄教授这样的讨论笔者是不同意的 说有形上学及本体论的讨论是一回事 说有本体 有道体 有理存 有是另一回事 郭向当然有形上学及本体论的讨论 依据笔者的概念定义 郭向的否定 道体存在的形上学问题是存有论的问题 是讨论道体之有无的存有论意的形上学 而非讨论价值意识的本体论意的形上学 郭向有存有论的讨论 但主张没有最高概念范畴 没有造物主 没有同观一切事物的价值总原理 因此 只剩下一个没有价值意识的主观玄览心境 因此他的自然概念说的就是极万物之自耳的作用意 绝对不能再上升为一个里存有 郭向只承认现象事物 不承认现象以外的超越性存有 庄教授以郭向之自然概念似乎转出一种无为的心境 而要说自然意味意里存有因而有本体论思想 这正是概念范畴使用的措施 以下庄教授又提出两段十分牵强的讨论 这是出自将郭向用力否定调的价值思想 又尽力的语意恢复的结果 他的做法是将否定价值的主观心境说成了 有本体及有价值意识的境界哲学 其言 郭向之自身意和儒家所言天道创生万物 肯定依创生实体者不同 也和一神教之以上帝创造万物者不同 并和经由超越分解 立以第一因作为解释万物存在的根据者不同 天道上帝第一因都是肯定有意识 有之本体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据 郭向既否认有意本体之存在 则当然与之不同 其次郭向和老子庄子和王毕虽然同事到家 但老庄和王毕在表述的形式上 仍肯定有意识到或无的本体在 郭向没有 依此推知 郭向和儒家 一神教系统和第一因哲学的不同 是从根本上有无肯定形上实体的不同 和老庄及王毕的不同 则只是表述方式之不同 至于其精神皆归宗于自然 则一老庄及王毕都推及自然 给自然以本体之位置 郭向则将自然魂化于万物之当身说 就各物之自己而说自然 此意和庄子之道在使逆之言 基本精神是相通的 所以也不为道家的毅力 24 本文说郭向不同于儒家及上帝教者学之有创生实体者之意 是比者同意的 这就是学界一般对郭向的认识 至于本文说到 家老庄王毕对本体的肯定 只是意表述形式的肯定 而非实体意的肯定 25 而郭向则是连表述形式的肯定意 予以否定了 因此郭向在否定实体的基本立场 是与老庄王毕相同的 这样的说法比者是不同意的 首先 老庄王毕对道体讨论不仅是名言所述 更有实体的意涵 只是道体的使缘在存在上是无形的 道体的价值在意涵上是无畏的 老庄如此 王毕亦然 是穆先生错将望毕说功夫的作用的保存之意 过度一出为王毕说道体之意 因而说其没有实体意 并以之说老子之道 说道家老庄没有实体意 而为一境界的姿态只是穆先生的一家之言 唐君毕先生即不如此说 一般学者亦不持这样的看法 庄教授陈济穆先生此说已全是郭向 这是对王毕的错解下的全是结果 至于说郭向之意指同于庄子的精神 这也是笔者不同意的 庄子的道事实有词道 他便在 以逍遥为意 不肯定任何社会世俗价值 故已在使逆欲之 因此庄教授定位郭向之说 为将自然魂化于万物之当身 以及就各物之自己而说自然 时此中已无意时有的自然本体了 也就是说郭向的道是无此意道了 因此谈不上任何价值意的精神向往 更不与庄子相通了 庄教授令文言 而郭向之不立本体 则完全在修为已经达至无值的境界下 进一步说此观照下所呈现的事物状态 这已经完全属于价值的世界 也就无需再论本体 因此他所说的自身 是万物自然的身 而非讨论形而下身的方式 如培伟所说者 因此郭向虽然撤销了以无 作为形上本体的思考方式 并不意味其思想同于培伟 从有论相同的形态 他仍依寻到加一贯的 无畏而无不畏的意理模型 顺着无心 无畏无直的主观实践之进路 以不学学 不畏畏 不知之 等鬼词未用 在玄智心灵的观照下 以任务本性 开源畅流 顺悟自然的方式成就万物之自身 换言之 郭向除了 无不能生有 这句话貌似 从有论之外 其本质内容和精神 则无一不是旋理旋制的形态 和 贵无论 邪脉相通 和培伟 则绝不相类 二十六 主体的功夫活动 与 道体的创生作用 是不同层次的哲学议题 假使郭向根本上否定 本体意的道体的存在的话 那就是说郭向并没有一个价值理念 既然没有价值意识的本体 那也就没有了本体功夫意的价值追求活动 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实践进入的成就万物之自身的活动 他所说的是没有本体 没有本体功夫 而不是做了功夫达到境界进入价值世界因而无需再论本体 事实上郭向就是否定了道体的哲学 郭向之所说正是无此一创生的道体 存有论上否定道体 因此郭向也就没有价值意的本体论 同时也就不会有本体功夫论 因此当然就没有境界论 没有那种做了功夫且已达至最高境界的境界哲学 郭向并非修为以成故而不立本体 而是取消本体因而不必修为 郭向说万物都是自身 因此绝没有主体的实践活动之以不学学 不畏微不知之而使其身的作用在 庄教授为始郭向学说 看起来比较正常一些的 鬼词位用实在是很牵强的 当然这正是牧宗三先生的解说系统 比者所不同意的也正是牧先生的意见 此处不再深论 第三,郭相是否有功夫修养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跟郭相有没有道体 以及郭相的哲学理论是高举理想意或逃避现实是有关联的 逼者以为,要谈功夫就要提出理想 以及要有价值意的本体的高举 以及要先有道体存在的肯定 而郭相既无道体,既无价值本体,既无本体功夫的可能 因此就是一套没有功夫论的哲学系统 此处需在未说明的是 笔者之意并不是所有谈功夫论的系统都必须先谈本体论 许多谈功夫论的系统是直接谈功夫而不再论本体的 但是不论本体却不是否定本体 笔者说郭相没有功夫论 不是说郭相没提出生活态度 而是说郭相否定了道体就是取消了最高价值信念 因此只剩下不必努力的当下心境而已 所以他的系统是没有功夫论的 然而庄耀郎先生却提出郭相仍有功夫之见 并与钱穆先生之意见相左 其言 综上所述郭相的自然和无畏的关系 其实及境界与功夫的关系 甚至可以将无畏推至自然之境内乎 及本体及功夫的境界 但是钱穆则认为郭相是无功夫者 他说庄子在人身消极处不得已处 如死恶极之类 常有此一种说法 然而把消极处不得已处 一切伪复于天与命 正要人在理想可能处积极处下功夫 若一切伪复于自然 只要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而且不可逃 如是则有自然 无人生 有遭遇 无理想 有放任 无功夫 绝非庄子本意 文中很明确的指成郭相 无功夫 也不辨人生有境界 二十七 笔者完全同意钱穆先生的意见 一方面是对装学的理解 二方面是对功夫的定位 功夫必然是有理想及有积极作为之下的命题 郭相正是钱穆所说的有放任而无功夫的系统 原因就是只看遭遇而不管理想 因为没有了道体的超越性思维 所以只能谈现象 因此也就是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如此就是有自然而无人生 所谓有人生就是有人生的理想 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努力 前穆先生的几个断言力道万钧不可再变 庄耀郎教授却说 有功夫 有境界 有功夫论 有境界论 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前者是实践的 而后者是思辨的 二十八 主体的功夫与境界 与 哲学的功夫论与境界论 是不同层次的事情 这样的分辨当然是对的 因此郭相个人有无功夫与境界 是不能确定以及不必确定的 郭相的理论中是否真正提出了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才是必须揪名的 庄教授言 如果依其注文中对 功夫 及境界 的讨论 时无法否认其确实有 功夫论 及境界论 虽然郭相的 功夫论 荣获不同于庄子 或失之于书略 但仍无法否认前文所述的 妄 哭 无畏 不畏 不是功夫论 的词语 至于境界论 亦相同 郭相荣或有不同于庄子之境界论 然不必是庄子的境界才是境界 是性逍遥 不必是 有自然 无人生 有外名内不必是 有遭遇 无理想 体化和变 玄名独化也不必是 有放任 无功夫 郭相之理论时有多种层面可资探讨 如其论有无问题即有 有有有无无无了魔 的递进理论 它的玄学理论体系圆满于否 有无矛盾可讨论 然无法否定它有 功夫论 即境界论 前世的论点或恐是以真实功夫则求 或恐是以所论境界之下现论之 若如思当有其所据 比者意不能确之 不过 他的说法确实引发无人上述的思考 顾略成所见 29 庄教授仍然极为坚持郭相理论中有功夫论 及境界论 并以郭相所持之庄子概念为正 其实 庄教授所陈述的在庄子系统中有功夫论意味的概念 都因为郭相的否定到底任务自然的存有论意见 而丧失了功夫论的意义了 郭相所提出的就是一套主观的心境 这是来自于价值本体的取消之后 对一切事物之 是性逍遥 由外民内 玄民独化 的解释结果 郭相绝对有存有论的强势创作系统 但也就因着这一套存有论的思路而致使 他的系统在也没有本体论及本体功夫论的容身之处 所有在庄子系统中的本体观念及本体功夫观念 都成了当下放任的主观心境而已 这就是笔者从方法论角度而说郭相没有功夫论及境界论的道理 第四 郭相的境界哲学问题 郭相绝对有提出境界论相关的思维 他的 玄民之境 就是有境界论的意味的概念 但是深入论知 郭相的 玄民之境 是在取消了道体之后的说整体存在界的无道体而有和谐的意境 说 玄民 就是无意涵之意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了的意思 因此不必再生出任何的意义以说总体共存的世界的定位 故说为 玄民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说词 以一个主观的心境来说外在世界的现象和谐 既不是说宇宙论 也不是说价值意的本体论 也不是说经过了努力之后的理想完美人格的境界论 只是主体对当下的万物共存的状态的无可言说的态度而已 因此也就不能以 玄民之境的提出而说国相有境界哲学 但国相之所说毕竟人是一种主观心境的学说 汤一介先生及讨论了中国哲学中的境界说及国相的境界说 其言 境界这种学说虽不能说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 但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特别注重的问题 在先情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 他们对以后的中国哲学影响最大 但都把达到某种境界作为其最高的理想 三十 王毕和郭相不论他们现实生活中如何 但他们作为一个哲学家说都在追求一种精神境界 或者说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认为 圣人应该有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 三十一 圣人正是能以超现实的态度对待一切现实的问题 超现实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用这样一种态度对待现实问题又是可能的 独化于玄冥之境 就是要求用超现实的态度对待现实中的一切问题 或者说要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自身的独立自足的深深化化 所以在郭相看来 所以在郭相看来超现实的可以而且只能实现在现实之中 王毕和郭相在境界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 但他们都极力解决现实的和超现实的矛盾 王毕要把现实的提高成为超现实的 因此在他的体系中需要有一个绝对的超时空的本体之 郭相则是要把超现实的拉回现实之中 因此在他的体系中就要取消这个本体之 无论王毕还是郭相 他们极力追求的都是一种主观上的精神境界 当然这种主观上的精神境界正是他们这个统治集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要求所决定的 境界说的哲学基础当然是唯心主义的 但是这种统治集团学说之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极大影响 不能不看到在过去的历史上人们的能动方面往往是由统治集团发展了 所以他对人追求某种理想 不论这种理想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可以实现的还是不可以实现的都起着一定的刺激作用 三十二 逼者不反对郭相之说直接指向一主观的心境 因此说这是一种境界说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若是要说郭相有提出经过努力之后人人可达志的理想完美人格的境界哲学则是不可以的 这是笔者对境界哲学的严格定义 郭相提出的是当下放任不需努力的主观心境 因此唐君毅先生说郭相之学与庄子不同 无经将更进而论者则是郭相所见之道之全体 亦只具此一瞬是清灵之指 故与庄子言道多有关联于无人存在的生命 如何诚挚人真人之庄严的功夫历程者大不相同 此郭相所见之道 具一瞬是清灵之指 盖由于其乎是无人之存在的生命 尚需刺地向上拔起之纵的一面 而指纵无人之心灵之可自浮游于天上 以横面地观其一切所欲 更与所欲者顺应 而具是具化与具望之一面 专寻此一面发挥 亦及自有其种种高妙之思想亦里可说 而非庄子之本文 所长如此透辟地言之者 此中即见郭筑中所见之道 虽与庄子同行 然亦别有意清明纯意之景象 其纯意 有如今日城市中之马路平滑 而庄子所行之道 则有如昔日山林中之路 须力苍茫而四地攀登者 三十三 唐先生此说 即是以郭相指示 有一调式清灵的心境 只重心灵的上福 而无辛苦的向上拔起的努力 这就是等于是说 看不到郭相哲学的功夫论 而只看到郭相哲学的主观心境之意 唐先生又说 然郭相则皆旨就其所向目之此境 而描绘之 只见一片空灵轻妙 则其智之所及 亦有过于庄子 庄子之北游偏有学道者当先知 引其狂言之意 郭相叙庄子 为庄子 为始葬其狂言 狂言者 高大之言也 郭相则于庄子 又更作狂言 以向于高大 由庄子之有情 有感叹 有哀悦 则可通于如之圣人之有忧患 与佛家之悲悯 其言功夫之庄重严肃 亦可谓后之道家所采 郭相之言 则只是意哲学上之旋理 而只可通于具空灵轻妙之意境之文学与艺术者 然旋理亦自是人间之意学 空灵轻妙之文学艺术 亦为静以后中国文学艺术之大宗 则其智之所及者之高 亦弥可贵也 三十四 此说即是以郭相之学 只是提出了一套抽象玄思的说法 却不同于庄子之学是有本体有功夫的 郭相之学是无本体无功夫而只是一哲学上之旋理思辨者 因此只能通于文学与艺术之意境 却谈不上人身上题之智慧之学 以及这已经不是一套哲学理论了 唐先生以其有艺术境界而肯定郭相哲学 但此意义等于是否定郭相哲学在人身智慧之学 以及价值实践之学上的分量了 就总体评价而言 劳斯光先生对郭相哲学的总体定位更加低落 郭筑之文虽凡 其意大致不外乎上述个点 总而言之 则郭筑作者真能了解之庄子学说 仅限于其所描绘之自我境界 故于 逍遥游 知止大体能有适当解说 内篇破除 行驱 认知 等执着之理论 在郭筑中则完全不明其本意 故作为 筑装 看 实非成功之作 若就郭筑本身理论言 则郭筑指之提出一 万物各权其性 知主张 论知人或最高境界 亦指顺此一说 而万物各权其性或各依其本性 并以活动时 根本未解释 本性 如何制定 又 本性 兼之冲突如何处理 虽不能建立一族以自立之观念系统 若至实际生活中 虽以荣词浮予大谈政治意义之 无谓 实则绝不能建立任何生活秩序 另一面 严至人之 无呆 又不能说明人如何能由通常之 有待 静至 无呆 甚至对装子内偏本有之 破执着之理论 亦茫然不解 因之 亦不能建立功夫过程 内外皆无 若 只是中玄一段 构想 而已 以哲学理论标准看 实不成功 不过 若从哲学史眼光看 则无人当说 此正是所谓 为静玄谈之事 所能有之了解 郭柱之德师 时代表此一思潮中 人物之长短所在也 35 劳先生说 郭向之学不可能建立秩序 亦不能建立功夫过程 内外无这只是悬想 因此不是一套成功的哲学 劳先生的批评语气很重 然比这一世持取这样的解读立场 谈哲学理论不是提出一些漂亮的想法就够了 它是要建立一整套合理的 一致的推演系统才算是真的成功 郭向一往直前的建立个物自身的观点 却不能在其他许多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上自圆其说 因此不成体系 不是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 由上所述 显然 唐先生及劳先生都不认同 郭向哲学可以是一成功的哲学 这就是从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准模型来看郭向哲学的结果 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大家 除了穆先生的鬼词诠释之外 时少有肯定郭向 护持郭向 甚至从郭向学中走出一条诠释架构的系统者 第五 郭向学是唯心还是唯物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只是汤一介先生在说郭向之唯一境界说 时说其唯唯心 但冯友兰先生却在说郭向之否定 道体而肯定存在时说其唯唯物 逢先生言 总体来说郭向的无无论否定了贵无论的作为 踪迹指导的无否定了有生于无的宇宙形成论 这就使他自己的体系同贵无论对立起来 他以天地万物的群有位 踪迹指导 这就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同重有论站在一边 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的 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就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决定的 他又承认为了贵无论的 无名之欲作为一种精神境界 精神境界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这并不妨碍他的体系是唯物主义的 36 从存有论说唯心唯物时郭向哲学是唯物的 笔者同意 没有到体质论存在的郭向哲学也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 但先前汤一介先生说的唯心是旧望必 郭向哲学有一谈心境的说法则是唯心的 这应该是唯心唯物问题的较不正统的用法 用逢有兰先生所说的主观的即可 未必需要说就是唯心的 但我们也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 以为两造之说存在着冲突 以上未对郭向哲学的当代讨论意见的整理 从中一意见出笔者自己对郭向学的意见定位 以下即将以郭向文本位讨论的实质材料 3.郭向存有论的创造性系统 过去学者多有以本体论说郭向哲学形态者 3.17 笔者同意词说 不过要将本体论名称改为存有论名称 这是因为笔者将本体论特殊使用在指谈价值意识的本体 而将存有论使用在抽象思辨的谈论一切形上学原理问题 而郭向即是重点的谈这种问题 本节从存有论进入讨论郭向哲学 讨论作为总原理的道概念的抽象特征问题 以及作为宇宙使缘的道概念的存在特征问题 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直接涉及作为价值意识的总原理的道概念的价值意涵 因此以存有论名称定位之 以有别于谈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名称使用 郭向庄子著中的哲学创作 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即是取消总原理 以及使原意的道概念的实存性 本节即以此一问题的讨论开始 郭向言 既真曰 道莫为也 皆子曰 道获使 获使者 有始物之功也 物有自然 非为之所能也 由思而观 既真之言当也 皆不为而自而 物有相识 亦皆自而 故莫之为者 为为非物也 凡物云云 皆由莫为而过去 三十八 本文说道 其实是说有无意使物之所以为物之道 莫为 是指没有这样的一个使物之所以为物的超越的道 或使 是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使物之所以为物的道 郭向持末 为立场 认为万物之行为都是自己而然的 并非有一外在的原因使之而然 若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有彼此的影响 旧其实还是事物之自己而然而已 并无意使其所以然的原因存在 而这也并不是说没有事物的存在 而是说事物的存在没有意超越的使它如何存在的决定性原因 以上这段讨论就已开启了郭向取消道体的观念前导 郭向又藉由重新定义天地概念 使他更加的逼近这个立场 其言 天地者 万物之总名也 天地以万物为体 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 自然者 不为而自然者也 故大鹏之能高 赤焰之能下 庄木之能长 朝军之能短 凡此皆自然之所能 非为之所能也 不为而自能 所以为正也 三十九 郭向说 天地者 万物之总名也 以及 天地以万物为体 即是取消天地概念具有独立存在的实体 没有天地而只是万物的本身 至于万物之存在 又只是万物分云之自己而已 说 万物以自然为正 即是说万物就是万物自己使自己如此的 这样的说法就是要指出莫有一个超越的东西以为依据 所谓的 自然 就是自己而然 而非又有一个叫做自然的高一层的存有是万物如此者 万物就是以己性而为如此的存在 所以天下万物之寿命长短 都不是外因使然 都是自己而然 这样的说法也就同时宣布了万物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价值定位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还是在于万物的当下的现象之中 由于存在的合理性及价值根源只在各物自身之中 因此表现在装自小于逍遥游大于偏中的 小之不及大之 小年不及大年 境界低者永远不能了解境界高者 等超越追求之精神便皆滑落 一切大小对比之差异并非由于在存有物之间有何努力与否的高下之别 而是各物皆是只在其自己的本性中如此而畏 因此这些差异也就没有了意义了 郭相说没有各物自己以外的原因 因此所谓的天概念只是万物之总名 一定要说有天在作用时 其实是指万物自身的自然作用 而非一苍苍之天概念的存有 此意又见下文 此天赖也 夫天赖者 岂父别有依物哉 即众俏彼竹之属皆忽有生之类 惠而共成一天而 无计无矣 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 又不能未生 然则生生者谁哉 快然而自生而 自生而 非我生也 我既不能生物 物亦不能生我 则我自然已 自己而然 则为之天然 天然而 非为也 故以天言之 所以名其自然也 其苍苍之未哉 而或者为天赖一物 始从己也 夫天且 夫天且不能自有 旷能有物哉 故天者 万物之总明也 莫是未天 谁主亦物乎 故物各自生 而魔所出焉 此天道也 四十 夫有之未生 以何谓生乎 故必自有而 其有之所能有乎 此所以名有之 不能谓有 而自有而 非谓无能谓有也 若无能谓有 何谓无乎 亦无有则遂无以 无者遂无 则有自须生明以 四十一 庄子以天赖遇到 形象上言及是风 风自己是无声的 有声之出乃风入 翘血思竹之中者 风无声遇到无言 凡所有社会议论 皆失道之论 皆亦己之成见 而若遇见真理 只有回复道的思维中 即聊天衣的境界中 与造化者游 故而庄子以和道之论 赤众人之成见 所以庄子是有道论的 庄子的道体是 一个逍遥自视的造化 体道者 给予天地精神相往来 而望人意 望礼乐 望天下者 价值的理想 乃定位在精神生活的 无限超生 却从不沾染 名叫忠视 然而这并不是 郭向解装之路 郭向不谈超越的价值 而以众人之字 旷即为合理之价值 天赖非别有一物 即排斥道体存在之说 众俏笔逐共成一天 即追求各物独立自主之兴奋 而把本来设定为 由道而造成的总体和谐 说成是各物自己为名 所以的偶然结果 此郭向之哲学立场 郭向由万物存在依据的问题 开始探讨 其言 无计无矣 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 又不能未生 然则生生者谁灾 快然而自生而 郭向所指之无应即是贵 无论者之以无畏本之道体者 此道体之无有价值之无畏意 与存在之无形意 但郭向之认知却只是放在经验上之存在 不存在问题上的是有是无 既然是无 则此无者 哪一经验上不存在之物 不存在者是不能生出存在物的 既然无者未有存在 即不能生出存在者明意 那么一切的存在又是如何而置身的呢 答案就是都是他们自己使自己存在的 也就是说 凡存在皆来自存在他自己 因此不存在与存在是永不交涉的两极 郭向以此说 简断无形无相的道体与经验现象世界的关系 郭向以为论于道体是无者 乃为主张 一经验上不存在之物之作用 而产生经验上存在之物之说者 而郭向认为不存在就是不存在 不可能产生存在者 郭向将 有 无 皆是唯一 物 无 即无 物 如何生 有 此说与王必言于 万物宗主 是无形者之意完全不同 王必言于 有生于无 者乃未存在之物 乃依于亦原理而有此物者 原理是万物宗主 万物宗主是无形的 故说有生于无 故而无乃止意原理 此说非从经验存在物之生发系列上说 另有一从经验存在的发生系列上说者 乃 怀男子 严于天地万物由一无形的始源状态发展至有形万物者 从道家哲学史上讨论的道论思维有两路 一路由无形之魂轮发展至有形之万物 另一路由无形之原理永恒的作用于万物之变化中 前者是宇宙论的思维进入 后者是存有论的思维进入 道家哲学在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构作历程中一直没有区分此两路之别 此两路皆是道论 且皆言说至无 但是郭向所说之无皆非前两路所使用之无之意涵 郭向此处之说 既是反对存有论说无形的原理存在之思路 亦是反对宇宙论说无形至有形之思路 只能说是在感官之解层次上对现象的言说 现象上各物之身存存在之是哪一当下的实然 故而推出各物自身即是各物存在的绝对根据 并无意外于各物之事物已为此物之所以为此物的原因 由于郭向取消天概念作为一超越原理之存在者身份 如此极为一主张无形上道体的存有论观点 那么 现象上重物共生之和谐性从何而来呢 这是郭向必须解说的问题 关于重物存在的和谐性问题 郭向的意思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一实物之身的共因已为造物主 所以万物共存的原因就是同样的也是没有这个原因的 因此人们根本上是不可能知道的 郭向以往两问井 一段之权是表达之其言 是或为往两待井 井待行 行待造物者 请问夫造物者有耶 无耶 无耶 则胡能造物灾 有耶 则不足以物重行 故名重行之自物 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而 是以设有物之欲 虽富往两 未有不独化于玄名者也 故造物者无主 而物各自造 物各自造而魔所呆焉 此天地之阵也 故彼我相应 行景俱身 虽富玄和 而非呆也 明思里也 将使万物各反所踪于体中 而不待乎外 外魔所谢 而内魔所经 是以诱然皆生 而不知所以生 痛烟皆得而不知所以的也 今往两之阴景 由云聚身 而非呆也 则万物虽聚 而共成乎天 而皆历然 莫不独见矣 故往两非 景之所致 而景非行之所使 行非无之所化也 则化与不化 然与不然 从人之语由己 莫不自耳 无安时其所已哉 故认而不住 则本末内外畅然聚得 敏然无稽 若乃则此境因而望其自耳 宗物之外 丧主于内 而爱上身矣 虽欲推而其之 然其所上已存乎胸中 何以之得有哉 四十二 庄子言于网良问井 是要取消各物自信之执着 使其回复于天道之奇异之中 网良呆景 景呆行 一系列的依附行为之历程 显现了知识分子 对于自己所坚持的事物的荒谬性 不如放下一切坚持 使自己回复于道唯一的其物之境中 而能与超越重型的造物者同其逍遥 而取得在现世生活中的独立尊严与自由精神 四十三 郭相之注解却非此之路 郭相所注解之造物者乃非造物者 实则无有一造物者 乃重物之自造的观念 在郭相的存有论思维中 是不主张有一个超越的造物者存在的 造物者无主 于是物各自造 皆模所呆 这就引发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 其一是物又如何而自造 其二是重物之和谐性又因何而然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 郭相以 不知 未答 因为若言有之则又进入有外因的思路中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 郭相以 独化于玄名 未答 然而玄名 依旧是不知了 这样的哲学立场就将导致严重的人生哲学问题 由于郭相主张物乃自身 不依于他物 故而决定各物之性的原理必须交由自己处理 但是各物自性只剩一个现象 实然 为何如此 无从说明 因郭相不承认有意超越原理在作用者 故而其原因亦不得而知 既不得而知 则在生活态度上即应该是认而不住 任何存在者皆不宜去影响别的存在者的存在其象 事实上也不可能影响成功 于是这就走入了魔功福论的结果上了 此外 各物自性交由各物自知之 问题是 各物如何而自知其自信 其所知之自信是 依感官欲求下之自信 还是依理性思维后之自信 郭相与此未能辨息 亦不辨息 各物之自信 即为郭相所见之社会 实然中之众人之阶级地位 才情各性之当下现况而已 如此则人物价值之理想性与功夫追求之超越 越深之意义皆不必存在了 就众物之和谐性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言 由于各物自信之为何如此之原因 各物自己不知 亦不必求知 当下实况之实然 即此依各性之本然 既然如此 则以众物共生之和谐问题 亦未亦无可解答的问题了 郭相即以 独化于玄冥 而达之 玄冥亦未亦不知之境界 若未可知 则又是亦超越之道体 然而郭相是拒绝超越之道体的 故而玄冥者即是 言亦浑然不知之境界也 根本是一空无一世之空洞概念 因此亦不负责承担万物共生共行之原因的角色功能 所以我们说郭相在注装的存有论思维里 主张了一个没有道体 没有形上实体的存有论观点 哲学上对于价值问题的思维 必须依据意形上道体对于意义与目的做真定之后 才有可能 如者以仁义理之语成语善未价值 故而以其为道体 这是本体论思维的模式 而存有论思维则转而讨论这个价值意的道体的种种抽象特征 不料郭相竟在存有论思维中取消这个道体 则价值问题便不能谈了 此外 对功夫论问题的思维则是以主体的自觉位模式 但是自觉之所对亦需明确 如者即以仁义理之语成语善未此自觉之所对 老字讲无畏 庄子讲逍遥 这是道家老庄的价值标的 这些都是作为众人与整个存在界的共守原理 若依郭相的说法 取消了价值依据的道体之后 当主体要进行功夫追求的时候 岂不将出现标准繁多 众物相邻之局面 因为重物只剩下自己的当下存在现况来做自信的内涵 所以郭相对处理政治事物的见解 便是将任何时代现象以及现存的社会条件直接视为 当然而予以肯定 以此遂行各物所祈求的合理性 因此 如果这其中还有任何人物想要突破现状 郭相则批评他是 望其自尔 宗物之外 丧主于内 郭相之批评即为苛刻 显见他确实是在为既得利益阶级讲话的哲学立场 关于事物都是自己造成自己的存在现况 而与他人他物无关的意见 又见郭相言 天不运而自行也 得不处而自止也 日月不争所而自代谢也 皆自尔 无则魔所能推 有则各自有事 然则无事而推行事者谁乎哉 各自行尔 自尔 故不可知也 二者具不能相畏 各自尔也 设问所以自尔之故 夫物是知境 或知其故 然寻其缘以智乎及 则无故而自尔也 自尔 则魔所稍问其故也 但当顺之 四十四 本文说事物是依自己自然而有的意志 这就是自尔 这就是自尔 天地日月都是自行己事 没有看不见的原理在推行他们 他们都是自己使自己如此运行不已的 至于为何会如此 使他们如此的原因为何 这都是不能知道的 因此推到极处 则各物之所以为如此都是自尔而已 而自尔就是一个自然的偶然 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原因的 因此 到最后主体就是顺着现况就行了 因为根本的自性也是魔所可知的 依据郭向此说 则若要真定自性其实亦无从真定义 因此主体自以为的自性 其实也无从判定是否为真正的自性 就在这个意义下 我们说郭向把价值的根源给抹杀了 把功夫锻炼之方向给减断了 自尔之说又见郭向言 明悟悟者无悟 而悟自悟尔 悟自悟尔 故名也 悟有记 故每相语不能明然 真所谓记者也 不记者 虽有悟悟之名 直名悟之自悟尔 悟悟者尽无悟也 既其安在乎 既明悟悟者无悟 又明悟之不能自悟 则未知者谁忽 皆忽然而自尔也 四十五 本文也是说 事物依自性而有之以止 悟悟者无悟 即是没有一个 使物为悟的超越根据 事物就是自己使自己如此的 并且 究竟又是如何使自己如此的呢 这也是不可知的 因此根本也没有必要追究自己的真实的理想状况 就是一个与物明然的不追究的态度就可以了 一般总以为各物有别 于是彼此之间便有是此非彼的真意 这就是把彼此原本不必要的界限搞得过度分明 其实事物都是自己忽耳而为自己的现况而已 没有神魔必然的因素 因此也就不必要有特定的自信 因此物物之间也就不需强分各彼此 如此则明确的差异意识便可以不必保留了 既然没有使各物必然未如何的超越性根本 而事物自己也没有必然能使自己如何的本性在 那么各物之成为各物就是在一个不知所以未然的状况下忽然而有而已 依据郭相此说 物之自信是皆忽然而自而也 如此之各物之信亦是一个无定性之信 各物自己也无从确定这个自信的所定了 如此则各别存有者的生命其向之真定便缺乏依据 价值的标的遂不复存 郭相说没有超越性的使物存在的原因的话说的极明白的又见下文 谁得先物者呼哉 无以阴阳为先物 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而 谁又先阴阳者呼 无以自然为先知 而自然即物之自而 而无以至道者乃至无也 既以无以又兮为先 然则先物者谁呼哉 而有有物魔以 明物之自然 非有使然也 四十六 郭相主张没有一个使重物产生的超越性存有物 而本身不是物的 他的思路是 若从时间物质序列上 眼有任意先于物者时 则阴阳不得为一先物之存在 因为阴阳自己已经是一物了 自然亦不得为一先物之存在 因为自然只是一个作用的概念 是在说物之自己而然的作用 所以自然并不是一个超越的原理存在者 这里就是笔者反对 庄药郎教授又说 自然亦是亦里存有之说法的根据 若又从智道上求时 智道源是一个道体的概念 本来都说它是一个无 既然是无 又如何为先呢 此处郭相显然是误解或是无知了 说道体是无有两亿 其一是说道体的宇宙 使原是亦无形的存有 另一是说道体的价值亦 是世亦无畏的本体 此二亦皆非说无有此一道体 但郭相就只认定无此道体之思路 于是在没有任何上可说是先于任何存有物而存在的超越性存有者了 因此任何事物都是自己使自己忽然而有的了 郭相的这个分析只是想要透过概念分析而解消超越性道体 然而超越性道体的存在是意理性思维的假设以及现象思维的推理起点 并非透过概念分析就能取消得了的 更何况它的分析上有理解上的错误 下文是借由庄子文本的解读而取消道体存在的文字 郭相言 言道之魔所不在也 故在高位无高 在身位无身 在久位无久 在老位无老 魔所不在 所在皆无也 且上下无不格者 不得以高悲称也 外内无不智者 不得以表里名也 与话俱一者 不得言久也 中始常无者 不可谓老也 四十七 郭相说庄子所讲的道是 魔所不在 知意就是 所在皆无也 知意 此说即是取消道体存在的意思 既然没有道体 也就没有物物之间的别一统体的问题 也就没有任何的高下判断 因此现象世界的一些相对判断之观点 一皆失去了判断的基础 故而不必有任何的相对判断 无高无生无久无老无上无下无高无悲 一切经验差异的界定都是不必为之的 庄子小于其物论大于中小米现象的差异是要追求与最高道体的明和 因为最高道体的整权性超越了一切现象差异的相对性 任何偏书知性的极致都不如整权道体的深刻 因此应该放弃偏书知性的极致的坚持 而追求最高道体的逍遥意境 郭相则已取消最高道体作为差异判断的根据 因而主张当下认定现象的实然为价值的目标 此举其非正式打开个误篇书知及致坚持之可能 郭相错解装子之学时及严重 下文艺主张没有超越性的生物者 郭相言 咬明昏末 结了磨也 夫妆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 明生物者无物 而物自生而 自生而 非未生也 又何有未予以生乎 四十八 郭相说老庄所言之无之意 就是在说无有生物原理之意 因此事物都是自己在无原因的情况下自身的 因此意欲为自生而淫畏的努力 也变成不可能因而不必要了 郭相的意思是清楚的 但是郭相对老庄哲学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言无之说 在王碧学中以名言其唯一无形无名之物 乃亦原理而 即万物之宗者 是为老子之道概念 老子言 道生一 亦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因而抱扬 所以在老子哲学 观念系统中的万物人是已超越的道体位根本 故而物非自身 物一道而生 道法自然 自然则展现一 有无相生 知律则 并显现一无私 无畏之 玄德 胸怀 此为 万物之身 在老子学中的道体根据 如此之存有论哲学才能转出有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哲学 从而再转出有价值依据的功夫论哲学 即无畏 手弱之功夫理论者 老子与王必皆为持有道体之说者 只有郭相不是 说郭相是道家继承者的看法是要多方厘清的 以上是存有论问题的郭相学说 此处郭相确实自成一家之言 虽然有对庄子的错解 但也正因此而使他成为一位哲学家 取消道体的意见在中国哲学传统上是有严重的后果的 关键及在价值命题及功夫理论都依赖着道体 理想人格的状态意以道体为目标 道体不存之后 连带的这些问题都不能好好谈了 4.郭相在境界问题上的意见 就境界哲学的讨论言 笔者不主张郭相有境界哲学 这是基于笔者对境界哲学有较严格的使用性定义 但是笔者完全同意 但是笔者完全同意郭相所说就是一种主观心境的人身态度之学 事实上 郭相为注解庄子的神仙说 而建立了 基本论的整个论述就是在说主观心境的问题 而笔者之所以不同意郭相之说是 境界哲学 是因为郭相没有功夫论 因此虽然有意相应于他的存有论思想的主观心境的人身态度的提出 但是那就是主体自己进入郭相形态的一种当下任性自视的心境 并将之说为是圣人的意境 这之中没有任何任性逆致的努力 因此谈不上提升了人的境界 郭相之说境界的话 因此是一套极为扭曲的思想 以下借由原点书解以说明之 郭相在庄子柱的序文中 就指出庄子之作是一 社俗盖世之谈 于是郭相哲学中也对于社俗之政治人物做了心理意境的描绘 将他们视为既能归本山林自然之趣 又能劳心于人意是非之场 这就是他的基本合一 之说 此说在文脉的介入上是取自庄子言说 神仙之若干文字之书解而得的 即是把庄子言说超越向往的神仙理论 说成了只是社俗盖世事件中的心理向往而已 郭相此一记要在官场为官 又要说自己一心向往神仙意境的话 参见其言 所谓无畏之夜 非拱墨而已 所谓成构之外 非浮于山林也 四十九 此说首先将庄子论于逍遥自逝 与造化者由 而舍弃世俗价值的生活态度之命题 转向至与世俗生活有所牵连 从而为肯定世俗价值做出一礼准备 又见郭相言 夫神仁即经所谓圣人也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是岂时之灾 图见其带黄屋 配玉玺 便为族以应服其心 以见其立山川 同明世 便为族以憔悴其神以 岂知智智者之不亏哉 经言王德之人 而寄之此山 将明世所无由时 故乃托之于绝营之外 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 处自者 不以外伤内 五十 郭相令言 夫体神居灵而穷里极妙者 虽尽莫贤堂之理 而玄同四海之表 故成两仪而欲六气 同仁群而屈万物 既无物而不顺 则浮云思胜以无形而不载 则非龙思欲以 宜身而自得 虽淡然而不怠 作妄行妄 妄而未知 故行若夜枯木 指若聚死灰 是以云其神宁也 其神宁 则不宁者自得已 是皆其其所见而断之 其常性此灾 五十一 郭相把庄子的 他在世界逍遥自视的神人 说成是人间的圣人 其实就等于是在说世俗中的政治人物了 郭相又把神人所有的超能力叙述说成了主观心态 于是一切都成了社俗盖世以内的事情了 这一方面将神仙拉下来人间 但又一方面将政治上的再高位者美化了他们的权威心态 而说成并没有那种心态 冯友兰先生对此批评慎重 其言 实际上 庙堂和山林 这两条路是不能同时走的 当权派就是当权派 不是不当权派 不当权派就是不当权派 不是当权派 当时人心中的问题是 当权的人是不是可以 悬远 陪伟的 崇友论中说 当时在政府做官的人什么事都不做 自命为悬远 这样是不是可以 郭相的回答是 当权的人 可以同时有悬远 的精神境界 但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在上面所影 逍遥游 住的那一大段中 他说 夫圣人 虽在庙堂之上 燃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世俗是地主阶级贵族 本来就是当权派 但是他们又自命为悬远 郭相的理论就是为他的这种自命做理论根据 他们是用这种理论欺骗老百姓 同时也是欺骗他们自己 陶醉他们自己 这种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顺自然 五十二 笔者也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在处理圣人境界及他在世界观的问题中 郭相采取了转化庄子神仙说的做法 将庄子讲神仙的生活情貌 说成是世俗政治人物的心境上的情态 然后再把政治人物的这种心理状态 说成是他们的本来面目 本名 而把他们在世俗中的辛劳 说成是他们的外在行机 即在这样的解说中 所有涉及他在世界的存有者活动的意义 都被解消掉了 庄子的宇宙论在郭相的系统中 被从立体的他在世界 一下拉回到平面的现实世界中来 此即郭相之 基本论 或 即明论 这也是郭相被认为条和明交与自然的说法 五十三 郭相言 即明论 之说又参见 夫瑶之无用天下位 亦由悦人之魔所用张辅尔 然宜天下者 故天下之所踪 天下虽踪遥 而遥未常有天下也 故遥然丧之 而常有心于绝明之境 虽既作万物之上 而未始不消遥也 四子者 盖既言以明遥之不依于遥而 夫遥时明以 其机则遥也 自机观明 内外异欲 畏族怪也 试图见遥之为遥 启时其名哉 五十四 本文意是一郭相的错解 庄子以人间帝王见到神仙境界而丧失了平日价值坚持的正当性说遥的心境 郭相却以遥既有人间帝王之尊位 亦有神仙之心境 以此为由心于绝明之境之意解之 庄子说的是他在世界的神仙生活 这是庄子意的自然 郭相说的是人间政治人物的心理意境 这并不是对庄子说他在世界神仙学的自然观的继承 因此其实是谈不上郭相接收了道家谈自然的不分以智能调和自然与明教 郭相认为座位人间帝王的谣 其实心中并不值着于拥有天下 这就是明教中人有自然的心境 此一说法乃是将一切在明教中担由之人物的心境给当下合理化了 说那些在官场中得享富贵权势的人物 都是以官场为自己生命的不真实的一部分 是姬 而其真实的一部分是在庄子的逍遥心境中 是明 但是这个被郭相说为真实的明的部分并非庄子学 因此自然部分并非道家本意 而那个被郭相说为不真实的基的部分 在郭相哲学系统中也根本缺乏儒家的刚见精神 因此明教不分意不能得儒家珍遂 誓言其调和明教与自然及融合儒道 两家之说其实是过度的一美之词 笔者不认同此说 不认为郭相哲学承担得起这样的称赞 郭相所言皆是一自造的新哲学 并未能在真正儒道的精神上调和儒道 相同的观点又参见郭相下文之言 夫里有志即外内相明 未有即由外之志而不明于内者也 未有能明于内而不由于外者也 故圣人常由外以明内 无心以顺有 故虽终日渐行 而神气无变 抚养万机而淡然自若 夫渐行而不及神者 天下之常类也 是故赌其与群物并行 则莫能为之一物而离人以赌其体化而应物 则莫能为之作妄而自得已 其之为圣人不然哉 乃必为治理之无此 是故庄子将名留统之所踪 已是天下之可恶 若知就称众尼之如此 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 故超圣人内积 而记方外于数子 以望其所记 以寻数作之大义 则夫由外明内之道坦然自明 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以 55 本文既是明白的把庄子从天上拉下人间 又是强迫的把孔子从社会体制中推到山林也去理 郭相以人间圣王之境界乃一外内相名者 虽有治世之机更有归本之名 是人见不及此 以为圣王接劳神废行之人 实则不然 故而庄子既方外已说圣人 事实上庄子并非只论方外而已 孔子亦非只为方内而已 此说混淆庄子既言讽裕之意 以庄子之说是要为位高权重的世俗政治人物说 他们亦有像网山林 外内相名的神仙意境 郭相与庄子之思路差异大意 甚至 郭相还说不要只看庄子文字的表面 要另寻数做大意 庄子文字的表面虽然是在说他在世界的神仙向往 但真正的精神却是涉俗盖世之谈 然而 这绝非庄子之本意 而都是郭相自己的错解与创作 这就是汤一介先生说郭相是以济言出意的方式谈庄子的意思 同样的立场又见郭相言 夫遥顺帝王之名 皆其姬儿 我既思姬 而姬非我也 故害者自恃 是迷害 其姬月粗 粗之与妙 自图之以显而 有者其常改其足哉 故圣人亦也 而有姚、顺、汤、武之义 明思义者 时事之明儿 为足以明圣人之时也 故夫姚顺者 岂之义姚顺而已哉 是已虽有经仇之貌 仁义之姬 而所以姬者顾全也 五十六 郭相认为 姚顺汤武乃人间帝王 以儒家的标准说 当然皆以达圣人之境界 但是以庄子的神人标准说 人间帝王的意境 却只是他们表现在外的基 他们的本的部分 却还是山灵的向往 不过 也只是对山灵的心理向往 而不是真在天的监与造化者 游的神人之能 于是人间帝王 虽有经仇之貌 仁义之姬 而所以姬者顾全也 这就是说他们本心是自视于山灵 而表面上是宗理事事 经仇人义 郭相独断地创造 所有人间帝王的心理意境 说其内心人有所以基之权者也 即神仙心境 即郭相将庄子书中的神仙学说 转化为圣人的心境 所以人间帝王也是出世的神人 只不过这位神人已从天上拉回地下 所以也谈不上是什么神人了 五十七 郭相这些说圣王及神人的意境的话 只是借由文本诠释而直接将人间帝王解读 为具有轻松心情的山灵向往着 对庄子原意有重大的改造 对于境界哲学的讨论确实是提出一种心境的思维 但是这种心境的答质是不需要做功夫的 故而笔者不以言格意的境界哲学称之 五 郭相在宇宙论 本体论 与功夫论问题上的意见 郭相存有论是有主张的创作 但因其否定道体 以致郭相说境界是没有功夫实作的 当下任性之主观心境与人生态度的意见 同时 郭相说宇宙 说本体 说功夫也都成了没有积极意义可说的项目 本节即旧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问题 讨论郭相的意见 首先 就宇宙论问题而言 郭相取消他在世界的存在 这从他的神仙观 只是主观心境 即已得知 这是郭相宇宙论的一个论点 另外 关于宇宙始源的问题 郭相亦是否定的 下文是从否定到体以致无法谈宇宙发生论的文字 郭相言 非为无不得化而为有也 有意不得化而为无以 是以夫有之为物 虽千变万化 而不得意为无也 不得意为无 故自古无为有之时而长存也 58 在道家哲学系统中 到了汉代宇宙论哲学新盛时 其极有 淮南子 吉言君平 老字 纸规 知作 终于以明言之 其立论之格局 仍是意由无形至有形的 宇宙发生论的生发力 成说 但是郭相依据 非为无不得化而为有也 有意不得化而为无以 的存有论立场而言 故自古无为有之时而长存也 此即是主张宇宙从有此宇宙时即已长存 并没有一个由无形至有形的宇宙发生历程 郭相如何而能有此说 只能说这又是他自己的玄思后的独断了 此一在永恒历程中的宇宙观确实是一明确的宇宙论观点 但是这个宇宙观宇存有论问题中的有无道体根据的问题 仍是两回事 道体不应宇宙横存之命题建立而即得已取消 即便是一恒存常在之宇宙意存在此一宇宙之意义 目的与价值等问题 而得有确立道体的思维之空间在 以上是就郭相宇宙论问题的意见整理 以下谈郭相在本体论及功夫论上的意见 郭相主张没有先物而存在的超越性道体 事物都是忽然自己就有了存在的 因此是从存有论的道体否定说 说到了无终极价值的本体论 以及不必做功夫的功夫论 也可以说郭相就是没有本体论及功夫论的 参见郭相言 义者有之初至妙者也 至妙故未有物理之行而 夫义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 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出者何哉 出者为生而得生 得生之难而由上不资于无下不呆于之 突然而自得此生意又何迎生于已生意是其自身灾 59 本文是郭相屈解 庄子说无之意 刻意将其解释成庄子是主张是物是 突然而自得此生 既然是突然而生 所以各物就连自己的为何而生意不自知 因此任何自以为迎生之作为皆是失其自身之枉然行径 这就是郭相对于价值的说相 于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为努力都失去了意义 人们只需接受眼前的现况即可 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自身的目的与意义 因此又何须迎生呢 这就是在存有论上否定价值本体以为道体之后 即无法讨论功夫问题的理论结果 所以笔者是主张郭相是不能说功夫的 因此即是无功夫论的 下文义是谈功夫论相关问题 郭相的系统 因为没有道体也就没有超越性的价值意识 故而没有功夫理论可言 主体也就不必做功夫 郭相言 夫小大虽疏 而放于自得之场 则误认其性 是称其能 各当其分 逍遥一也 其容胜负于其兼哉 六十 庄子在小鱼逍遥游大鱼片中强烈表达大小书意 小者不及大者的意境 其目的即在为他的浩瀚无极的精神追求 先做章本 企图告知识人 这世界存在着境界高下的绝对差异 境界小者永远不知境界大者的目标 庄子就是要让世人在内心上做好准备 要接受打破世俗价值的心理冲击 故而言说万端 就是要凸显小大之书 然而郭相却一出场就推翻了庄子的言说方向 企图将从大气小的逍遥意境的追求 转换为小大街式的现状维持之意 庄子固无心于世俗胜负 然而此一无心却是因为有一灭世世俗的精神追求之向往在 而这一个超越性的追求的向往 就是借着境界差异的大鹏鸟和调语学究之比较而彰显出着 六十一 但是郭相却提出一个于各物的当下境况中直接肯定自我生命的安示态度 所以郭相要否定一切各物之间的高下较境之说 主张各物随顺己性即为逍遥 此一逍遥 言之究极 则为一字是其事 魔所提升 不做功夫 任由主体当下收摄心念 自是完足的心态 这是郭相谈功夫问题的思想形态 实则无所谓功夫 应不超身故 其与一切价值追求的心性恋养之学竟皆无舍 郭相不提做功夫 因此也就合理的可以不许他人做功夫来提升自己 参见下文 夫指小者所资不适大 则指大者所用不得小矣 故里有志分 物有定级 各族称是其技艺也 若乃师乎望生之主 而迎胜于志当之外 是不认立 动不称情 则虽垂天之意 不能无穷 崛起之非 不能无困矣 六十二 郭相追求在各物兴奋之内做自我针定 拒绝相亦各物间的知能较劲活动 这是郭相论于价值问题的思想形态 但是这不是庄子小于逍遥游大于的精神主旨 庄子言于大者所击毙大之说者乃在凸显小者不能知大者之境界差异 郭相却以理有志分 物有定级之说强让各物物种之差异当下解消 差异既无 则追求改变自我的动作便是遗失本性的错误行为 于是再伟大或再渺小的行为便都不可能遂行成功了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郭相计不提出功夫论 也不许他人自作功夫之意 还原到庄子文章的本意 物种差异之现象就庄子而言只是一个比喻的言说 庄子的目的是企图说明人物之间的境界高下 而人物的境界是可以借着智慧的提炼而有所升华的 若就郭相之言 则人物境界高下之事便不必是事实 人物各在其自以为是的知能兴奋内自我愉悦即可 不必有兴奋之外的多余气象 但是问题是 人物兴奋是谁人决定呢 不知也 于是此一兴奋确定的工作 只能是直接还原于社会地位的角色差异上 因而仍然成为束缚是人的礼教所练 而这就是郭相不许人挣脱的束缚 而说未对明交的肯定 而其主张不挣脱而当下自足的态度 又得称之为自然的态度 此即郭相哲学之说于明交即自然之意 这其实既不是对明交的正确理解 更不是道家的说自然的态度 这只能说是郭相区解装子之后的自造之心系统 这当然愿于郭相对超越性道体的否定之意里结果 郭相竟指人们做功夫的话语又见下文 若皆思之 则智过其分 上下相貌 而莫为臣妾已 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认 则施已 是故君臣上下 手足外内 乃天理自然 其真人之所为哉 夫时之所贤者为君 才不应是者为臣 若天之自高 得之自卑 守自在上 足自居下 岂有地哉 虽无错于当 而必自当也 凡的真性 用其自卫者 虽负造力 由不顾悔育而自安其业 故之与不知皆自若也 若乃开悉心之路 以下貌上 物丧其真 人望其本 则毁欲之间 抚养失错也 六十三 郭相对于人物价值取舍的最高关切 不过就是一个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角色扮演的取舍 关切仅在政治事物的层面 庄子的理论 关切却是一个超越现实政治的精神境界 政治事物中的角色 人格与形式原则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遭命 六十四 如果现身其中当然要之所自保 但是真正的智者却应该是远离政治的 这就是庄子是一个出世的哲学家的形态 庄子绝不会以身在庙堂而不顾悔育 自作清高以自视圣人 又须言山林并以基说明 以明命真 郭相之所论 极为直接接受政治结构中的上下阶层之尊卑贵贱之差异 并以开悉性之路之说批评小人物的行为 这样的价值观点也确实是社会政治事物中的一种形态 但这不是庄子的思路 庄子根本就不在庙堂之上 也没有见到他在批判不在庙堂中的小人物 也更不会小心装饰自己的心境以维护身在庙堂之中的身段 当然也绝不会为了维护其他在高位的政治人物的身段 而提出 君臣上下 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 知理论 庄子卫庙堂上的君臣说情就不是庄子了 这只能是郭相的形态 不与权势对抗就是任务之性 这样的生存哲学是为禁食人自保的法门 也是他们少数可以选择的可走之路 确实有用 也应该如此 因为也无从逃离 这是为禁食人的悲哀 但是社会时代虽然如此 理论上的价值命题可以不是如郭相的形态 老子与佛家都有面对艰难世俗的价值思维 但都不是郭相的类型 6.结论 过去学者定位郭相是一个本体论哲学进入的理论思维工作者 然关于郭相著装之本体论观点 实为一对于本体之道之否定者 即为否定义有价值之根源的道体之存在者 依据笔者的概念使用 这种对道体的抽象特征及存在特性的讨论 以存有论名称说之更为恰当 郭相的存有论主张一个空无的道体 以及是对于这个道体的存在的否定 作为整体存在界的总原理意义下的道体是不存在的 连带的 作为宇宙始源的道体也是没有的 这就决定了郭相的宇宙论是不能谈宇宙发生论问题的 既无原理意又无始原意的道体 物之身就是乎而自身而已 因此物之性只是物自身而的当下现象而已 至于各物自性是因何而成为此一性分的呢 郭相说不知也 言其不知是符合言其并无一更高的原理 以为根据之宗旨的 无论各物自性之或不知 此处上有一个物相共而未移秩序的问题 需与说明 以及所有各物之共存的和谐 究竟是如何而有呢 郭相即未知 独化于玄冥之境也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玄冥之境的意义 也是一个意义上的空无 也是一个不知 当郭相建立了在道体的这几个层次上的论说之后 一切价值上的言谈便缺乏了形上的依据 价值的活动便完全是各物自性的自我定位 并且这个自我定位依然缺乏必然性的根据 没有任何一个层次的原理可以作为这个价值活动的根据 这就是郭相将道体 独化于玄冥之境 的理论结果 既然没有任何一层次的原理可以作为价值的依据 那么郭相言于人事活动的意义就成为只是个人依其是性之自况而取其作为之方向了 存有论的道体不存即没有了本体即是作为功夫其向的本体不存 此时即已无所谓功夫活动了 表面上看起来 郭相的功夫论主张一个误认其性的功夫 但是一个缺乏了道体的标的作为功夫的入手 以及其向的追求的体系就等于是没有功夫可言了 功夫旨在提升存有者的境界 祈求其仅可能的与道体合一 既然缺乏了道体的存在 那么功夫就只是在个物自性之源有层次上打转 打转而预言其有无相容 基本互用 这实在只是一种虚妄的自我意识的交金与自作清高的标榜了 哲学史上以郭相在未尽社会政治观中是为一名教集自然之主张者 这是就郭相自己的立场而说的 对于人存有者的个物自性之自况而能为明教中人者 其极深在明教中取得了自我个性的自视 即以自视即为自然 此即郭相立场中的调和明教与自然的方法 然而 笔者以为此一自然只是自耳 只是主体自以为是性之自然的意境 这样的自然与舍弃物欲与造化逍遥的精神是背离的 这样的自耳 自视却会有社会政治哲学上的问题 依据郭相对性分的观点 云云众生之中有明教中人也有非明教中人 明教中人自视地在明教中逃也自然的心灵意去 那么非明教中人呢 郭相之意即是非明教中人即不应望求明教中的富贵 然而谁才应该是自信中之非明教中人呢 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在明教中才能自视 因为这样他才能救国救民为社会服务 因此一意即求 不肯居于自然 又或有人认为自己在自然中才能自视 因此一意逃官 不要明教 那么这两种人的意境如何呢 因为郭相说出明教中人能有本有机 而此说正是指向圣人的意境 所以前述两种人都不是最理想的人格 而且其熟是熟非都没有办法确定 这就是郭相哲学在社会政治管理问题上的理论结果 最后 郭相在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上 亦是魔所阐述的 庄子书中赋有神仙世界的境界言说所预设的 他在世界观点 在郭相的全解下都已成为圣人基本论下的心理舒适 心境的字况 如此也丧失了在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上的宇宙论进入的哲学问题意识的进展的机缘 包括他在世界的存在以及宇宙发生论等问题 总结而言 郭相取消了道体的存有论哲学 将造成宇宙论 本体论及境界论皆不能谈的严重理论后果 并且 他的名教即非儒家的鞠躬尽脆死而后 以的名教 他的自然意非道家的出世主义的神仙向往 如此的哲学以及不应说谓调和了名教与自然以及沟通如道哲学的系统了 参考书目 汤一介 郭相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9年1月出版 夜三 汤一介 郭相与魏晋玄学 庄药郎 郭相玄学 李仁书局 1998年3月10日出版 冯友兰 真元六书新元道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台北蓝登 1991年12月出版 唐军毅 中国哲学元论元道篇 台北学生书局 台北学生书局 1980年1月台三版 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 台北三明书局 1991年8月出版 穆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奖 台湾学生书局 1983年10月出版 人际月编 中国哲学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 1988年4月第一版 刘孝赶主编 中国哲学与文化 第二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杜宝瑞 庄州梦蝶 台北武南出版社 2007年1月初一版 宜刘孝赶 小于郭相之字族逍遥 宇庄子之超越逍遥大于 中国哲学与文化 第二集 页143underscore 145 二 王忠江 小于郭相哲学的一些困难 及其解体大于 中国哲学与文化 第二集 页153 三 对于郭相哲学 形成一套系统一致 而融贯的体系而言 刘孝赶教授一言 郭相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 是圆融的 贯通的 其独化 自身 性分 逍遥 其物 安命等等观念不仅贯通于 逍遥游 和 其物论 而且贯通全书各篇 这就是所谓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 前影书 页149 四 王忠江 小于郭相哲学的一些困难 及其解体大于 中国哲学与文化 第二集 页153 五 参见 如果严格说有遗注抄袭 或字句完全相同 则未知飘窃 则郭相飘窃之名恐无法得免 但是这种著作权的观念时 起于近代 古人以数未作 是否有如此严格意义的著作权观念时 有可疑 如司马迁之者 史记 其超路之书多矣 班固 汉书 知应习 史记 是否即未知抄袭 都值得商榷 如果依义里审视之 像 郭思想各有体系 虽然学者之研究认为像 郭在思想上仍有不少相同或近似处 但细微处仍可加以区别 而且此说也符合 数而广之的看法 这个说法 其实就是说郭向的 庄子柱 确实是立足于像秀的 柱 之基础上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思想 将玄学推到另一个高峰 因此 若称为像 郭之 庄子柱 是不强作分叛 而以两家并称为名 若只称郭向 庄子柱 亦里当之其连属相秀 柱 而言 表示不没其原之外 亦当之凡相 郭之所同者 除了确定属于像秀所柱的这层意思之外 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这些相同的柱 同时也是郭向 认同像秀柱后加以西纳的这一层意思 因而 经本 庄子柱 所呈现的系统相移归于郭向 本书及基于这层意思而名 郭向玄学 既名 郭向玄学 向秀之 柱 亦自在其中 此不可不知 庄耀郎 郭向玄学 夜13年1月4 六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夜145 七 汤一介 郭向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9年1月出版 夜28年2月9 八 汤一介 郭向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9年1月出版 夜三 九 庄耀郎 郭向玄学 夜 四年5月 十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夜195 十一 汤一介 郭向玉未进玄学 夜174 十二 冯友兰 新缘道第七章玄学 夜86 十三 冯友兰 新缘道第七章玄学 夜147 148 十四 汤一介 郭向玉未进玄学 夜148 十五 汤一介 郭向玉未进玄学 夜215 十六 汤一介 郭向玉未进玄学 夜216 十七 汤一介 郭向玉未进玄学 夜216 217 十八 汤一介 郭向玉未进玄学 夜189 190 十九 方东美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3年9月 夜257 二十 留校感 小于郭向之字族 逍遥 与庄子之超越 逍遥 大于 中国哲学与文化 第二集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夜132 21 汤一介 郭向玉未进玄学 夜288 22 庄药郎 郭向玄学 夜87 23 庄药郎 郭向玄学 夜147 24 庄药郎 郭向玄学 夜286 25 此集穆宗三先生的境界形态的行上学之说 说道说道家行上学只是展现姿态而不具实体意即不负责创生作用 26 庄药郎 郭向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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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292 27 庄药郎 郭向玄学 夜100 101 28 庄药郎 郭向玄学 夜101 29 庄药郎 郭向玄学 夜101 102 30 汤一介 郭向玄未竞玄学 夜307 31 汤一介 郭向玄未竞玄学 夜309 32 汤一介 郭向玄未竞玄学 夜310 33 唐军义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夜377 34 唐军义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台北学生书局 夜401 35 劳斯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 第二卷 夜175 36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四册 夜199 37 参见 如果顺着 有生于无 的思路 追问世界的开始 追问到最后 就会肯定有一个造物主或真宰的存在 和神学目的论化不清界线 即令说魔并不等于造物主或真宰 这也是一种理论的倒退 由哲学本体论倒退到宇宙生成论 中国哲学问题发展十位近南北朝篇 页225 又见 看来玄学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体系 无论王弊的贵无或陪伪的重有 都不是好办法 必须从有无之变中脱身出来 寻找新的途径 郭相的 独化于玄冥之境 的命题就是对有无之变的综合总结 一次成功的阳气 既保存了贵无论与重有论的合理内核 又克服他们的理论缺陷 郭相认为追问世界的开始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他肯定物之自身 自有从而排除了宇宙生成论 纯化了哲学本体论 中国哲学问题发展十位近南北朝篇 页227 38 庄子泽阳篇郭相著 39 庄子逍遥游郭相著 40 庄子奇物论郭相著 41 庄子跟桑楚偏郭相著 42 庄子奇物论郭相著 43 参见桌著 庄周梦蝶小于奇物论偏往两问井 被决定的命运大于台北五南 44 庄子天运偏郭相著 45 45 庄子之北游郭相著 46 庄子之北游郭相著 47 庄子大宗师郭相著 48 庄子在右偏郭相著 49 庄子大宗师郭相著 50 庄子逍遥游偏郭相著 51 庄子逍遥游偏郭相著 5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 页 187 53 参见 他要证明自然就是明教 明教就是自然 超越的玄名之境 不在明教之外 而就在明教之中 中国哲学问题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 叶217 任济月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年4月出版 54 庄子逍遥游郭相著 55 庄子大宗师郭相著 56 庄子在右偏郭相著 57 穆宗三先生对于郭相所言之基本论之说者颇有香气 且多有言及并发挥之 此却正为作者所反对者 参见穆宗三者 中国哲学十九奖 小于第十一奖 魏晋玄学的主要课题以及旋理之内容 与价值大于台湾学生书局 1983年10月出版 其言 现实的日常生活是 而摩世本 这就是 本论 这是为晋时提出的一个新观念 本的观念首先发自王碧 提出来后支配了很长时间 一直下贯到南北朝时期 王碧就以此观念来会通如家与道家的冲突 圣人的生命表面看一全在 中 如果有闭关离群的情形 那也只是在修行功夫最初步的阶段 当达到真正的圣人境界时 他的生命就全部不离现实生活的 虽不离 但他能以无畏本 因此能枪现实生活安排的协和妥当 全部生命不离 而在 中 就是到家所谓的无不畏 但无不畏虚以无畏为本才可能 所谓无畏而无不畏 即现实生活的 虚以无畏本 一般人只有 而没有本 因此是凡夫俗子 而不是圣人 在这意义中就隐藏着圆教的观念 后来佛教中所谓的圆教 也是由此引发出来的 这教 本圆 郭相柱装约 名 意义相同 在郭相的柱装中 谁代表 明圆蓉呢 就是姚 姚代表圆教 是最高人格 圣人的模型 许游 物光等代表的 并不是最高的境界 一般独消遥游都认为庄子 意在高台许游 其实许游并不行 它只能算小成 是偏制形态 只偏于明的一面 姚才能代表圆教的境界 页233 以 基本论 即圆教的模型来会通孔老的冲突 就是魏晋时代的主要课题 页234 58 庄子之北游郭相柱 59 庄子天地篇郭相柱 60 庄子逍遥游郭相柱 61 参见桌柱 庄周梦蝶 台北武南出版社 2007年1月初一版 62 庄子逍遥游篇郭相柱 63 庄子其物论郭相柱 64 参见桌柱 庄周梦蝶 小于人间是大于篇之柱解 2323 2323EF 92B 6418 7F C39B 334D F2 320D 8A 64C A8E B3 B4F 70E 8F 67D 3E FC 46A E B2 3218C F3 A F80D C7FAC 27D F6F C35D F232A 43E 096F F749B A515A 863D 8C F8E C8182 A515A C9E F3 C8H 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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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15A C8H C9F C9F F2 C9F C9F F6C9F A7C7503F711E7C9D3497508F82326B87DCDBFBCE703786D235D01DCD219451325650522OK9 Text斜线HTML29Friday26November2015.50分15秒GMT2720344EFEEC495EE4B693C0003PITS5655052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天台宗学派纲要 首页 向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臣大义张探究 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止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言宗法界源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档案下载 天台宗思想大纲 杜宝瑞 本文纲目 第一章 天台宗的由来及流传 第一节 源自印度的佛法 第二节 中国自创的天台宗 第三节 天台宗的传承 第二章 天台宗的初祖会闻禅师 第四节 龙树是天台的源流 第五节 天台宗众禅法修行 第六节 会闻建立一星三观 第三章 天台宗的二祖会思禅师 第七节 会死是禅修实践者 第八节 会思生物法华经 第四章 天台宗的三祖智者大师 第九节 大师的幼年 第十节 大师从学于会思 第十一节 大师的修行与讲学 第五章 天台宗的重要教义理论 第十二节 天台止观理论的意义 第十三节 天台的一念三千说 第十四节 天台的五十八教说 第六章 结论 第一章 天台宗的由来及流传 天台宗 代表了中国大臣佛学高峰的佛教宗派 不仅屹立中国佛教史 中国佛学史 甚至中国哲学史数百年 并且在今天的日本佛教界 及佛学界都仍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宗派 目前正值国内佛学研究及佛教活动复兴之际 天台宗及中国各家佛学都应该被重新挖掘研究 期望于最短的时间之内 将佛陀的理想透过重新的表达与介绍 向全人类再次提供此一卓越的心灵关怀 以作为人类寻找未来的参考方向之一 而中国的天台宗教一体系 正好能作为介绍佛教经义的良好教材 一方面提供修行成佛的修行理论 另方面提供理解号汉佛典的入门阶梯 再者他也说出了佛法眼中的世界真实相撞 相信透过天台宗的引界 会是在教理与行政双方面都能提供佛教义理的优良进路 第一节 源自印度的佛法 佛法发源于印度 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佛出生于印度沙地利阶级 其父为加比罗为成城主敬范王 释迦牟尼为长子 故意出生即为太子 他出生的时期相当于中国东周王朝的春秋时期 释迦牟尼佛自诞生 出家修行 悟道 说法而一手建立佛教 两千多年来受尊为佛教教主之名 未有任何疑义 因为他的修行求道过程固然仍受传统印度思想影响 但所悟真理的内涵与格局 却是旷古以来所谓见地超义绝伦之作 在他有生四十九年的说法讲经过程中 他所教会的思想哲理与修身形意 内容今生广大 实为最珍贵的人类智慧资产 自其灭度之后 佛陀弟子继承一波 一方面继续教团的组织 并进行传教工作 另一方面集集结清灵说法之弟子 记录佛陀演说内容 并产发教义 以佛所清说为内容之书集称为经 弟子集在传弟子们解经的著作 各有一名 然而随着教义理论的探讨及解释 以及是否佛说经典的认定 佛法争议虽有了争议 于是佛教在印度的传播上便出现了几个不同时期 及不同教派 简言之大约可分位 原始佛教时期 不派佛教时期 及小臣教派和大臣教派 至于大臣教派又有空宗 有宗的分别 由于佛教在印度的传演已有了众多的派别及不同的经典 故而当佛教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学生在理解及传授上所呈现的派别灵力现象 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节 中国自创的天台宗 佛教在印度传演数百年后即已逐渐的衰退 但是它也已经往南印及北印传播了 甚至 经西藏 中国的西域 而逐步传播到中原地区 最早传到中国内的的记载是在东汉时期 然后随着时代的善地 大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中国境内便已有了位数众多的佛教活动 但是 亦如佛教早期在印度发展过程中所曾有的教派灵力现象一般 佛教到中国的过程也经过许多不同的时期 以及产生许多对佛教教理的不同解释派别 这也就是有名的格异佛教时期 以及南北各家诗说的六加七宗时期 大约从随朝开始 中国本土的佛学理论建构工作也已逐步发展了起来 并纷纷建立了中国的佛教宗派 中国的佛教宗派的分派现象 是基于对整体佛教精神重点所向看法的差异所致 并且都有它各自的成立背景 有因佛点传异而建立的教派 如三论宗 也有传习自印度佛教界的宗派 如法相维时宗 也有因为对于修佛法门有特殊观点而自成教派的宗派 如净土宗 密宗及禅宗等 当然更有基于对整体佛所说法的理解观点而建立起来的宗派 如华言宗及天台宗等 换言之 天台宗及为在佛法东来之后 代表中国本土佛学修为成熟其并能自成体系之中国佛学宗派 中国佛教之传播自东汉起至隋唐时期 终于发展了自己的宗派 其中的过程是经过无数高僧大德在传译 整理 禅修清正 扩生意理 宣道讲学等等努力之后才有的成果 到了天台宗等中国宗派出现的时候 才真正进入了创造期 可见佛法东来的过程是多么的不易 也说明近年来 日本佛学界及台湾佛教界在未来宣扬佛教制世界各的的工作将是多么的艰辛了 第三节 天台宗的传承 天台宗名称的由来 是以天台三组治者大师的修行道场所在的 天台山之名而来的 这颇不类似其他宗派的名字 其他宗派派名 或依所宗经名 如华言 三论 或依所宗论典 如法相 或依所修法门 如净土宗及禅宗 或依所众教义 如律宗等 至于最早正式使用天台名称的 应该是后期天台复兴者 唐朝的今夕湛然大师 然而造就天台宗之所以能成一代教派 且建构完备教义体系的 则是天台智者大师 大师以法华三昧误入佛法 从师南越惠思禅师 惠思是一位在禅法上极有造诣的人 其禅官的传承则来自北其实的惠文禅师 惠文仲禅修 曾由龙树大智度论中领悟一心三观的佛理 并传授与惠思 因知天台的传承系谱可以上述龙树 而下北其惠文 南越惠思 天台智者 智者大师之后 其教团交给智悦 但真正整理大师著作 且发挥教理的却是冠顶 即是称张安大师者 张安是冠顶出身的地名 大约天台自龙树以气智者的传承系 普及由张安为惠思及智者之作传 而确立规模 张安弟子众多 依据天台后世纪数 其自张安而后的传承 则是由张安传给法华寺的智悲 再传则给天官寺的惠威 再传给左西帝的玄朗 自智悲 惠威已至玄朗三传之间 近一百年间天台宗在规模及教义上 教无建树 直到玄朗弟子金西德的湛然大师 才又重新提振了天台的声势 湛然又称妙月大师 妙月弟子盗粹何行满授业于日本传教大师最臣 盗粹弟子宗颖教授给日本辞诀大师袁人 盗粹的另一弟子梁须教授日本智政大师袁真 这也就是中国天台宗流传日本的滥伤 湛然以后 天台又是为了 甚至湛然弟子谁祭法统都未能定论 天台自印度龙树至唐朝的湛然 历经九传 一般有对于天台系普做出组 二组 三组等应属谁的技术 有以龙树为出组 有以绘文禅师为出组 有以智者大师为出组 难以定论 此处赞以绘文为出组以行文 第二章 天台宗的出组 汇文禅师 天台宗的电力者是智者大师 但在悟道及教义的传承上 智者的于慧思 而慧思又有所得于慧文 所以我们必须先解明慧文的思想及其来源 慧文成名于北齐 从中国历史上看 两汉之后是三国 三国之后是曹魏 曹魏之后是两靖 两靖之后是南北朝 北方政权先是北魏 再是东魏及西魏 再即是北齐 北齐而后北周 南方政权则叠金颂 齐 梁 臣 北周及南朝之城国则为随所统一 慧文即是北齐禅学的大师 慧文英读龙术 大制度论 而悟得 一心三观 的观法 此观法力会思 智者智战然皆有传解即在开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